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42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,9年2月3年4月2 请 先开经本第九十九页 十一,由时性故,而能离虚显时,一念相应,其功德已成就第一稀有之菩萨,有成佛之可能 旧本经的教义,因为时性前面说过,信心清静则生时相,生时相就是宗门所说的明心见性,心性现前 而能离虚显时,这一切虚妄的境界都舍离了 显时,这个时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一真法界,时是一真法界,虚当然就是十法界,不仅是六道离了,四圣法界也离了,这是气入一真 所以他,一念相应,相应就是与真如本性相应,这当然是,第一稀有之菩萨 第一稀有之菩萨,就是法身大事 前面讲他离十法界入一真法界,十法界里面有佛,那佛也离了,不错,佛也离了,佛怎么可以离 诸位要晓得,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,是相似即佛 天台家讲六集,明子集,像我们现在就在明子位中,有名无实 在高一个层次教,观行即佛,观行是真正在修,是真修,观行位,虽然没有正果,他是真修 稍稍有了一些功夫,也能够正的果位,正的菩萨的果位,佛的果位,相似的菩萨,相似的佛 像天台家所说的,藏教的佛,通教的佛都没见性,叫相似位 别教的佛见性了,别教佛住一真法界,原教佛在一真法界,所以他离虚,离藏教佛,通教佛,这两个是虚不事实 第一稀有之菩萨,就是原教初住以上,别教初的以上,就叫第一稀有菩萨,因为他们破一品无名,正一分法身,有成佛之可能 这是,华言,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,是指他们 从静宗来说,这一念相应,是要与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,是要与静宗的三资粮相应,三资粮就是性,愿,行 性愿行一级是三,三级是一,那就相应,性了没有愿没行,不相应,我有愿,我也不肯念佛,也不相应,念佛人不想往生, 这也不相应,必须是一念之中,性愿行统统俱足就相应,这样的人决定往生,生到西方极乐世界,就是第一稀有之菩萨,比前面讲的第一稀有还要来的稀有 为什么? 前面第一稀有的标准,是破一品无名,正义分法身,只是原教初住,别教初的的位次而已。 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,我们从,无量寿经,四十八愿,以及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,即使下下品往生的人,生到极乐世界,蒙阿弥陀佛本愿微神的加持,立刻就把你的地位提升到阿维悦至菩萨,阿维悦至世期的以上,一般的菩萨怎么能比? 这个真教顿超,一下就超越,超到七的以上,所以更是稀有。 不但说有成佛之可能,很快就成佛了。 所以这个法门,叫当生成就的佛法,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。 有一些同修听到这个话,很感慨地说,往生恐怕很难。 我们在净土经论里面读了很多,知道这个事实真相,往生的确不难,是出世间法里头,最容易的事情无过于往生极乐世界。 没有比这个再容易了,一点都不难。 没有比这个再容易了,一点都不难。 怎么说不难? 只要你真信。 你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真有,相信真有阿弥陀佛,相信我一心持名,佛就来接引,只要你能够具备这个条件,就成功了。 什么时候往生? 想什么时候去,就什么时候去,多自在。 不一定要等寿命终了,随时都可以去。 去的方法,一定要依照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道理方法认真去做。 古德常常勉励人一句话很重要,老实念。 老实念的人,没有一个不成就。 凡是不成就的人,你仔细去研究他的原因,没有别的就是不老实。 什么叫不老实? 念佛里头夹杂就不老实,念佛间断也不老实,念佛不能夹杂,不能间断。 大士智菩萨教给我们,静念相继,这样的人决定往生,而且往生的非常自在,人人可以做得到。 十二,信未入道之门。 学佛必当手具信心。 此经全部,是以生性,开解,静修,成正,明其易去。 故无人闻得此经,对经中所说之如何生性,如何开解,如何静修,如何承忍,首当依依性入之。 然后方未实性,乃能开解修正也。 信未入道之门。 学佛必当手具信心。 此经全部,是以生性,开解,静修,成正,明其易去。 将为农居士一身研究,金刚般若,他对于全经章法脉络的看法,是遵守,金刚经心眼书。 在古大德科判本经,心眼书,确实有他独到之处。 古德当中,还没有看过其他人是这个判法的,他说,心眼,确实有这么一个意思,他将本经的正宗分,分成四大段。 这四大段是性,解,行,正,与清良大师判,华言,一个模式,一样的模式。 我们这个本字后面有科判,有表解,诸位一看就很清楚,性,解,行,正四大段,就是此的讲身性,开解,静修,成正。 性摆在第一位,所以性未入道之门。 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,念佛不但没得一心,功夫成片都没得到,参禅不能得定,不能开悟,眼窖不能大开圆解,毛病在哪里? 就在不信。 不要以为没有,我信佛了,我都皈依了,我都出家受了戒,那是行事,不见得是真的。 我记得,我过去出家受戒,受了戒之后,当然第一桩事情要去看老师,到台中去见李老师。 李老师跟我一见面,第一句话就告诉我,你要信佛,我那个时候学佛已经七年,好像讲经也讲了好几年,出了家受了戒,见面第一句话,你要信佛,我都愣住了。 然后李老师跟我解释,我才恍然大悟。 信不是嘴里说信,信了就要做到,没做到就没信,他那个信的标准是在这个地方。 譬如,金刚经,上交给我们,空有两边不住,应摩索住,而行不失,我们是不是空有两边都离开。 如果还是有分别,有执着,这,金刚经,确实没信。 没信说实在话,你也没懂,你不要说以为,金刚经,我研究不少年了,看了许多的大德的柱子,我很懂,我也能讲,讲得天花乱坠,说实在话,你还是不解,真正解了没有不肯干的。 过去孙中山先生提倡,知难行义,的学说,用在学佛非常恰当,佛法的确知难行义。 行,以我们净土宗来说,灵命忠实,一念,十念都能往生,多容易。 你要把静踪这个道理,理论搞清楚,这经上说了,等觉菩萨都办不到,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 大菩萨们如果不得诸佛如来微神加持,他没有办法理解的。 往生不退就成佛了,可见得修行成佛不难。 释迦牧尼佛用四十九年的时间,为我们讲经说法,苦口婆心的在教导。 干什么? 解。 解难。 解难。 不解他不肯行。 四十九年的时间都在讲解,可见得是知难行不难,我们行不到,就是知的不够透彻。 依旧迷恋六道的五欲六成,你对这个东西还是迷恋,你没有肯放下。 虽然听说了,佛在经上讲,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,一切有未法,如梦幻泡影,听得很熟,也会说,也会讲给别人听,就是做不到。 样样事情还当真,样样事情还执着,哪一桩事情你放下了。 这个原因就是你虽然知,你知的不够透彻,不够透彻的那个知不管用。 这是劳泪世尊说法四十九年,他说了四十九年,我们用四十九年能不能真的醒悟过来,真的明白过来。 很难说。 知的不够透彻,如何能性? 有能性的,这个能性,佛在经上说,不是没有原因的,过去生中生生世世,无量解所累积的善根,他这个善根要成熟了,对于佛的话他相信,他不怀疑。 所以许许多多不认识字的人,对于佛法一窍不通之人,教他念佛,他就死心他的的去念,念没多久,他能坐着往生,站着往生,欲知实质,也不生病。 这个事实我们现在明白了,佛在戴经上讲清楚了,累是善根福德的成熟,所以他不需要解,他能信,信了他就真敢。 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,别无二念,他就成功了。 念佛人心里面还有妄想杂念,这个心不成,这是妄心。 那个念佛就很难在这一身当中往生,这样念佛只是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而已。 哪一身,哪一结再遇到了,你真的能放下万元,没有杂念了,一心专念,你那一身就成就,那一身才能往生。 所以这个性字,关键就大了,我们这一身当中能不能成就,全在这一个字。 我们在一身当中,尤其现在修学的环境不好,善知识难遇,好的同餐到友也难遇,厄缘特别多,解救难了,太难,太难了。 唯一的方法,要把我们素式的善根引发出来,这个引发是,我专信,我不怀疑,那就有成就的可能,这是从素式善根里面建立清净信心。 佛讲的话决定是真实的,绝非妄语。 信心到清净的时候,自然就开智慧了,那个精字自然然读了都会懂。 为什么懂? 你心清净。 清净心感应道教不可思议。 我们今天说老实话,再好的老师,诸佛如来到我们面前亲自指点我们,我们也没有办法开悟。 原因在哪里? 心不清净,妄想太多,分别太多,执着太多,佛来指点你,帮助你也没用处。 这些都是事实真相,我们必须要明了。 然后静修,成正,明其义去,金刚经,的义理去向,不外这四分。 故无人闻得此经,对经中所说之如何深信,如何开解,如何进修,如何承忍,这个承忍就是正。 人简单的讲是无身法忍,如何成就无身法忍。 首当依依信入之。 然后方位实信,乃能开解修正也。 这一段依旧是强调信心,如果没有信心,本经解,行,正三分,皆不得其门而入,那就非常可惜。 古德常常教给我们,什么人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。 信佛之人,是世间最有福报之人。 信佛,这个人必定能依照佛的教会去修行,一定能够断恶修善,一定能够修行正果,这是功德。 这就是古人所讲,带得去的,这是真实的福德。 十三,当之一及一切,一切及一。 一是任一,非是专一。 华言,名此义。 故曰信解行正言之,若以信为主,则一切皆归信。 若以解为主,则一切皆归解。 与可类推。 主办之主,也是任一而非独一。 当之一及一切,一切及一。 这一句经文是,华言经,上说的。 阔弧里头是个小柱,一是任一,非是专一。 这就解释,一及一切,一切及一,一是任一,不是专一。 如果专一就错了,佛法是平等法,如果专一的话就不平等,所以任一。 华言,名此义。 故曰信解行正言之,若以信为主,则一切皆归信。 若以解为主,则一切皆归解。 与可类推。 主办之主,也是任一而非独一。 这一段意思很深,必须要加以说明。 依佛经而论,如果我们专攻,金刚经,金刚经,在一切经当中第一,一切经都是,金刚经,的注解。 如果我们学,无量寿经,无量寿经,在一切经当中第一,金刚经,也是,无量寿经,的注解。 所以这个仪式认一,不是专一,不是独一。 哪一个法门独大,没有这个意思。 佛法告诉我们,法门无量无边,殊途同归,法门平等,无有高下,所以说仪式认一。 因为一你才能专,专就能成就,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,法门虽然多,你要专一,你才有成就,你同时学几个法门,那你决定不能成就。 大臣经读的多一点的,也许诸位知道,我举出一个例子,龙树菩萨,这很了不起,在我们中国大臣八宗共族。 他在没有遇到大龙菩萨之前,通达是出世间一切典籍,他都读尽了,通达了。 是不是真通?没有。 他只是通文字,通表面。佛法里面讲通,是通自信,他没有见性,所以还供高我慢,还自以为了不起,这就是过失。 读再多的东西,你只通表面,通文字,不能通自信。 如果你是一门深入,通自信,如果通自信,明星见性了,的确是出世间一切法门,没有一样不通达。 所以龙树,我们讲魏玉大龙菩萨以前那个境界,要跟我们中国六祖比一比,差远了,六祖比他高得太多。 六祖也不认识字,也没有念过书,一部经也没念,你念什么经他都懂。 法达禅师念了十年,法华经,不懂意思,向六祖请教,六祖说,你念给我听。 法华经,二十八品,念到第二品方便品,六祖听了,好了,不要再念了。 后面都知道了,不要再念了,就讲,法华经,的意思给他听,他一听就开悟了,就明星见性,哪里有龙树菩萨那么傲慢。 世间人念书,说真话,我在国内外都听到的,有很多父母,父母没有受到好教育,但是全心全力培养儿女,儿女读书读得不错,大学毕业了,拿到硕士学位,博士学位,转过头来瞧不起自己父母,父母寒心了,许多场合不愿意带父母去, 觉得父母程度太低,不好意思见人,这是大不肖。 这就是什么?书念多了,那个眼睛慢慢念到头顶上去,连父母都瞧不起了。 不念书还好,还老实,还很谦虚,对人还很恭敬,越念越傲慢。 傲慢是烦恼,读得越多是烦恼越长,这不是佛法。 佛法真正通达的时候,那个人和睦谦虚,你们在经上看,哪一尊佛有傲慢,哪一尊菩萨有傲慢,没有。 凡是供高我慢的,不通,念得再多也不通,这个不通诸位要继位,不通自信,没有见性。 所以他念那么多书,他得的结果是什么? 得的是,清梁大师讲得好,增长邪见,真的果然没错,他要不增长邪见,他怎么会供高我慢,增长邪见。 这才知道古大德为什么叫借学人一门深入,一门深入不会犯这个毛病。 在,华严经,上,善才童子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,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心就定了,一级一切,任何一部经都是一切经,你只要通达了,一切经都通达。 六组会能大师就是听,金刚经,开悟的,金刚经,是一部经,实际上五组人和尚跟他讲,金刚经,只讲了四分之一没讲完,讲到,应摩锁住,而深其心,他就彻底明了了,大彻大悟,后头不必讲了。 这一部经明了,一切经都明了了,不但佛法明了,世间法也明了了。 为什么? 是出世间法都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,你把源头找到了,哪有不知道的道理? 根本找到了,好像一棵大树,树叶不知道树枝,树枝知道树叶,一根树枝上有许多树叶,小只不知道大只,大只知道小只,一个大只里面有许多小只,如果找到根本那就全部都知道了。 自信是根本,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根本出生的。 所以会学的学什么,找这个根本,根本就是自信,就是真心,尽宗讲的一心,清净心,那就是根本。 根本怎么修? 要专一就修得了。 所以专经两个字,佛菩萨劝我们,祖师大德劝我们,我们就是不肯干,一定要搞砸了,这个过失在我们自己,不在善之事。 所以晓得一事任一。 后面讲的主办,华严经,上讲,主办袁荣,如果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主,释迦牟尼佛第一,所有一切诸佛都在释迦牟尼佛底下,一佛出世千佛拥护。 像我们这个讲堂,这个位子是主席,释迦牟尼佛坐在此的,阿弥陀佛,提卢遮那佛都坐旁边,都两边坐,阿弥陀佛为主,那释迦牟尼佛也坐在旁边。 所以这个主不是很多个,也不是专一,不是独一,是任一。 不但佛为主,有不少法门里面以菩萨为主,像密宗里面所讲的本尊,本尊就是主。 以观音菩萨为主,诸佛如来都要摆在观音菩萨旁边。 这才显示出佛法真平等,这不是假的,真平等。 主不是哪一个人当的,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,一个主,其他统统事半。 此地是跟我们讲,性解形正,以性为主,解形正都归性。 没解之前,是勉强的性。 我们没有理解之前,我们对老师的性,是尊重老师的人格,敬仰他,敬重他,我们信他的话,没解。 解了以后叫正性,有理论依据,换句话说,没解之前,我们一般讲人格担保。 佛菩萨是好人,绝对不是坏人,决定是善人不是恶人,他的话我们怎能不信。 这个性叫强性,实在讲是个勉强的性,可是并不是没有条件,是有条件的。 老师的人格,老师的人格值得我们尊敬,他的品德,他的学问,值得我们尊敬,我们凭这个信他。 道理通达了叫正性,我们佛教里头常讲正性佛教徒,正性佛教徒是名理的。 你信佛不是对某一个人尊敬的,不是对佛菩萨,是真正通达道理,那个信心从这里建立的,从解上建立的。 如果从形上建立的,形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,把这个理证明了,那就真性,比正性还要深一层,正性是只有理论还没有通过试验。 这是经过试验,证明这个道理确实没错,所以这个性是真性。 如果到正的阶段,那是圆满的究竟性。 用一个性,就全部都归到性。 如果用解,性行正都归入解。 没解之前我相信,譬如,金刚经,我对,金刚经,相信它,什么意思我还不懂,因为我性,所以我发心去学它,这个性就归解。 解了之后,我照这个去做,从做的当中,把解证明,证实了,这是行性,到最后圆满,我证了这个行解,到最后是正解。 说这三桩事情就够了,其他不必说了,以此类推。 事出世间万事万物,一及一切,一切及一,无论是学佛,无论是在世间求学也好,办事也好,生活也好,你要能够掌握到一,你没有不成功的,你没有不快乐的,你没有不幸福的。 你要是搞多了,搞砸了,纵然你有一点成就,你会生活得很辛苦,生活得很劳累。 事法尚且如此,佛法也不例外。 我常常勉励一些年轻人,三十年前我教学生,就常常勉励,但是没有一个肯相信,没有一个肯听。 我才想到李老师讲,师资之道难,一个学生要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,一个老师要找一个学生也不容易,到哪里去找一个百分之百听话的学生,找不到了。 现在人就是听假不听真,真就是一,假就是多。 你要多学,样样都要看,样样都要听,都要懂,我从来不这样告诉人。 为什么? 现在骗他,他欢喜,到将来他堕落了,以后再碰到恨死你,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? 你为什么指出我这一条路来? 他现在不懂,到那个时候他知道了。 所以我清楚,到他后悔的那一天他碰到我,我很后悔没有听你的话,这个好。 不置之于他来责怪我。 我是跟你讲了,你不听,那有什么法子? 那就没有法子了。 专精,一门深入,无论是解门,无论是行门,最可贵的就是一。 宗门有一句话说,实得一,万事必,你真正认识一,什么事都没有了,这一句话说得很好。 以后我们再看,华言,或者再看到其他的典籍里面,引用,华言经,这一句话,意即一切,一切即一,意思我们明白了。 十四,文法当生会其用意之所在。 若执着明言,死在句下,为学佛之大计,亦非原容无碍之佛法矣。 这几段实在讲对我们初学,是最宝贵的开导,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原则。 听经,看经,文法包含这两种,我们看经,我们听讲,一定要深深体会用意之所在,那你就会听了。 古人所谓,耳听,心听,神听,不一样。 这是形容领会的深度不相同。 耳听是最浅的,心听就深了,神听就更深,要能体会。 不会听的人,就是下面所讲的,执着明言,死在句下,这是学佛最大的忌讳。 这样听经,佛法的义去,他决定体会不到。 我记得过去,好像在这个地方也曾经讲过。 我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教,李老师的方式是讲小做,我们今天晚上听他讲经,明天晚上我们就复讲,把他今天晚上讲的东西,要重复讲出来。 因此在听经的时候,那当然我们会记笔记。 那个时候的讲堂,也像这样的,我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,老师看得很清楚。 他老人家下坐,在休息室休息的时候,就把我找过去,我去见他,他就问我,你听经的时候,是不是在写笔记? 我说,是的,他说,你写这个干什么,我说,帮助记忆免得忘掉,要帮助副讲,他摇摇头,他说,你这个记的东西没有用处。 你费这么多时间去写,写的那么多,到明年你的境界提升了,完全用不上。 我想想是蛮有道理的。 所以他教我不要记笔记,全部精神贯注听他讲。 他告诉我,他说会听的人听教理,就是此的讲的,生会其用意之所在。 这一句话说的笔统,李老师分层次,会听的听教理,听理论,理通了之后,所有佛法都通了。 我们想到六祖会能大师,听,金刚经,他听的是教理,所以他全部贯通了,那不是普通人。 李老师讲,那当然你做不到,我确实做不到。 做不到应当求其次,这其次是什么? 教义,你要能听这个。 听到教义,虽然不能全部贯通,能通一小部分。 譬如在中国,佛教十个宗派,每一个宗有他的教义,你能够通达教义,就能通达一宗,通达教理,是通达全部的佛法。 他说,万万不能记笔记,我讲一句,你记一句,那都变成死东西。 你将来上台奖金,一定要拿笔记,离开笔记,笔记还漏掉一句,这一句没听清楚,那怎么行? 不可以的。 不能在讲台上,我这一句漏掉了,不会讲了,这个不可以的。 所以他教我们学东西学活的,不要学死的。 这个当然是有困难的,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。 我遵守他老人家的教会,我在台中十年,我的笔记本只有两本,每一本里头大概写一半都不到,我十年用了两个薄薄的笔记本子,总共大概我所写的没有超过五十页,十年。 他教给我的方法,这个方法真好,真是妙极了。 他教我学活的,不要学死的,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。 要能够体会到真正的意思,就像开经纪上讲的,愿解如来真实意。 意是意在言外,读经是意在字外。 斑若,斑若在,金刚斑若经,的字外面,那个字里头找不到斑若,没有斑若。 所以会看经的,他看这个字外的那个意思,会听经的,听言外之音,那就会有受用,你就真会听了。 最怕的是,执着明言,明是明像,明词术语,言是言说。 明言记录下来就是文字,底下讲,死在句下,那叫读死书,读死书是奸人讲教书呆子。 用这个方法来读佛经,就变成佛呆子。 真有佛呆子,你问他佛法,他样样都懂,他懂得很多,他就是呆呆的,他不会用,他没有办法把他所学的东西,应用在生活上,他不会,他记得很多,就是儒家所讲的记问之学,他记得多没用处,不知道怎么用法。 佛法是圆容无碍,那是真的佛法,大乘佛法,华严经,的境界,理事无碍,事事无碍,这才能入得进去。 死在句下的人,是永远没指望,他入不了这个境界。 性、解、行、正四世,无一部观景要,这四个字样样都重要。 而性解尤为最要,性解是最重要的,因为你不能解,你就不能行。 譬如我们常常讲,这个经上讲的,实在讲就是教我们放下,放下是行。 为什么放下的道理,放下的道理是看破,也就是说你看不破,所以你放不下,这个一定道理。 真正看破了,那个放下不要人说,自然就放下,他再也不会执着。 所以一切妄想,分别,执着的根源,就是对于事实真相没看清楚。 看破是看破是看清楚,看明白了。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明白,不了解,所以才有妄想,分别,执着。 因此性解是入门,性解最重要。 真正解了之后,没有不肯行的,真正肯行,没有不正果的。 十五,大论,卷五十云,于无身灭诸法时相中,性受通达,无碍不退,明无身忍。 大论,卷七十三云,的无身法忍菩萨,是明阿炳拔志。 华言,魏八的正无身忍。 仁王经,则在七、八、九地。 固言出驻证者,是分证。 八的等证者,是原证。 大论,卷五十云,班若经上所说的大论,如果不特别指出来,那就是,大制度论,属于班若不得。 在法相里面,如果讲大论,那一定是,瑜伽师的论。 他不标名字,只说一个大论,一定指的是,大制度论。 大制度论,有一百卷,这是第五十卷里面有这一段文,于无身灭诸法时相中,性受通达,无碍不退,明无身忍,无身法忍这个名词。 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,因为我们课诵本回相纪里都有,花开见佛物无身,都念得很熟。 什么叫,无身忍? 能讲得出来的人不多,这是,大制度论,对于无身忍的解释。 于无身灭诸法时相中,诸法时相,确实没有生灭,时相是真相。 我们今天看到一切相有生有灭,动物有生老病死,植物有生住亦灭,矿物有成住坏空,这都是生灭相,佛在经上也常讲。 佛这个说法是方便说,是随顺众生说,我们知道佛说法,他的大原则是一二帝说法,二帝是真帝,俗帝。 真帝是佛自己的境界,完全讲真实的,俗帝是随众生的境界。 所以俗帝我们好懂,是我们的尝试,我们能理解,真帝往往我们无法接受,不能理解,我们没见到,从来也没听到,除佛之外,过去也没人曾经这种说法。 这是佛说法的原则。 这一句是依真帝而说的,如来的境界,像,冷言经,上所说的,如来与大菩萨,法身大事,他们的境界。 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法不生不灭,跟我们所见到的完全相反,这才叫一切法的实相。 一切法的实相,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报告过几次。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,实法界的现象,所谓一坛只有六十刹那,一刹那有九百生灭。 那个生灭的时间,实在讲极短,极短,就看不出生灭了,所以说不生不灭。 而我们感到这个生灭是一个相续相,连续的相它就变成生灭。 譬如我们看电影,用电影的比喻好懂,我们在电影荧幕上看的画面是生灭相,是生灭相续相。 那个放映机,那个镜头,一开一张底片放出来了,马上关起来,再打开第二张片子放进去了。 因为它速度很快,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一个动画,它有动作的,我们凡夫看到这个,所以说万法无常,生灭相。 诸佛菩萨是看到底片,那个底片一卷拿出来,不生不灭,没有生灭相,它看到是底片,底片是实相,是真相,我们看到荧幕上幻想,不是真的。 诸位从这个比喻里面,你细细去体会。 诸位从这个比喻里面,但是我们现在的电影,是一秒钟镜头开二十四次。 如果照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比喻,一坛值六十刹那,一刹那九百生灭,那是一秒钟二个十万八千次生灭。 那个速度多快? 二个十万八千次,这是真的。 你了解之后,真的是没有生灭,你看到底片,不生不灭。 佛给你说的事实真相,你相信,你接受,我们现在也相信,也接受。 佛讲的我们相信,我们接受。 我们是不是正无身法人? 没证。 为什么没证? 我们没有通达,达是达到这个境界。 我们只是听佛这样说,相信佛的话,佛讲的一定是真的,想想也蛮有道理,用科学的理论能够想得通,也就是说不违背科学的逻辑,能够讲得通的,可是毕竟我们没有能够证得。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通达。 果然,信寿通达,无碍不退,不退是信心不退,通达是他证明了,他入这个境界。 佛亲眼看到这个境界,他也亲眼看到。 看到什么? 看到阿赖耶时的活动状况,这是阿赖耶三系乡里面的事情,无明不觉生三系,是这个境界。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,什么人才能够见到阿赖耶的三系乡? 佛说八的菩萨,七地是远行的,八地是不动地。 八的菩萨见到,他见到跟佛所见到的完全相同,所以佛说的他毫无怀疑,完全接受了。 这样的菩萨才叫做正无身忍菩萨,我们常讲无身法忍,正无身法忍的菩萨。 大论,卷七十三云,的无身法忍菩萨,是明阿炳拔志,这个好,实在是好。 给我们证明了,弥陀经,无量寿经,上给我们讲的那个往生的状况。 我们一身到西方极乐世界,就是八的菩萨,所以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。 通常,这是佛在经上说的,凡夫要以无量劫才能够修满实性。 实性菩萨退转,退得很快,退得幅度很大,他会退,无量劫才成功,才实性心满,实性心闷之后, 那就不退了,卫不退,行不退,念不退,正三不退。 从正三,不退这一天起好办了,那个时间就可以算得出来,不向前面你静静退退,那怎么算法? 没法子计算。 实性心满正三不退,这个讲的是原教,三不退就可以算了。 从这个时候起,修行成佛三大阿森指节。 三大阿森指节不是普通讲的,要是普通的那种说法,只要有修行就算的话,我们每个人早都成佛了,那还在这个地方干这些事情吗? 经上佛给我们讲的,等于给我们授记的,我们过去身中的修学已经经历无量劫,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,这都是,无量寿经,上讲的,金刚经,上也是这么说。 要不是类节的善根,无量节的善根,今天你怎么可能在这里做两个终点,居士灵格必那些邻居他都不来。 所以你要晓得,你能够在这里做两个终点,是无量节的善根,谈何容易。 一定是要正的原教初注,就是正三不退,这个时候开始算起,三大阿森指节。 第一个阿森指节修满三贤位,十柱,十行,十回向,第二个阿森指节修七个位次,从初的到七地。 第三个阿森指节修三个位次,八地,九地,十地。 无身法人的菩萨是八的,二个阿森指节修满了,入第三个阿森指节修八的菩萨,正无身法人。 仁王经,上讲法,在七,八,九的。 仁王经,佛把无身法人分作三品,下品七的菩萨,中品八地,上品九地。 十的旧部叫无身人,叫寂灭人,比无身人又提升了一级,寂灭人,法云的菩萨是下品,等觉是中品,佛阵的是上品。 故言初注正者,是分正。 八的等正者,是圆正。 我们讲初注,这是把标准放低,不要定得这么严格,严格的标准是八地。 放宽来讲,初注正的少分,所以叫分正。 八地是圆正,无身法人正到圆满。 十六,观经书,曰,无身人,是初的初注。 得注并说者,可见别出的,圆出注,见地相等。 又可见见地不圆者,必至登的乃圆。 是以时的菩萨,始终不离念佛也。 观经书,曰,无身人,是初的初注,这是佛在,观无量寿佛经,上所说的。 得注并说者,可见别出的,圆出注,见地相等,经上讲的都一样。 又可见见地不圆者,必至登的乃圆。 是以时的菩萨,始终不离念佛也。 正因为如此,所以我们对于学佛的同学们,他不相信净土法门,他学其他的宗派法门,我们对他们要尊重,要礼尽。 为什么? 他不明了,我们明了,第一稀有就是无身人的菩萨,这才真正是第一稀有。 他现在不肯念佛,无论他修什么法门,我们尊敬他,我们勉励他,劝他一门深入,专精修学他会有成就的。 不过他的路遥远,时间很长,他们的果报最后都是华藏世界,正的原教初注,别教初的,都入了华藏世界。 在华藏世界修满一个阿森纸节,到第二个阿森纸节,他在华藏世界救阵的原教初的菩萨,就登得了。 登得之后他一定会遇到文书,普贤。 普贤菩萨一定是大愿王岛归极乐,所以到最后极乐世界我们再见面,我们在极乐世界也资格很老了,老大哥了,是不是? 你看他绕好大一圈,到这个时候才来。 这是真的。 我们马上就到了,他要绕好大一个圈,真的要绕无量节,才绕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我们很清楚,很明白,讲给他听他不相信,他还要骂人,所以就干脆不讲了。 你那个法门很好,你好好的去修吧。 七五,明实乡。 世尊,是实乡者则是非乡,是故如来说明实乡。 一,此节经文,是解是实乡,以及何以名为实乡之乙。 是实乡,则是非乡。 正是说明其所说的是性,而不是说乡。 假名为实乡,意味性不同相之虚妄,所以名之曰,实乡。 此节经文,是解是实乡,以及何以名为实乡之乙,科提是,名实乡,名是说明,说明什么是实乡。 解是实乡,为什么叫他做实乡?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? 是实乡则是非乡,这才把实乡真的说出来了,要不用这种巧妙的说法,实乡说不出来。 实乡是空有两边都不住。 你说了一个就落实了,就落在一边,两边不住,你从这里面去体会。 所以实乡不在文字里,你要在文字里找,那就错了,文字里没有。 正是说明其所说的是性,而不是说相。 假名为实相。 实相是真如本性。 佛在一切经里面,把这一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字。 也许有人要问,这一桩事情,立一个名字就可以,为什么要立那么多名字,叫我们反而搞不清楚。 其实佛是很巧妙的显示实相,叫你知道明是假明,万万不可以执着明字,执着明字就错了。 近代南洋的童修,都知道弘义法师。 本灵还有红衣大师提的字,在客厅挂着一幅对联。 红衣大师常常写字送给人,他后面提的名字不一定,随时想个什么名字,就提个什么名字,所以后人把他所写的字,提的名字统统收集起来,大概有七、八十个名字。 这七、八十种名字都是他,他为什么用这么多名字? 就跟词的一样,不要执着名字相,知道是这个人就行了,他叫什么名字都可以,何必要执着? 执着就错了,破执着。 佛对于一桩事情用许许多多法相名词,就是教我们破执着的,不要执着名字相,不要执着言说相,要懂他的意思,要体会他的意思,那就对了。 这是说法的善巧,这是他高妙之处。 我们要懂,说性也不能执着性,说真心也不能执着真心,说真如也不必执着真如,总而言之,晓得他所说的是一切万法的体性,现在哲学名词所说的一切万法的本体,是讲这个东西。 所有一切万法都是从他变现出来,说的是这个东西。 为什么讲各识相? 因为佛既然说相,意味性不同像之虚妄,像是虚妄,像是刹纳不住的,他是虚妄的,但是性跟相不一样,性是真实的,他不是虚妄的。 性是能变,像是所变,能变的只有一个,他本身不会变,变出来的虚妄相,千变万化,刹纳不住。 说实相的意思,就是区别跟一切幻相不一样,跟生灭的幻相不相同,所以叫他做实相。 我们看到实相这个名称,就晓得它是从体性那一边说的,不是从献相说的。 二,须知佛经中,一言一明,无不善巧,能使人借此名言,可以从此面打笔面,不致取这一面。 性本非相,而能献起一切相,而能献起一切相,空而不空,此性之所以未真实也。 经文,是故如来说明实相,据,正显此意。 须知佛经中,一言一明,无不善巧,能使人借此名言,可以从此面打笔面,不致取这一面,会读经的人,会听经的人,他所体会的的确不一样。 从前李老师常常教我们,学佛的人头脑,要像水晶,琉璃球,透明的,圆圆的,学佛才管用。 那个四四方方的木头头脑没有用处,转都转不动的,学佛一定是学呆了。 学佛要活泼,要灵巧,看经文法才能体会到里面的妙意,那的确叫,意在言外。 佛句句话,每用一个名词,都可以说是启发我们的悟性。 我们为什么不悟? 就是李老师讲的,我们用四方木头脑子来学佛,那就不能悟了。 这个比喻就是分别,执着,我们亏吃在这个地方。 分别执着具体显现的,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成见。 他先有个成见,这个东西麻烦了,换句话说,他已经有个标准,已经有个框框在那个地方,你不合适的,他不接受,这个就没有法子。 所以为什么叫你听经? 听经是如此,看经也是如此。 不但听经,看经是如此,你在生活上,在工作上,一切活动里面,都要懂得这个道理,离言说相,离名字相,离心原相。 离心原相就是决定没有成见,心地干干净净的一成不染来接受,这才能够触动物门,让你真的开解领悟。 一有成见就不行,特别是大乘佛法,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,万万不可以有成见。 文艺之识,举意反三,你就得受用。 所以说可以从这一面体会到那一面,这就不着想,透彻了。 中国的文字充满了智慧的符号,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用的文字都比不上中国文字,这个符号里含着很深的意思。 譬如,想,这个字,一想心里头就有相,心上有各相,一想就有了相。 思,思就有界限,就有分别,一有分别,你心里就画界限。 所以文字里面充满智慧,你看到这个符号会觉悟。 早年我在台北奖金,有一个同修常常到我的奖堂来,听了不少年。 以后他的工作转到台中,在台中遇到一个女孩子,她有一丝结婚,写一封信给我,问我好不好。 我回她一个字,我写了一个明信片寄给她,就写了一个,婚,字,你们想想那个,婚,字是什么意思。 见到女人,头就昏了。 我写了一个大字寄给她,她以后就不结婚,一直到现在还没结婚。 其实我并不是叫她不结婚,我也不是叫她结婚,叫她了解这个字的意思,了解这一桩事情的意思。 结而不婚,那就行。 中国古时候婚礼一定太阳落山之后举行,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结婚的,没有这个道理。 你们去读古礼,去读,礼祭,举行婚礼是在夜晚,点着灯的时候,不可以在太阳底下。 中国许多东西非常之美,你要读起来真有味道,但是现在都不讲求,像现在里没有了,里没有了就天下大乱。 中国过去是道德仁义礼,最高的是道,道没有了讲德,德没有了讲人,人没有了讲义,义也没有了,那只有用理来维系,理没有了,那就乱了,就乱是。 所以中国文字充满了智慧。 性本非相,性却确实实不是相,性能现相。 而能现起一切相,性体是空,它作用不空。 空而不空,此性之所以未真实也,体一定现相,一定有作用,但是它现得相,像是动的,像是有变化的。 所以像是虚妄的,性是真实的。 这个动静也是相对的,也不是绝对的,也就是说动的幅度,现在人讲震动。 近代的科学家,我们不能不佩服它,实在是很聪明。 早一代的科学家认为真的有物质存在,他们用分析的方法,就是佛常常在小陈经里面讲的西空观,用分析的方法,把物质分析到空,才明了物质是假的,不是真的。 过去科学家也用分析的方法,把物质分成分子,分成原子,分成电子,分成粒子,一直往下分,总以为有一个基本的物质存在。 现代的科学家进步了,他们的观察证明没有物质存在。 物质的现象是什么? 波动的现象,光波,电波,叫波动的现象。 从这里面产生的幻觉,绝非实有。 这跟佛经所讲的越来越接近,这是用科学仪器发现的。 佛给我们讲的,实实在在是一种波动的现象。 香宗所说的无明不觉,无明就是波动,所谓是,一念不觉而有无明,那个一念不觉就是波动,所以心动了。 动就会现香,不动就没有香,三细香那个动得很微细,到六粗的时候那个幅度就大了。 由此可知,佛为我们说的一坛指六十刹那,一刹那九百生灭,是阿赖耶的三细香。 我们现前身心这种香,动的幅度比三细香不小的超过多少倍,没法子计算。 所以我们感官的世界,感觉的好像都是真实的,都不是假的,其实全是虚幻不实的。 我们看到大臣经上,华严经,毗如这那佛的一针法界,华藏世界,无量寿经,讲的西方极乐世界,这叫一针法界。 一针法界从哪里来的? 就是阿赖耶的三细香。 换句话说,也是一个连续香,连续的香,但是它那个香比我们这个香,就完全不一样。 我们这个地方生灭的现象太快,震动的幅度太大,它那个幅度很维系,所以你看到的香永远长柱,好像永远不会变,它那个幅度小,动的幅度小,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懂。 譬如说,我们人跟刀利天比,刀利天震动的幅度就比我们小,所以他的寿命就长,他们那边人就不容易衰老。 刀利天跟夜摩天比,夜摩天震动的幅度就更小,所以寿命比刀利天长,人比刀利天更年轻,就是这么个道理。 从这个道理,你去观察六道,你去观察十法界,那个事实真相就不难明了,明白这个道理,回过头来再一看,看华藏世界,看西方极乐世界,是一回什么事情,也都能通达了。 可以从此面打比面,不至于取这一面,就这一观察,面面都通,都明了了。 经文是故如来说明石相沟,正显此意,经文上这一句,就是显示这一个深意,这个意思的确非常深,非常广,我们从这里去领会。 实在讲,能说得出来太有限了。 说出这一点,帮助大家去看,去观察,帮助大家去体会,面面体会。 就是在一个人一生当中,这是最容易比较出来的,我们几个人常常在一起的,有些人很容易衰老,两年没见面老很多,有人就很不容易衰老,特别是我们那些同学们在一起,常常见面的。 你仔细再去研究,原因是什么? 因震动幅度尽量低,尽量缓慢,那你就延年易瘦。 不要吃补东西,那个补东西是骗人的,没有那回事情。 那个价钱那么高,你口袋的钞票都被人骗跑掉了,不是有效的,真正有效的是清静心,少烦少脑,必须要晓得烦恼不能解决问题。 我有好多事情不能不烦,那是傻瓜,你烦能解决问题吗? 果然解决问题,那你那个烦是正确的,烦解决不了问题。 什么能解决问题? 心清静解决问题,清静心生智慧,智慧才能解决问题。 烦恼,妄想,分别,执着,怎能解决问题? 是法尚且如此,学佛你就晓得了,你要用妄想,分别,执着来学佛,你永远不会开悟,你永远得不到功夫成片。 一定要把妄想,分别,执着统统放下,让心恢复到清静,这个佛法一看,一听,就明了,就通达,从这一面就透过那一面,面面都通,意思都明了。 归根结底,清静心重要。 精刚经,尚告诉我们,应魔所住,无住,清静心就升起来,而行不失,就是用清静心来应付一切的事情,而行不失就是这个意思。 用清静心生活,用清静心工作,用清静心带人接物,那叫,而行不失。 好,今天时间到了。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四十三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,九年二月三年四月三。 请先开经本,一百零一页。 三,香而非香,色即是空。 非香而香,空即是色。 香即非香,非香即香,正是如来藏真实意。 顾曰,如来说。 这是解释经文后面一句,是顾如来说明石香。 为什么要用如来说,不用佛说。 这几句就为我们说得很清楚,很明白了。 一切大乘法皆是世尊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,石香就是真实相。 真实相不但不容易说,实在我们凡夫也很难体会。 我们在大乘经上,对于佛的说法,就是说法的方法,实实在在佩服他的巧妙,不能说的他也说出来了。 这个说出来,古大德有个比喻,就像画图画,他用的手法是轰云拖月,月亮画不出来画云彩,云彩当中露出一块,不就把月亮显示出来了吗? 世尊为我们解释诸法石香,手法很接近这个方法。 石香说不出来,旁敲侧击把那个石香轰拖出来,用这个方法。 告诉我们石香既不是香也不是非香,香是色香,是有香,非香是空。 说明真相既不可以说有,也不可以说空,空有两边都不能说,那怎么个说法。 只可以说,香而非香,非香而香,用这种方法说,让我们从这里面去体会。 心经,里面讲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色不亦空,空不亦色,你在这个句子里面去体会。 这种说法,实在讲真的是一个字也没说,一句话也没说,所谓是,说而无说,无说而说,我们要在这里面去体会。 真正体会得了,所谓,见而无见,无见而见,听而无闻,无闻而听,那你就有点味道了,真正东西你才能够领略几分。 前面我们曾经读过,诸法一如。 一,就没得说,二才可以说。 一,怎么个说法。 诸法是一切法,是万法,万法亦如。 所以这个,说,确实有它的善巧,现在人讲的技巧。 非香而香,空即是色。 香即非香,非香即像。 从这里面去显示出,如来藏真实意。 大佛顶首人言经,里面讲如来藏,如来藏是什么? 就是真如,就是本性,就是此经讲的如来。 一如都是一个意思,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。 世尊每每就一桩事情说出许多的名相,用意是叫我们不执着,叫我们离名字相,离言说相,离心缘相,这一接触就明了,就误入。 这是佛教学的目标,是让我们误入十项。 离家讲的是要求我们明心见性,这些方法都是教人明心见性的方法。 我们为什么见不了性? 实在说我们不善学,佛是善教,我们不善学。 佛所教的事两边都不着,我们学的是不着这边就着那一边,一定要执着,这就不善学。 所以学几十年,学一辈子都不能见性,都不解如来真实意。 过失在我们这一边,佛那一边的确没有过失。 我们想找佛的毛病,真是一点都找不到。 所以说,如来说。 如来,世尊在本经跟我们解释这个意思,如来者,诸法如意,就是诸法易如。 诸法易如实在讲就是静宗讲的礼意心不乱,禅宗讲的明心见性,本经所说的实相。 四,佛经中常云,性体空计。 因防人误会性体之空为空无,性体之计为枯计。 故复明性体为实相。 实是真实有,非空无也。 像是赤然显现,非枯计也。 佛经中常云,性体空计。 因防人误会性体之空为空无,性体之计为枯计。 故复明性体为实相。 说明佛为什么使用许许多多不同的名词术语。 世尊知道凡夫的大病就是坚固的执着,他要是不执着,说老实话,修行正果很容易,哪里要三大阿僧止节,无量节,用不着。 这个病根太深,太重了,很难拔除,我们要晓得,就是这乡,就是妄想,分别,执着。 所以无量节来,虽然供养无数的诸佛如来,依然还在六道轮回,还要受这些苦难,原因就是妄想,分别,执着。 尤其是班若经,若有丝毫的执着,不但不能解议,一定会错解,一定会误会,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。 性体空计,大臣经上常说,仁王经,讲佛菩萨的果位,用五种忍来标明。 福忍,信忍,顺忍,无声忍,寂灭忍,都用忍来标明。 显示出世尊的说法,正如同在《华言经》所讲,一及一切,一切即一,一即是多,多即是一,圆容无碍。 可是这样说法当然有一部分人,在这个说法里面开悟了,可是还有一部分人听了发生误会,这个真有,不是没有,把佛的意思错毁了。 所以防人误会性体之空,他讲空,空是什么都没有,那叫空,佛说的空不是这个意思。 佛说的空是什么都有,不是没有。 什么都有,为什么说他空? 因为他了不可得。 本经末后,从比喻当中说,梦幻泡影,你们想,梦幻泡影,有没有。 有,不是没有,虽有,不可得。 因为他不可得,所以叫他做空,不是没有,把他当作,空无,来讲那错了。 性体之,即,要把他当作枯迹来讲也错了。 枯迹是什么? 枯迹是死的。 而不知道佛法这个既是活活泼泼的。 既是什么? 既是静,清静,清静到了极处。 虽然清静到极处,它不是死水,它是流动的活水,活活泼泼,所以它显示出待用无方。 十方法界哪个地方有众生求,佛菩萨立刻就感应。 我们赞叹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印,那个,千,不是数字,如果是数字,千不多,太少了。 观音菩萨的感应是尽虚空,便法界,无量无边。 千是表法,表圆满,表无量无边,表这个意思。 我们也求,求了不感应,天天念观音菩萨,拜观音菩萨,观音菩萨也不来显给你看一下,这是什么原因。 你虽然有求,这当中有障碍,不是佛菩萨不应,是你自己有障碍。 譬如我们白天,天天想看太阳,可是偏偏打一把伞,你永远也看不到太阳。 什么原因,你自己有障碍,不是太阳不照你,是你有障碍把它障住了。 这个障碍是什么? 妄想,分别,执着,还是这个东西? 所以离开妄想执着,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菩萨,统统都感应道教。 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丢掉? 这个东西害人害惨了,何必还这样爱惜,舍不得把它丢掉。 这是佛在经上常说,愚痴,颠倒,可怜悯者。 佛讲的这些话,就是说这一桩事情,应该要舍弃的,偏偏不肯舍弃。 所以障碍你无使节到今天一切的愿求,你求不到。 我们晓得,把这个障碍去掉,就感应道教。 佛是门中,有求必应,求成佛,这一生都能做佛。 你想想看,其他的都是小事,哪有求不到的,哪有没有感应的。 一定要知道去障碍要紧。 记,不是枯记,怕人家看到空记两个字发生误会,又说,性体未识相。 识是真实有,非空无也。 不是什么都没有,什么都没有,那个空有什么难懂。 两,三岁小孩都懂。 而佛说这个空义,小成人不懂,大成全教菩萨也不懂。 我们今天在此的懂了没有? 好像懂了,又好像不懂,我们今天确实是这个样子。 真的要是明白了,你一定入境界。 我们今天是似懂非懂,并没有彻底的明了。 像是赤然显现,非枯记也,这个像怎么显现。 有体就有作用。 像之显现是波动的现象,使法界一阵庄严,都是这个现象变现出来的。 如来果地上一针法界,它动的幅度最低,动的最慢。 那个波动很微小,动的很慢,显示出那个法界永恒不变。 在十法界里面,菩萨这个波的振动比佛法界幅度要大,时间要快。 身闻,圆觉法界比菩萨法界振动时间又要来得快速,幅度又要来得大。 由此可知,振动时间最快速,幅度最大的,是三恶道众生。 三恶道众生那个心念极不平。 这个现象实在讲,我们自己要是冷静地去观察,不难发现。 不要观察别人,观察自己,自己有的时候心很平静,很清静,其念头也很维系。 如果遇到外面环境刺激,或者生欢喜心了,或者甜会了,我们讲心跳,脉搏,那个速度就快,幅度也大了,从这个地方很明显地能够体验得出来。 在缓慢,平静的时候变化小,就在我们自己一生,当我们心情很平和,很清静,这个变化就小,就缓慢。 当我们生欢喜,手舞足蹈,或者发脾气发怒,那个变化就大,人的相貌都变了。 这是我们很容易体验得出来的,就是这么个道理,使法界一正庄严也是一个道理。 佛法的行门上,总纲领就是修定。 不管哪一个法门,八万四千法门,无量法门修什么。 修定。 应戒的定,应定开会,都是修禅定。 绝对不是说,唯有禅宗才修定,现在就有很多人误会,认为不是参禅就不是修定,大错特错。 八万四千法门,实际就是讲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,修什么? 都是修定。 他用参究的方法修定,我们用持明念佛的方法修定。 方法不一样,所得到的效果相同。 我们静宗所讲的是一心不乱,就等于禅宗的禅定,禅宗讲的定。 礼一心不乱等于禅宗里面的破本餐,大彻大悟,明心见性。 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,所说的名词术语不一样,实际上依装是情。 教下用止观的方法,密宗用持咒的方法,方法尽管不同,都是修,戒定会。 依照那个方法去做,就是戒,戒就是如法,守规矩,依照方法去做,那就是持戒,依照方法去修,功夫得力了,一定就能得定,得定之后能开悟,能见性,是这么一桩事情。 这个,祭,不是枯祭,枯祭就变成死定,那有什么用处? 不起作用。 诸佛菩萨表现给我们看的,行住坐卧都在定中,大臣经上常用比喻说,那家常在定,无有不定时。 那家是梵语,翻成中国意思就是龙像,就是大象。 我们看大象,到动物园去看看大象,所有动物里面,大象好像是在定中,它很稳重,慢慢的。 它不像其他的动物蹦跳得很快,好像心不定,像好像都在定中一样,用这个做比喻。 诸佛菩萨行住坐卧都在定中,那都是定,可见得定不是盘腿面壁,所有一切活动都在定中,都没有离开定,那才叫甚深禅定。 人言经,讲的,守人言大定,就是这个意思,叫自信本定。 这是换一个名词,怕人产生误会。 五,说明为实,显其妙占总持,长恒不变,虽空而非无也。 说明为相,显其胡来胡献,汗来汗献,虽记而长照也。 这个解释还是有相当的深度,解释得非常之好,这是解释实相。 说道,实,显示自信,妙占总持,妙占总持不动尊,也是在,冷言经,上的。 占,是比喻像水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,从水面就看到水底,这水清,占是清净的意思。 妙占是清净到极处。 形容我们真心自信。 正是六祖建姓时候所说,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讲,和其自信,本来清净,没有染污。 我们的自信清净心,现在有没有染污? 还是没有染污,纵然堕在阿比地狱也不染污,这才叫自信,这才叫本性。 从来不染污。 染污是什么? 染污是一层虚妄障碍住,是一层虚妄,好像云彩遮住了太阳。 云彩能遮得住太阳吗? 太阳真的被云彩遮住了? 没有。 实在讲,云彩遮了我们眼睛。 自信上那些妄想,分别,执着,无名,烦恼,就像云彩一样,那个想叫,妄想。 你要懂得妄的意思,妄不是真的,真的那还能去得掉吗? 真的去不掉。 正是他是个妄,妄怎么去掉? 一觉悟他就没有了。 迷的时候有,一觉就没有了。 般若是能觉,般若智慧非常重要。 总持,这两个字的意思,我们用六组的话解释大家好懂,和其自信,本来具足,总持就是具足的意思。 自信清静心中,一样都不缺,不但不缺,能大师又说,和其自信,能生万法,能生万法也是总持的意思。 虚空法界诸佛刹土,依正庄严,都是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。 没有变现出来,它具足,它本来具足。 因缘成熟显现出来,一切万象能够随缘变现。 妙占总持,而它的性体,长恒不变。 能变得真心,性体永远不变,变得是它启用,它的作用会变,而它的本体不变。 识相两个字,识是从体上说的,是真实。 虽空而非无,体上真的什么都没有,但是不能说它吴。 为什么不能说它吴? 它能现象。 如果说吴,它现象的作用没有了,它能现象。 虽现象,体还是空气的,这是实的意思。 说明为相,相是从现象上说的。 心经,云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色就是相,空就是性。 我们要用实相两个字来讲色空,实就是空,相就是色。 说明为相,显其胡来胡献,这拿镜子做比喻。 我们照镜子,镜子没有东西,空的,干干净净的。 胡,是外国人,中国人从前我们是汉人,外国人都叫胡人。 外国人照镜子,镜子现外国人的面孔。 汉来汉现,汉是中国人,中国人照镜子,镜子里面现中国人的面孔。 虽既而常照,镜子干干净净,绝对不染,它常照,它不是不照。 照的时候有,不照就没有了,这个大家懂。 如果更深一层体会,原来正在照的时候也没有。 正在照的时候,镜子里面何尝有香? 如果镜子里面真有香,我们人走了那个香还在,那就真有。 人走了之后,镜子没有香。 正在照的时候就没有香,你能体会这一点,你就开智慧了。 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自信。 镜,也有镜子的意思。 我们每天早晨起来,晚上睡觉之前洗洗脸,都要照照镜子。 我们展开佛经,佛经是一面镜子,照我们的清净心,照我们的真心本性。 我们脸上有一块脏的,知道把它洗干净,心里面那些脏的东西,为什么不把它洗掉? 心里面哪些东西是脏的? 贪甜吃慢移,恶贱都是肮脏的,这是很粗的。 维系的是妄想,分别,执着。 这是你心里面肮脏的污秽东西,为什么不把它洗干净? 还要把它留在那里,这就错了。 佛经上也常讲自信是,记而常照,照而常记,用记照或者照记,这些明相也是讲的实相,也是讲的自信。 六,古德说实相,为无相无不相。 此说圣妙,极为简明。 性体本不是相,故曰无相。 虽不是相,而一切相皆缘起而生,故又曰无不相。 无相无不相,正性体之真实相状。 相不相距离,如来藏之真实相状,如是,如是。 古德说实相,为无相无不相。 此说圣妙,极为简明。 我们看古大德注解般若经,像,金刚经,自古至今总有一百多种注解,这是少说的。 我们看到古人有个本字,叫,金刚经五百家注解,可见得注解,金刚经,的人很多,其中不少人解释实相,用这一句,无相无不相。 这个解释很好,实在讲,跟前面解释这个意思相同。 无相是从体性上说的,无不相就是现相,就是有相,是从现相上讲的。 用,无相,来解释,时,这个字,用,无不相,来解释,相,这个字,跟前面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。 此说圣妙,极为简明,简单明了。 虽然简单明了,现代人听这一句话听不懂,也就是说这句话在从前,那些人当机,现在这些人很难懂。 这个说法很难懂,说了他会迷惑,什么叫,无相无不相,他不但不能体会,反而生起疑惑。 性体本不是相,故曰无相,无相是从体上说的,解释,时,字。 虽不是相,而一切相皆缘起而生,真如本性能随缘,随染缘就变惠土,变六道,随禁缘就变净土,四圣法界。 四圣,六凡,一正庄严,是真心本性随缘变现出来的,所以它是无不相。 无相无不相,正性体之真实相状,这才把他那个真的样子续说出来。 不这种说法,性体的样子的确说不出来。 相不相距离,如来藏之真实相状,如是,如是,这一句话非常要紧,这才说的真的圆满。 说相,说无相,说无不相,都不执着,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它的真实意。 你这在无相这边错了,这在无不相这边也错了,如果这无相无不相还是错了,统统不能执着,体会它的意思,决定不能执着。 体会这个意思,心里面还有一念体会,那也错了。 却确实实要像镜子照东西一样,痕迹都不留,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里面痕迹不留。 不但是过去不留,刚才讲正在照的时候就不留痕迹。 佛菩萨的用心,佛菩萨用什么心? 用真心,用真心就是这个用法。 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一开端,表演给我们看,入舍位大臣启实,这一持播,这都是有相,这就是此的讲的无不相。 虽然有相,它却确实实那个清净心连痕迹都不染,这种生活,就是如来与法身大事的生活。 他们生活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? 穿一样的衣服,吃一样的食物,人家住在一针法界。 他穿的衣服是一针法界的衣服,他吃的饭菜是一针法界的饭菜,我们跟他吃同样的,我们穿的衣服是六道轮回的衣服,吃的是六道轮回的食物。 你想一想,不同的地方在哪里? 你要真的的一点消息,你就对,金刚精,佩服的五体投地,才晓得,金刚般若,之妙。 这样简单的经文,这么深,这么广的一里,形象都显露无遗,这是这不经的特色。 你要是得了消息,如来藏的真实相撞,你就明了,就如是,如是。 七,当知佛之说法,原为破众生之职。 因偏思固执,因执而越偏思。 众生所以造业受苦,轮回不已,生死不休,全有于此。 而世间所以多烦恼,多斗争,乃至杀人淫尘,杀人淫也,亦莫不由此。 故事尊出世就苦,守须破词。 当知佛之说法,原为破众生之职,这是一切诸佛如来,诸菩萨,祖师大德,为一切众生说法的总目标。 佛给我们说法用意在哪里? 破执着而已。 我们众生很麻烦,佛不说法还好,越说法,我们的执着越多越坚固,你说糟糕不糟糕。 本来我们只是在世间法执着,佛跟我们一说法,又把佛法给执着了,所以佛叫苦,叫冤枉。 我们要是执着佛法,不是佛害我们,佛没有心害我们,我们自己害了自己,自己害了自己,还要到过头来怪佛菩萨,你害我,其实佛菩萨没害你,你自己把意思错会了。 佛说什么,你就执着什么,这还得了。 明白这个道理,明白这个事实真相,我们在佛法当中修学,真的一凡丰顺,知道佛所有一切法破执着的。 因偏思固执着,执着从哪里来的? 思心 金刚经,上讲的我乡,有我就有思心。 起心动念要为我,所有一切物要想方法把它变成我所有,那就苦了。 我所有,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患得患失。 我所有,真的你能够得到所有吗? 假如你要是真的得到所有,不但是加穆尼佛,所有一切诸佛都要拜你做老师,都要做你的徒弟,你有本事。 你真的能在一切法当中,能够得到一样东西,那一切诸佛菩萨佩服你,你很了不起。 凡所有乡,皆是虚妄,一切有谓法,如梦幻泡影,你的个什么? 你有什么? 我听说在新加坡这边的同修,你们买房子有九九年,九九九年,大家都在争这个,不得了。 你能活到九九年吗? 已经太长了。 不要说九十九年,九年以后的世界,你想到会起什么变化吗? 这都打妄想。 妄想,分别,执着,脑子里还有这些东西,这跟班若完全相反,背道而驰。 所以真正的福报没有别的,佛给我们讲断恶修善,积功累得,多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,那是你积得修福。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,我们佛弟子聪明人要做带得去的,带不去的不要干。 那个九九,九九九都带不去的,那达妄想,带不去的,要干真正带得去的。 你们大家也都常常挂在嘴边,万般将不去,唯有业随身,什么东西能带得去? 业,我们不要带恶业,也不要带善业,我们要带敬业。 用清净心断恶修善,念佛求生净土,我们带这个业,我们干这个。 念佛就好了,为什么还要断恶? 不断恶,怕的是业障现前,往生不了,断恶是消业障。 走的时候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不迷惑颠倒,就是业障消除了,我们断恶为这个。 修善又是为什么? 修善是为一切众生结善缘,结法缘。 我将来成佛做菩萨来讲经说法,他们都来听,都来得度了。 不给人结法缘,你修得再好,讲得再好,跟那些众生没有缘,上台讲经没人听,所以要跟众生结善缘。 一般人都知道我法缘不错,到哪里法缘都很舒胜。 也有法师问我,你法缘怎么会那么好,能不能教教我,我就劝他不施结缘。 不少同修供养我的,供养我的钱我没有用处,一点用处都没有。 别的法师拿这些钱去盖大庙,我拿这些钱印经,印经在给你们大家结缘,所以我的缘就结得广。 结法缘非常重要,结的这个缘,缘结得深,我将来成佛救度这些众生。 我们看到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的数量不相等,有些成佛度的多,有些成佛度的少。 什么原因? 在阴地里面结的缘多少不同,成了佛,度众生也离不了因缘。 这就是一定要多结善缘,多结法缘,这是最好的。 因执着而越偏思,思心随着妄想执着是愈来愈严重,这个事情麻烦。 众生所以造业受苦,轮回不已,生死不休,全由于此,为什么会造业? 为什么会受苦,为什么会轮回,都是为了一个,思、自、自私自利。 这个字,思自利,从无量劫来,把我们真的害惨了。 我们过去身中不是没有接触到佛法,金刚经,无量寿经,这两部经典里面,佛告诉我们的,也就等于佛给我们受祭,过去身中生生世世,我们已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。 论善根福德,有很多阿罗汉,辟知佛,菩萨都比不上我们,这是真的不是假的,佛在经上给我们作证。 如果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福德,你遇到净土法门,你怎么会相信? 你怎么肯发愿念佛求生? 你接触到这个法门,你能够相信,能够发愿,能够念佛求生,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满了。 为什么许多阿罗汉,辟知佛,菩萨都不肯念佛求生净土? 他们要是论善根福德因缘不如我们,这是真的。 论断烦恼,论修订,开智慧,我们不如他。 这些事实我们也要搞得清清楚楚,然后才知道珍惜这一生的机缘。 如果这一生还要贪恋这个世间,这一切虚假虚妄的,那我们这一生又空过了。 诸位一定要知道,一生空过是不是来生可以遇到。 不一定。 来生不晓得到哪一道去了。 下一次再遇到,可能隔很多生,也可能隔一节,二节,也可能隔无量节,说不定的。 所以这个机会很难遇到。 彭济清居是讲的没错,这个机会遇到,一次的遇到是无量节来稀有难逢,无量节才碰到一次,真的像你们买奖券中特奖一样,好不容易中到一次,不是你今天中到一次,下个月又中了,哪有那种事情。 才晓得这个缘太难,太不容易遇到。 所以遇到了,一定要珍惜。 而世间所以多烦恼,多斗争,乃至杀人赢成,杀人赢也,一末不由此,这是讲从小的烦恼到大的杀害。 残酷的战争从哪里发生的? 都是从自私自利里面发生出来的。 故事尊出世救苦,守须破此,佛菩萨要救度一切众生,从哪里救起? 从唤醒我们于迷,从离四相,离四见做起。 彻底了解我相,人相,众生相,受者相都是假的,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,我见,人见,众生见,受者见也是假的,一切有未法,如梦幻泡影。 你能够把这个看清楚了,这种事情看清楚,就叫做看破,不再执着,就是放下。 能够看破,放下,大惩罚就不难了,决定不会把意思错解,这一生当中就有成就的希望。 8. 众生所以偏思成直,无他,由其智慧短浅,不知是偏,不知是直。 8. 佛约无有定法,以破其偏直之并根。 8. 法字,通设是出世间一切法。 8. 众生所以偏思成直,偏是偏见,思是欲望,思欲,思心,造成了坚固的执着。 9. 无他,没有别的。 9. 尤其智慧短浅,没有开智慧。 9. 不知是偏,不知是直,不知道。 9. 他以为这是正常的。 9. 再看看别人,每个人都这样,哪个人不自私,哪个人不自立,别人都是这样的,我这样做没错。 9. 别人统统都搞六道轮回,我轮回哪里错了。 9. 干这个事情。 9. 可见得在这个大环境里面,想觉悟真正不容易。 9. 在看看佛经上讲要断执着,要断偏思,我看学佛的人也挺自私,不但在家学佛的人自私执着,出家的法师也自私也执着。 9. 我这个自私执着有什么错。 9. 真正学佛人,不能拿这个来做标准。 9. 拿这个来做标准,你这一生又会空过。 9. 你要拿谁做标准? 9. 拿诸佛菩萨做标准,释迦牟尼佛是个很好的标准。 9. 他可以做小国王,他不要,他不干,他有很好居住的生活环境,他不要,他出去脱拨。 9. 他生活那么苦,一切都舍掉了,世尊给我们做样子,说道做道。 9. 世尊这些弟子,也给我们做样子,也是说道做道。 9. 在看看我们现前,也有一些高森大德,他们也是说道做道。 9. 早年虚云老和尚,人家说道做道。 9. 虚老和尚我跟他没见过面,我看过他很多的照片,就没有发现一张照片,他穿的衣服上是没有补动的,没有发现过。 9. 我都注意照片上,他衣服上有没有补丁,我没有看到有一张他穿的衣服上没有补丁的。 9. 他难道不能穿一件漂亮衣服吗? 9. 他那个信徒,皈依弟子太多太多了,连泰国的国王,皇后都皈依他,都做他的弟子,公养的丰厚,可以说没有一个出家人能比得上。 9. 他为什么不换一件漂亮衣服穿穿?还是穿他的旧补丁衣服? 9. 他那些钱到哪儿去了? 9. 我们看了他的传记,看了他的年谱才知道,全都拿去修庙。 9. 中国大陆许多的寺庙,他建寺庙,寺庙破烂,他去修寺庙。 9. 一个寺庙修好了,他又不住,他去找一个修行不错的,找一个法师交给他,他老人家就走了,这就与他没事了,真正放得下,真看破了。 9. 虚云老和尚一身修建多少寺庙,我们都算不清,他一个也没有,这做了样子给我们看。 9. 第二个印光老法师,这是我们敬宗大德。 9. 他一身,他穿的,吃的跟常住完全一样,没有特别给他加菜,他没有小厨房,这是我们的样子。 9. 我们看这些样子就对了,不能看别的样子。 9. 我学佛之后出家,我的老师叫我学印光法师,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,以印光法师做榜样,做典型,向他学习,学得跟他一模一样就成功了。 9. 印老一身所得的供养,他跟虚云老和尚不一样,虚云老和尚是从事印体的建设概念,而我们印老法师是做软体的印经。 9. 他在苏州报国寺里面设了一个红化社,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佛经流通处。 10方所有的供养都作为红化社的基金,印经不失流通国内国外,他做这个工作。 9. 最近报国寺政府发还给佛教,安上法师在那里做这个工作。 9. 我希望红化社能够恢复,还用,红化社,老招牌,老字号不要改,但是业务要扩充, 9. 老法师从前只是印经,我们现在不但要印经,要做录音带,做录影带,做CD片,把他的事业发扬光大,普利一切众生,我们要做这个事情。 9. 念念想光大佛法,念念想利益众生,就把那个思的念头打破了。 9. 不要想自己,想自己没有好处,人常常想自己,就把自己想老了,想病了,想死掉了。 9. 念念想别人,自己没有了,自己没有了,谁老,谁病,谁死。 9. 老病死都没有了,因为自己没有了。 9. 因为有我,才有生老病死,我,没有了,生老病死谁去承担。 9. 没人承担,没了。 9. 如果你还想要生老病死,那就天天想,我,你不想要生老病死,你把,我,忘掉就没有了。 9. 这是,金刚经,上讲的,四香空了,生老病死就没有了,六道轮回也没有了,彻底解决的办法。 9. 所以要知道,其心动念都想到自己,这是偏见,不是智慧,执着。 9. 佛约无有定法,以破其偏执之并根。 9. 法字,通设是出世间一切法。 9. 佛要治一切众生妄想执着的并,用什么方法? 9. 没有一定的方法。 9. 有原则,有纲领,原则纲领不变,方法手段是无量无边,没有一定的。 9. 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,无量法门,都是讲方法手段,真的是无量无边,原理原则不变。 9. 总的原理原则,在经上常说的,三宝,三学,三会,这是总纲领,总原则。 9. 三宝是佛,法,身,觉,正,静,这总纲领。 9. 戒定慧,闻思修,三会前面讲过。 9. 菩萨三会就是一如,就是空有二边不着,菩萨的三会。 9. 本经佛教给我们,应魔所助,而身其心,就是菩萨三会,这里面具足三宝,三学。 9. 至于用什么方法去修,那方法手段太多了,无有定法。 9. 无有定法也破众身偏执。 9. 学佛必要修观,以观照原荣之佛理,便能转其向来所有之观念,以化其偏执之并耳。 9. 观身,而后见理身。 9. 观缘,而后见理缘。 9. 见理身则观跃深,见理缘则观跃圆。 9. 如是辗转修习,智慧及辗转增鸣。 9. 于不知不觉间,执情见化,妄念前消。 9. 浅直,断念,妙用在此。 9. 学佛必要修观,修观两个字,我们也讲得很简单,很清楚。 9. 观,是观念,修,是修正,把我们错误的想法,看法修正过来叫修观。 9. 以观照原荣之佛理,大臣经上所说的,《金刚经》,上所讲的,字字句句都是原荣之佛理。 9. 所以佛劝我们受持读诵四句记,为人眼说,四句是任何四句,跟,华言,所讲的无二无别,华言,讲,一及一切,一切即一,显示出理事无碍,法法圆容。 9. 便能转其向来所有之观念,我们一向观念错误的,不是正确的,以前这个观念,是轮回的观念,生死的观念,要不得的。 9. 深深逝逝受这个害。 9. 今天好不容易遇到如来正法,听到如来为我们叙说真实的境界,我们借着这个机缘端正自己的观念,把轮回观念改过来。 9. 以化其偏执之病而,把我们自私自利偏执的大病化解掉。 9. 怎么化法? 9. 起心动念想佛法,想众生,不要想自己,养成这么一个习惯。 9. 这个方法很好,这是大乘法当中非常殊胜的修行方法,大而化之。 9. 我之不容易断,小乘破我之,硬在执着上破,非常非常困难。 9. 所以佛在经上讲,断烦恼如断四十里的瀑流,四十里的大瀑布一下把它拦住,这样的难法。 9. 可是大乘菩萨巧妙,难断,他有方法断,这个方法就是起心动念想众生,想佛法,不想自己,久而久之就把我忘掉了。 9. 这个方法的确妙,比小乘法高明的太多了。 9. 像佛法,知道佛法这样好,事出世间所有法都没有佛法好,佛法真正能救度9法界众生。 9. 如何把佛法发扬光大,我们起心动念动这个念头,不要动别的念头。 9.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,如何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,使一切众生有缘接触到佛法。 9. 印光大师的印经的方法,给我们很大的启示,这是个好方法,印经结缘流通。 9. 我们印的多了,当然也有一些人在我们这个道场,死的可能没有,在台北发现过。 9. 很多人问我们要经书,一次来都拿几本,一次拿几本,每一次都拿,听说他拿到旧书摊去卖。 9. 有人来告诉我,他说,法师,你印的书都被人家偷走,拿去卖了。 9. 我点点头,好事,只要有人肯买,他就肯读,那怎么不是好事,好事。 9.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,我们就不印经,那你就错了。 9. 他卖的几个钱,他到我们这里,从我们这里拿去送给别人,的一点报酬利润也不错,并不为过。 9. 所以我们都生欢喜心,我说,你何必斤斤计较,心量那么小,虽然人家拿去卖,我听到了我很欢喜。 9. 我绝对不会说印经以后流通要小心,不要被人骗了。 9. 骗佛经好事情,骗别的不是好事情,这是好事情。 9. 所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 9.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,最近进宗学会印,了凡四讯,听说一本才一块多钱,成本不到两块。 9. 如果你真正是有心想学佛,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省两块钱,你心里就知道这个社会上多一本,了凡四讯,常常存这个心。 9. 我在生活上能省就要省,我省一点,这个世间经本就多了好多,许许多多众生因为读到这个经本回头,觉悟了。 9. 纵然不能回头,不能觉悟,金刚种子种下去,将来机缘成熟必定因此的度,这个好事情。 9. 何况现在我们做的不只是印经,我们现在做CD,做录影带。 9. 因为录影带,录影带保存的期限都有限,不能长久保存,现在科技进步了,我们把它转成雷射激光片,可以能够保存长久,音质不变。 9. 我们在生活上节俭一点,做这个功德,这是利益一切众生,我们常常想这个。 9. 有童修也很难得,他想买房子,以后想想他自己已经有房子住,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。 9. 不买房子,拿这个钱来做这些事情,这个有意义。 9. 买一栋房子,死东西在那里,带不去。 9. 这一栋房子的钱就可以做很多,你跟多少人结了法缘,这个事情做的有意义,这是真正的好事。 9. 我们从这个地方,把我们的观念转过来,把轮回心转过来,转成大菩提心,把轮回业转过来,变成菩萨事业。 9. 菩萨事业是什么? 9. 普度众生,去做这个。 9. 无始劫来兼顾的自私自利,我执,把它化解,化没有了。 9. 这个没有了,金刚经,是个标准,你就是真的菩萨,不是假菩萨。 9. 金刚经,说得很清楚,菩萨若有我像,人像,众生像,受者像,即非菩萨,不是菩萨。 9. 你现在我像,人像,众生像,受者像都没有了,可见得你是真菩萨,诸佛承认的,那个不假。 9. 观身,而后见理身,理是真如自信。 9. 你观身,有了身度,见理就身。 9. 法身大事有四十一个阶级,四十一个阶级从哪里来的? 9. 就是他们修观身度不同,深度浅的十住位,十行位,十回向位,观身的就入的,出的到等觉这十一的,观身,见理就身。 9. 观缘,而后见理缘,理是都缘容,都缘满,像,华严经,上讲的,理是无碍,事是无碍。 9. 见理身则观月身,观是观会,你的智慧。 9. 看理,看事,看一切,看得透彻,看得清楚,看得深,看得远。 9. 见理原则观月圆,如是辗转休息,智慧及辗转增鸣,智慧增长,智慧从这而来的。 9. 大家要记住,千万不能误会,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,就是从这而来的。 9. 知道自己的观念是错误的,这就是觉悟。 9. 佛法讲觉悟,知道自己的想法,看法错了,这是始觉。 9. 能够把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,就叫修观。 9. 教下用功的方法,修行的总纲领,就是修止观。 9. 我们净土宗用功的方法是老实念佛,就是用持明。 9. 前面讲得很清楚,一般通图方法,修观可以涵盖一切法门, 9. 虽然许多法门里面用的名像不一样,但是意思相同。 9. 它是用的智心,就是智慧,是从这里下手的, 9. 而念佛是从静心下手的,是从清静心下手的。 9.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,静念,念佛是静念,修观是智念。 9. 静念比智念还要亲切,这就说明念佛法门比修观好,而且来得容易,容易成就。 9. 但是智念能够帮助静念。 9. 所以你明了,对于修静念相继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9. 我们修静念,为什么得不到静念? 9. 原因是没有看破,没有放下。 9. 制念帮助我们看破,帮助我们放下,使我们念佛的一心,障碍没有了。 9. 于不知不觉间,执情见化,妄念前消。 9. 浅执,断念,妙用在此。 9. 只要一直这样去做,什么都不必问,时间久了,自自然然的,不知不觉之间,智慧增长,烦恼减少,功夫再增进,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 9. 直视执着,情是感情。 9. 感情不是好东西,感情是迷,这个要知道。 9. 一切众生受这个害,中这个毒,非常非常之深。 9. 以为这个感情好,感情深,多好。 9. 六道三徒的病根,不知道拔除,还要培养它,你说糟糕不糟糕。 9. 佛法说到这个地方,有许多初学的人听到就怀疑了,世间人在一起,要是没有情,没有爱的话,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思。 9. 所以叫你把情指舍掉,你都恐怖了,都慌了。 9. 其实佛讲的话是真话,叫你舍掉虚情假意。 9. 你们今天认为这事情指感情,假的不是真的。 9. 你要不相信,看报纸上天天都有离婚的,天天都有打官司的,最初都是好的不得了,这就说明是假的,虚情假意。 9. 他对你怎么再好,你要知道是假的不是真的,就没事情了。 9. 为什么是假的? 9. 他用的心是妄心,他不是真心。 9. 真心里面,没有妄念,没有自私,没有执着,那个心是真心。 9. 真心里面有真的爱,佛门不叫爱,换个名词叫慈悲。 9. 慈悲就是真的爱,不是假的,真心,所以叫慈悲。 9. 世间人不是用真心,用假心,忘心,那个心千变万化,所以靠不住,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 9. 搞清楚,你的生活就快乐了。 9. 人家要是对你好,小的假的不是真的,人家对我不好,也不要恨他,假的不是真的,过几天就好了,都不是真的。 9. 学佛开智慧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,我们生活才快乐,才幸福。 9. 我们用真心,别人用忘心,不相干。 9. 我这一生要出三界,要成佛,他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,那有什么法子,让他去搞去了,他不肯回头,劝他不听不肯回头,那就让他去做。 9. 反正我们跟他结了缘,等将来哪一天他回心转意,再来度他,那不迟。 9. 这叫真的爱护他。 9. 现在不回头就随他去,让他去受苦受难,苦难到受尽了,觉悟,回头了,那时候再帮助他,这叫真正的慈悲。 9. 在不知不觉当中,执着,感情都要把它化掉,感情就化成慈悲,执着就变成智慧。 9. 妄念前销,妄想杂念自自然然就没有了。 9. 本经的宗旨教我们浅直,浅世除掉,把执着除掉,把妄念断掉。 9. 妙用在此,这个地方所说的,把具体浅直,断念的方法教给我们了。 10. 多读大臣,以广文简。 10. 敬意绝照,领会经为。 10. 定会在其中以。 11. 果能如是,不但修各种功行,皆得自在受用。 11. 对一切是法,皆得进退欲如。 11. 转凡入圣,基于此以。 11. 多读大臣,以广文简。 11. 敬意绝照,领会经为。 11. 定会在其中以。 11. 我们先说这一小段。 11. 大臣经不能不读,大臣经怎么读法。 11. 诸位一定要懂得要领。 11. 先读一种,在一种里面的定,的清净心,然后就可以选择一些大臣经来读。 11. 变读,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,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,说实在话也没有必要。 11. 为什么一开端不能多读? 11. 一开端我们的心是乱的,你读太多,你并不能了解经意。 11. 读多了,读砸了,反而会增长妄念,佛在这不经上这么说,那不经上那么说,你记得很多,你的妄想执着很多。 11. 这就是清凉大师所说的,有解,解是你广学多文,无行,你没有真正修行的功夫,有解无行,增长邪见。 11. 行是什么? 11. 我们在这不经上知道了,依照,金刚般若,的行是要离乡,是要破直,断念,这是行。 11. 在净土宗,行是老实念佛。 11. 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够涉猎一切大臣经? 11. 最低限度要到功夫成片。 11. 什么叫功夫成片? 11. 心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,绝对没有第二样东西,这是功夫成片。 11. 也许有人问,这不就是一心不乱吗? 11. 不是,不是一心不乱,是功夫成片。 11. 一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掉了。 11. 我们见思烦恼没断,见思烦恼还在,只是见思烦恼不起作用。 11. 佛号功夫得利了,心里所想的就是阿弥陀佛。 11. 无论在什么时候,无论在什么处所,除了阿弥陀佛之外,心里没有第二样东西。 11. 这种功夫给诸位说,就决定往生,不但决定往生,你想什么时候往生,就什么时候往生。 11. 所以念佛人,讲老实话,到这种功夫,你叫他去读诵大臣,他不干,他不要读了。 11. 为什么他不要读? 11. 他要想学大臣经,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,跟一切诸佛学。 11. 他哪里在这个世间找这种麻烦,不干。 11.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话。 11. 读诵大臣在古时候的标准,是的根本智以后。 11. 根本智,是,班若经,上所说的班若无知,无知是根本智,后的智是起作用,起作用是魔所不知。 11. 班若无知,魔所不知,要先求无知。 11. 无知是心清净,先修清净心,因为清净心生智慧,信心清净,则生时相,清净心生智慧。 11. 智慧生出来,你看一切大臣经很容易懂,一看就明了。 11. 所以这一部,大藏经,需要多少时间,从头到尾把它看完。 11. 三个月足够了。 11. 但是你没有的根本智,三年也没有用,三十年都没用。 11. 你不相信,你去看看,你从头到尾看,看上三十年,你还是一塌糊涂,你什么都不懂。 11. 可见得根本智重要。 12. 中国在古时候,无论是出家,在家,教学都从根本智下手,也就是说一定要培养你的清净心。 12. 出家人五年学界,就用五年的时间来培养清净心,读一样东西,不讲解,就是叫你读,用这个方法修清净心。 12. 因为你不读经,你会打妄想,一天到晚胡思乱想,用读经的方法把妄想灭掉。 12. 不求解义,只是把经念得清清楚楚,字字分明,念到能够背诵,念得很熟。 12. 五年之后再听讲,再求解,它是分两个阶段。 12. 不是一开头就求解,一开头解不了,没那回事情。 12. 世间的教学,从前中国古时候的小学,学生从7岁到12岁,培养它根本智,跟现代的教育不一样。 12. 小孩天真,就利用它的天真,小孩要不诱导它,也胡思乱想。 12. 怎么办读书? 12. 古圣先贤这些书让他背,让他读,从7岁念到12岁。 12. 差不多在过去像四书,五经,珠子百家里面挑选出来的,都背得透熟,都背熟了。 12. 天天在读经背书,他的脑子里不胡思乱想。 12. 以前那个社会,跟现在社会在教育观念上不一样,方法上也不一样。 12. 一般聪明的子弟13岁入太学,入太学就是听讲解,过去所念的,小时候所念的,这个时候听讲解,他一听就明了,就开悟了,就觉悟了。 12. 我们在历史上看,许许多多位成年考取举人,考取近世,成年是20岁,不满20岁。 12. 不满20岁考取举人,考取近世就分派到地方上当首长,当知县,知府,他就能够把这一个地方治理的头头是道。 12. 现在20岁的人,他有这个能力吗? 12. 因为他名理,他通达人情势里,他有能力治理国家,这是教育的观念跟方法不一样。 12. 我遇到一个人,19岁当县长的,是在抗战以前,张灵居士。 12. 以后学佛,我在台北讲经,夫妻两个是每天晚上一定会道的,19岁当县长。 12. 这是在清末明初受的老教育,他能把一个县治理的井井有条。 12. 现在的教育要回归到从前,已经是不可能了。 12. 没有法子,唯一的方法就是印光大师讲的,要提倡因果这一个理论与事实,希望这个大时代的众生其心动念,要想到确实有因缘果报。 12. 你修善因必定的善果,你造恶因一定有恶报。 12. 我们在讲堂也讲过多少遍,这世间所有一切法,都是因缘果报的相续相而已,这叫事实的真相。 12. 发财有发财的因果,做官有做官的因果,却确实11个人在一生当中,一饮一浊,莫非前定,何必去造业。 12. 印光大师一生极力地提倡,《勒凡四训》,非常有道理。 12. 告诉你,一般普通人决定有命运主宰,只要你有念,有我,有我所有,你就决定被命运支配。 12. 哪一天你把我忘掉,我所没有了,你就超越命运。 12. 命运不能支配你,就没有了,超越了。 12. 只要有我的念头,有我所有的念头,你就没有办法逃过命运的主宰。 12. 换句话说,你要遇到一个高明人给你算命,就会算得很准。 12. 你要是说无我,无我所,在高明的人都没办法,也没有办法给你算,给你看象,超越数量了。 12. 这是说明读读诵大臣要有程序,有次第,不是我们现前就能够做得到的。 12. 我们现前读一部经,在一部经上的定,在一部经上的清静心,的智慧就好了,智慧开了再多读大臣。 12. 静意绝照,领会经为,这是非常非常重要,要体会经里面的意理,不在文字。 13. 定会在其中以,可见得读经目的很明显,目的是修定,修会。 13. 果能如是,不但修各种功行,皆得自在受用,这是讲佛法里面,无论你学哪个宗派,无论你学哪个法门,你只要抓到这个要领,你都会有成就,都能得受用。 14. 不但在佛法当中你的受用,对一切是法,皆得进退欲如,对一切是间法也通达,没有一样不通达。 15. 应付这个复杂的社会,应付欲如,你有智慧,你有能力。 15. 转繁入圣,基于此以,转繁入圣的基础在这个地方。 基是讲基础,从这个地方奠定根基。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四十四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,9年2月3年4月4。 请先开金本第102页。 这一段的注解比较长一点,为我们说明实相。 十一,清夜平淡时,向自心中关照。 对静随缘时,向一切法上关照。 依此所说意,深深关照。 则受用无穷。 这是说到我们平常用功的方法,无论我们修什么法门,都不能够违背般若的原理原则。 第一句就是说的早晚客送,这是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,决定不能够缺少的,每天必须要做。 早客,这是讲平淡,就是早晨,清夜是晚上。 他不讲平淡清夜,而说清夜平淡,那个意思就不一样。 正如同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,中始,而不说始终,说始到终,这一段就没了,就完了。 说终,终下面就是开始,让我们体会到时间是无尽的。 一年腊月三时过了,第二天又是初一了,中始。 这个地方清夜平淡,也是这个意思。 晚客是反省,是忏悔。 早客是提醒我们今天所做的错误,明天决定不再犯,这叫做改过自新,无量受精,上讲,喜新一行,这是真实忏悔,真实的修行。 所以要向自己心中去观照,去反省,去减点,做这个功夫。 而平时在生活当中,在工作当中,我们一定是六根面对外面的境界,对境要随缘不要攀缘,这事经上已经给我们说了很多了。 随缘也要用观照的功夫,用什么方法观照? 就用本经的四句计,或者是半计,一句都好。 用哪一句这个不定,要看你遇到的是什么事,看你遇到的是什么境界。 由此可知,经平常要念的熟,要是念的不熟,遇到境界线前,去想哪一句,还到,金刚经,去翻,去找一句来,那就不行,那就错。 如果我们做了,经一定要念熟就是这个道理。 也就是说我们境界线前,遇到一些事情,立刻就要想到佛在经上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,我们依照佛的教导去做,那就不会错,观照是这个意思。 这是真正的,常随佛学,恒顺众生,在恒顺众生里面,常随佛学,在常随佛学里面,恒顺众生。 深深观照,当然受用无穷,就是观照的功夫浅,也得到受用。 所以功夫用在生活之中,我们佛就没有白学,学了真的有用处。 十二,学人欲见识相,当尽心于一切皆非上领会。 若领会得识相便是非相,便领会的心中少有相不相的影子,便非识相矣。 识相是真相,识相是真相,也就是真心自信之相。 其实真心本性哪里有相? 虽然没有相,但是却确实实有这个东西在,却确实实有这桩事情。 实法界一阵庄严都从这个地方发生的,都从这个地方陷起的,所谓,实相无相无不相,这个我们前面读过,前面也曾经讲过。 宗门大德常讲的,明心见性,他怎么见到性的? 这一段就是教给我们怎样去见性。 净土宗里面,教给我们念佛要念道理一心不乱,这一段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去体会理一心不乱的境界,这个方法很妙。 静心,静是安静。 这个静还不是清静,是动静之静。 心里面有妄念,有分别,有执着,这个心是动的,不是静的,离开一切妄想,分别,执着,这个心就静下来了。 动静是讲心的活动状况,状态上说的。 我们讲清静,那是从他的体性污染上说的,决定没有污染,没有污染说他是清静。 这个地方是说他不动,的确自信原本就不动。 在这里面你去观照,金刚经,上讲的,一切皆非,你观照这个,或者观照,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,观照这个也行,或者去观照,一切有未法,如梦幻泡影,这都是一个意思,任何一句经文都行。 如果在这个地方观照,我们观照这是智慧,这个不是情直,是智慧的作用。 于外面境界真正体会的,你对于心性,对于实相,你就得到一点消息。 这一点我们同修们也许可以能做得到。 我刚才讲的一点消息,时间不是很长的。 如果这个境界你要是依得勇的,你就成法身大事,你就震入。 我们这是从这里透一点消息,这一点消息虽然不是怎样的果正,但是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 我们无始界以来,都迷在幻想之中,从来不晓得有个真心,有个本性,不知道。 所以纵然是短暂的领会,也非常可贵。 像黑暂当中,这是很久很久时间的黑暂,忽然有个闪电,那个光虽然很短暂,非常可贵。 这就是你心地在一念清静的时候,就一念相应,放出光明出来了。 从此之后这个功夫绵密不断,这个境界就会常常现前,这是好境界。 若领会得十相便是非相,十相是什么就是一切万法的自信,一切万法的本体。 这个地方讲得虽然很容易,而去做的话还的确不简单。 静心,心要静到相当的程度,不是把粗的念头,粗的妄想放下来,我们这个心就静了,那个静心没有用处,体会不到。 可是学教的人,教理多少会有一点帮助。 教终说,一刹那有九百身灭相续的状况,那个领会,实实在在讲就是体会到这个影像。 真实的境界你要是见到了,那就是经上讲的八的菩萨,那不是普通菩萨,见到阿赖耶时。 我们心清静虽然见不到,好像接触到影子一样。 古人有比喻,像烧火,虽然没有接近火,但是火的暖气接触到了。 火没有接触到,暖气接触到了,就是这个意思。 你能够体会一点,就是接触到这一点气氛,这个气氛就很可贵。 一定要懂得实相即是非相,这个非是双非,它不是相状,也不是空无。 前面经上讲,非法相,非非法相,法相是有,非法相是空,它这个非是两边都不是。 便领会的心中少有相不相,不相是空。 这是讲你心里面,稍稍有丝毫的执着,有个有相或者有个空相,你就与实相相悲,你就见不到实相,实相就是真如本性,你就见不到性。 我们凡夫见不到性,为什么凡夫这有,阿罗汉,辟之佛也见不到性,什么原因他这空,他这非法相,都不能够见到实相。 唯有大臣菩萨,他了解事实真相,空有两边不住,两边不住,实相就现前。 修行用弓下首处,即是须于为起心动念时,精密关照,这个句子很难讲,因此他关照上加一个精密。 有没有起心动念来关照? 一起心动念就错了。 他是不是有关,有照? 确实有,但是他没有起心,没有动念。 就如同镜子照外面的境界相一样,他照不照他是照,他也关,他也照,可是他决定没有起心动念。 我们怎么学法? 当自己一念不深的时候,也就是说我们心很清净,要常常这样练。 没有妄想,没有分别,没有执着,心很清净。 怎么观照? 眼见色,耳闻深,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,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这个时候叫观照。 动一念分别就错了,就落在意识的范围里面去了。 诸位要知道一个原则,观照是不用心意识的,心是阿赖耶,意识莫那,时是第六意识。 不用心意识,怎么个不用法? 第六意识是分别,不分别就不用第六识,第七识是执着,不执着就不用莫那识,第八识是含藏种子,也就是我们讲的记忆,我不用这个,就不用第八识了。 心意识都不用,那是什么起作用? 那就是真心本性起作用。 离了忘就是真,离了忘要再去找一个真,那就坏了,那决定是虚妄,哪里来的真? 这一段后头这一句就是这个意思,在没有起心动念时。 我们在平常时候这个境界也有,只是不多。 真正用功,这个境界会常有,而且有时候保持的时间也比较长,也能保持长一点,心清静。 这个时候六根接触六成境界,如果才觉得有一点功夫了,那就坏了,你已经又落在妄想里面去了。 这个状况就是此的讲的,精密观照,离心意识。 禅宗参禅要离心意识参,这才能够见性。 不但参禅宗参禅要离心意识,离心意识就是不分别,不执着,不落印象,它是属于召见。 言教也要离心意识,不离心意识不能开悟。禅宗叫开悟,叫下教大开元解。 我们常听人说,一精通一切精通,它怎么会通? 开解,大开元解。 我们念佛人也要离心意识,如果离心意识,你这一句阿弥陀佛叫做理念。 你的一心不乱,是理一心不乱,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生时爆装盐土,品味就高。 当然这个事情没那么容易,我们一般凡夫妄想,烦恼,习气非常深重,何尝不想断,断不掉。 还是一天到晚再打妄想,睡觉还做噩梦,那有什么法子? 这就想到修其他的法门难,你参禅没有法子开悟,你业障太重了。 你学教不可能大开元解,因为你没有办法离开分别执着。 念佛行,念佛虽然有妄想,分别,执着,这个佛号功夫得利,能够把这个东西压一压也行,它就能够往生,叫代业往生。 这就是念佛法门比其他法门来得方便,来得容易。 学其他法门,我们的的确却没有能力出三界,唯独念佛法门我们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 这种往生,生凡甚同居土,不是石暴庄严土,虽不是也没关系,到了西方极乐世界,这个地方很特殊,叫一生一切生。 我们生同居土,方便土,石暴土,寄光土,到那个地方同时都见到了。 不像石方诸佛刹土,四土它有格别不在一起,当中有界限。 凡甚同居土,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,辟之佛,我们见不到。 方便有余土的这些罗汉圣者,见不到石暴土的菩萨,它有障碍,有间隔。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,四土在一起,所以叫一生一切生。 我们到西方世界,你可以看到罗汉,看到辟之佛,看到菩萨,大家天天在一起,所以这个世界非常特殊。 十三,当之念头不起则已。 起则非之,便是离念之快刀利福也。 起非最妙关门。 般若里面所讲的原理原则,既高且妙,但是对于我们夜席深重的凡夫来讲太难了。 念头不起则已,这起了一个妄念。 其则非之,你怎么个非法。 非是把它去掉。 妄念起来你用什么方法去掉? 金刚经,说,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,有没有去掉没去掉。 你心里面还有一个,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,又起了个妄念。 妄念去不了妄念,这才知道难。 像佛在经上讲的原理,交给我们的观法,应摩锁住,而生其心,我们念这一句话,心里早就折了这一句话,早就有住,哪里是无住,凡所有相,念这个,心里面,凡所有相,那四个字清清楚楚,都折了相。 其心动念就折了相,没有法子不着相。 一切都不想,又折了空相,折了非法相,怎么可能不着相,真正做不到。 所以你才晓得,离开念佛法门没就。 念佛法门的妙处,岂则非知,非知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,才有一个念头起来,第二个念头难无阿弥陀佛就行了,把那个念头归到阿弥陀佛上去。 这不是这了阿弥陀佛的相妈行。 这阿弥陀佛的相可以往生。 往生同居土,往生方便土,都是这相去往生的,不着相往生,是生时暴土,即光土。 但是诸位要知道,一切法门这相没成就,不但在《大乘法》你没成就,我们在《金刚经》前面读到,小乘出国都没有分,都不能成就。 我们把这些道理,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之后,才真正完全肯定,除念阿弥陀佛,没就了。 我们这样才回过头来,死心他的念阿弥陀佛。 这不是大乘法不好,大乘法太好了,决定做不到。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,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回归到佛号上去,回归到净土上去,这个方法最妙,这个方法最舒胜。 你要试用《金刚经》,这个方法,这是制念,我们归到佛号这边去,这是净念。 净念比制念还要亲切,显示尽宗法门的无比殊胜。 十四,六度万行,一一如法精进修行,而曾无戒地于其胸中。 一一精进,不坏也,无不相也。 心中若无其事,不着也,无相也。 一切是奸法,是来即应,是过便修。 虽修而能应,应而能修。 所谓提得起,放得下。 六度万行,一一如法精进修行,而曾无戒地于其胸中。 六度从不失,持戒,忍辱,精进,禅定,都是属于事项。 事出世间一切法无量无边,把它总归纳不外五大纲目,前五度。 后面这一句,曾无戒地于其胸中,这一句是班若波罗蜜。 是做不做做。 要认真做,要努力做,要尽心尽力把它做得尽善尽美,心里面若无其事,干干净净,一成不然。 不但是事情做过之后不然,正在做的时候也不然,那你就是真正修学大成者。 我们要晓得这里面有很大的关系,心里面一有染者就是轮回业, 只要有一丝毫的染者,你要是做的善业,善业是利益众生,利益社会的,不是为自立的,这是善业,佛法里面善跟恶,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,果报再三善道。 如果有一念是为自己,或者是为我的小团体,这是自私自立的心,这就是恶,果报再三恶道。 所以只要有一丝毫心里这了香,都是轮回业,我们要是明了这个事实才知道可怕。 我们是轮回心,轮回心是什么心? 妄想,分别,执着,这是轮回心。 所谓的三心二意,你用三心,阿赖耶,莫那,第六意识这是三心。 二意就是莫那十根意识。 莫那叫一根,第六叫意识,叫二意。 用这个心,你用八十五十意心锁,这叫轮回心。 干的事情又是轮回业,你还能想超越六道轮回,没那个事情。 不出轮回,受苦无有穷尽,实在讲太可怕了。 要想在这一身超越轮回,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,你只要把那个心变一变,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菩萨事业,马上就转变了。 菩萨事业怎么做? 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 我从事的行业,我尽心尽力去做,做到尽善尽美,服务于社会,服务于大众。 不但服务,而且作为社会大众的榜样,这个事业就变成菩萨事业。 普度众生,让你的同行人向你学习,工作里面,生活里面就是行菩萨道,菩萨道,菩萨事业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范围。 我们这个观念能不能转得过来。 菩萨的行事不失,不失的意思很广,我们在这个经上所说的,尽我们的心力,尽我们的体力,为一切众生服务,这是不失。 持戒是守法,不但佛陀的教戒我们要遵守,国家的法律,地方上的规约,统统都要遵守。 乃至于没有条文的风俗习惯,道德观念,样样都要遵守,这叫持戒。 忍辱就是要有耐心,对人,对事,对物,要能忍,要能够让。 金刚经,上,世尊在菩萨行当中,特别强调不失与忍辱,金刚经,上六度,唯独这二样讲的最多。 不失是修福,忍辱是保住福报,才保得住,不能忍保不住。 我记得早年看的书,现在朝代,人民都忘掉了,有这么一个记载。 有一个人家,大概官也做得很大,好像是九代同堂,这真正不容易。 所以皇帝都表扬他,九代同堂大家族,家里上上下下大概总有一,两百人,九代同堂。 皇帝到他家里去访问,你们家里人口这么多,你用什么方法,把这个家能够调理得这么好,一团和睦。 这位老先生很有趣味,拿了笔就写上一百多个,忍,送给皇帝,皇帝一看哈哈大笑,忍辱,忍。 与大众相处不能忍,你就完了。 家庭里面能忍,家和。 公司型号能忍,你这个公司型号老板跟员工和睦。 所以说,家和万事兴。 这个老人达父皇帝很有趣味,写了一百多个,忍,字,不能忍就不能成就。 所以菩萨行,念念为众生,念念都为利益众生,没有想到自己,想到自己就有分别,执着,就有妄想,你造的是轮回业。 轮回之中,因果非常可怕。 不要以为自己做的是善业,好事,我做的是佛事,如果你不把事理样样搞清楚,很可能将来堕在地狱里面,还不晓得为什么去的。 这一桩事情诸位可以看看灌顶法师,大师至菩萨念佛原通章,灌顶法师在这一篇注解的后面,说出念佛仍有一百种不同的果报。 有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,上上品往生,生到那边就成佛。 有念阿弥陀佛的人,堕落到地狱里去。 我那个时候做学生,看到这个本子,看到念佛的善果,我们不怀疑,是应该的。 念佛堕地狱,我没办法理解。 念佛人再不好,也不至于堕地狱。 我把这个事情,就把这个书拿去请教李老师。 李老师一看,这是大问题,我不跟你一个人讲,我在讲经的时候对大众讲,他为我们宣说出来。 虽然口里念佛,心里面拿着佛法做自私自利的营业,这就堕地狱,这个最重。 念佛人即使用佛法来做生意买买赚一点钱,赢一点利,也不至于这么大的罪过。 没有晓得他其中有一个道理,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,让社会所有大众对佛教产生误会,这个罪他要背在身上,这就严重了。 这是破坏三宝的性欲,障碍了许许多多人修学佛法的信心,他要担负这么大的因果。 我们想想,堕地狱是应该的,那没话说的。 佛门当中点点滴滴,我们不能不小心,不能不谨慎。 还有就是三宝物,损坏三宝,偷到三宝物,都是堕阿鼻地狱。 这一桩事情我们在以前也是想不通。 道场里面的东西,没有经过道场主人同意,只是偷偷地拿一点回家去,哪里有那么大的罪过。 没有想到它这么严重。 结罪从哪里结? 从戒律上一看,我们懂得这个意思,一般人偷到一个人的东西,你偷的再多,你欠一个人,这个最就轻。 你偷他十万,偷他一百万,欠一个人,这个最轻。 如果这个财务是新加坡政府的财务,国家的财务,哪怕是一块钱,你偷到了,你麻烦大了。 为什么这一块钱是新加坡政府的,政府钱从哪里来的是老百姓的税收,新加坡所有国民,你都偷了他的,这个麻烦大了,这个还起来就很麻烦。 结罪是这么结罪的,这个罪就重。 虽然偷的很少,但是罪非常非常之重,你变成偷这么多人的东西。 三宝物就更不得了。 三宝没有国家界限,不但没有国家界限,还没有佛刹的界限,尽虚空,变法界,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土三宝都有分。 你要是偷他一针一线,一块钱,一毛钱,那个罪没有办法,搞不清的,所以堕阿比地狱,他是这么个结罪法的。 所以要偷,偷一个人没有问题,千万不要偷政府的东西跟三宝物。 我们才晓得,他是这么个说法的,否则的话,哪里会有那么重。 我们绝对不敢掉以轻心,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大关系,但是偷到很容易犯,非常容易犯。 譬如公家用的,常住用的信封信纸,随便拿来私人写信,常住有没有答应给你。 你也没有说,这就犯偷到罪。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谨慎。 摆在外面结缘的,那个没有关系,你多拿一点,那是跟你结缘的,赠送给你的,不是结缘的不行。 常住物一张纸都不可以动,这我们一定要清楚,要明了。 六度要一一如法精进修行,心里面干干净净,若无其事。 一一精进,不坏也,不坏世间法,无不相也,无不相就是有相,没有落空,心中若无其事,不着也,这就是无助,前面讲的,应摩锁住,无相也,这样才空有两边不住。 与自信体,相,作用都相应了,这叫顺者自信,这是佛菩萨。 一切是间法,是来即应,事情来了做。 事过便修,修是心里面没有执着。 事情来了,有很多事情需要用思考的,我们就用思考,需要用劳力的,我们就用劳力。 尽心尽力把这个事做好,事做完之后,心里面一点痕迹都没有,干干净净,这就对了,这就是,应摩锁住,而生其心。 虽修而能硬,硬而能修。 所谓提得起,放得下。 放得下就是此的修的意思,心里面干净,一尘不染。 提起就是要做,我们本分的事情要认真努力去做。 可见得佛法并非消极,很认真,很努力的在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。 世间任何一个行业,都是利益社会,利益大众的,为大众服务的。 十五,如是久久体会四句接离之意去而立行之。 便能做到应时便是修时,修时便能应时。 自然二边不着,四句接离,此又是最妙行门。 人生最高享受,如是,如是。 四句是佛法里面常讲的,四句百非,这四句是根本的四句。 第一个是,有,第二个是,无,第三个是,亦有亦无,第四个是,非有非无,这叫四句。 这四句总一切法,法式出世间法统统包括尽了,总离不开这四句。 从这四句里面再开展,就是无量无边句,不止百句。 这是妄想执着的根本,班若破这个。 如是久久体会四句接离,空有两边不住。 本经教我们离法相,离非法相,非相非非相就是这个意思。 这个道理明白,只去也体会到,努力去行之,认真去做。 例行就是在生活上,在工作上,在处世待人皆物之中,就这么做去,完全依照,金刚经,的道理,金刚经,的教会,我们这样去做。 但是前面那四个字很重要,久久体会,你才能得受用。 你要做得很纯熟,做到很纯熟就入了这个境界。 什么境界应时便是修时? 我在做的时候,就是心地清净时,心地清净时,就是我做的时候。 或者我们还用,金刚经,前面的两句话,无住的时候就是身心的时候,身心的时候就是无住的时候。 无住就是心里面干干净净,一成不染,身心就是样样事情都要去做,做的时候就是不染的时候,不染的时候就是做的时候,是亦不是二。 身心跟无住是亦不是二。 到这个境界你就入了,就弃入,我们一般讲正果,正入。 如果无住跟身心还是两回事情,那你就没有入。 必须是融合成一桩事情,你入境界了,这个入境界就是见识香,也就是明心见性,入了菩萨的境界。 入的方法是,九九体会,这四个字很有味道。 如果是有意把无住身心融合成一起,你有意去的,那决定还是两码事情,绝对不是一桩事情。 自自然然,自自然然入这个境界,九九体会一定是自自然然做到。 自然二边不着,没有意丝毫的意识在。 我有意这样做,已经就住香,我要依照,金刚经,去做,你已经住香,决定不能有这个意念。 这样去过生活,你就是转凡成圣,不但是转六道,实在讲是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,彻底转了。 自然二边不着,四句皆离,此又是最妙行门。 底下一句,这是我家的。 人生最高享受,如是,如是,我当年刚接触佛法,我的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,说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 我是听到这一句话才入佛门的,我不是一般接引的,是老师告诉我的,佛法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,那我当然要过最高的享受。 所以到佛门里面来找,果然找到了,没有错。 我非常感谢老师,念念不忘老师,老师指我这一条路是正确的。 十六,若知一切法,实亦非实,非实而实。 便知一切法相及非相,非相而相矣。 这一段非常重要,这一段是智慧,也就是我们讲的看破。 前面教我们放下,心里面一尘不染是放下。 为什么我们放不下? 因为没看破。 不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法是假的,不晓得一切法是空的,不知道。 以为这一切法是真实的,这是看错了,这是一个根本错误的观念。 把自己的身心也认为是真的,一切万事万物也认为是真的,于是这里面起了自私自利的念头,起了分别执着,爱取有的念头,这样才造业。 业力会变境界,相宗教义跟我们说,这一切万象,森罗万象,是,为心所现,为时所变。 为什么会有十法界? 十法界从哪里来的? 十法界是业力变的。 六凡法界是染业变的,四圣法界是净业变的,染境统统都离开,就是一真法界,就超越十法界。 由此可知,我们起心动念无不适业,它会变境界。 善业变顺境,变好境界,恶业就变三恶道的恶境界。 这不是佛菩萨给我们安利的,也不是阎罗王在那里制造的,不适的,自作自受,自己变现的境界,自己去受用,是这么回事情。 如果你知道事实真相,事实真相,金刚经,末后一句太好了,如梦幻泡影,这是事实真相。 既然如梦幻泡影,还有什么好执着的? 自然就不执着。 一切都不执着,为什么还要勤奋努力的去做? 因为我们知道像是业力变的。 我多造善业就变好境界,虽然我自己不受用,我愿意给大众受用,这是慈悲心,大慈大悲。 诸佛菩萨要不认真努力来造善,我们还有日子过。 一切众生念念当中是造恶业,为什么这个世界还能维系到这个状况,这里面有很多佛菩萨在修善业。 我们在造恶业,他们在造恶业,所以维持这个境界,还能维系住,不至于变得更坏,道理在此。 所以要晓得,香即非香,非香即香,所有一切现香,当体即空,了不可得,这个现象是刹那生灭业因果报的连续香而已,却确实实没有自信。 十七,佛说一切法,但是幻香而无实体。 体为尽心,故曰万法为心。 又曰心外无法。 故可救诸法以明实相。 因诸法之实相,即是信故。 佛说一切法,但是幻香而无实体, 这就是说明一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香,却确实实无自信,就是没有实体,当体皆空。 体为尽心,它的本体是什么? 本体是清尽心。 故曰万法为心,心是能变能现,像是所现所变。 又曰心外无法,这是真的,所有一切法,不但是实法界,连诸佛菩萨的净土一真法界,也是唯心所现,除了心性之外,别无一法,这是事实。 故可救诸法以明实相。 因诸法之实相,即是信故。 实相就是本性,就是真心,说了许许多多的名词术语,其实是一桩事情。 十八,其信论,云,因不知一法界故,不觉念起而有无名,遂成众生。 一法界者,一真法界也。 十法界万象森罗,而真如则是一也。 即一切同体之意。 其信论,云,因不知一法界故,不觉念起而有无名,遂成众生,这是讲法界的源起,也就是我们现在一些科学家,在探讨宇宙的来源,生命的起源。 现在外国这些书籍出版的很多,可是都没找到,都是在摸索,都是在猜测,不能叫人心服口服。 因为它不是事实,它拿不出证据出来。 所拿出的证据,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存在,不能自圆其说。 宇宙的缘起,来源,生命的起源,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,很明白,特别是,人言经,人言经,叫做开智慧的,人言。 起信论,上讲的这个意思,也是,人言经,上所讲的,论上讲的简单。 因不知一法界故,一法界是真的。 众生与佛的差别在哪里? 迷雾不同。 迷的是什么? 一真法界。 悟的是什么? 还是一真法界? 一真里面没有迷雾,迷雾是人,人迷了。 迷了之后就麻烦了,一念不觉而起无明。 你要问,为什么会一念不觉? 因不知一法界故,不知道原本就是一法界。 一法界实在讲就是前面所说的,为心所现,心是一, 所以现出来的香也是一心真实,现的香也真实。 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现,这里面没有虚妄,没有妄想,没有分别,没有执着,现的是这个境界。 在四种净土里面,实报庄严土,实就是真实,不是虚妄的,所以实报庄严土就是一真法界。 一真之外有所谓实法界,实不是数字,是代表圆满,圆满是无量无边的法界。 无量无边的法界,从哪里来的?从差别心来的?我们讲堂现在有几百人坐在此的,一个人一个法界,两个人同在法界里,没有。 你们两个人是同一个念头,同一个思想吗? 个人想个人的。 好像我们是相同的,冷言经,上讲,同分望见。 所以我们这个法界里面,有跟人家相同的一部分,但是个人是个人的,有跟别人完全不相同的,叫别业。 譬如这个灯,每一盏灯,别业,它放的光,光光交融在一起,同分,虽然是同分,还是个人是个人的。 你把这盏灯熄掉,它的光没有了。 灯开起来,光跟大家同的,熄掉,它没有了。 可见那个同分还是自己的,不是别人的。 你才晓得一个众生一个法界,法界无量无边。 到什么时候跟大家真的相同? 入一针法界就相同,那就真的痛了,心同境界就同了。 这个事情可以能够试验的。 我们看到两个人,假如他的面貌相同,他的动作也相同,移态也相同,你就可以断定这两个人,对一切事的看法,想法多么相同。 面貌是心变现的,这一点不假。 有学问的人,有修持功夫的人,一看你的面貌,看你的举止言谈,全都露出来了,一点都没有法子隐瞒。 从这个地方可以能够测验到。 一切法是心实所变的,因此就可以在诸法里面,一切法里面见性,以明实相,就是见性,乡里面见性,因诸法之实相,即是信故。 我们看禅宗语录,有很多写机风话,我们一般人看不懂,不知道他说什么。 老师拷问学生,考他的境界,你见到什么? 他在地下拿一片树叶,拿一朵花笔一笔,老师就点点头。 我们不晓得他到底玩的是什么把戏,那代表是明星见性。 他问你的见地,你有没有见到性? 性在哪里? 是什么样子? 随念一法无不是,皆是的。 只要你真正体会到,一切法,当体积空,了不可得,那个空,不可得就是自信。 空跟有在一起,不是离开这个箱,别有一个自信,那就错了。 凡是禅宗里面表现的这个,我们用,金刚精,这个意思去体会,都是空有一如,万法一如,体相一如,这就对了。 你能够入一如的境界,那就是见性的境界,就是明星见性的境界。 如果你心里面还有分别,没见性。 只要有分别就有对立,就不是圆融,就不是一如,一如就是不耳。 众生跟佛一如,身佛一如,性相一如,体用一如,理事一如,无有一法不如,那就入了境界。 入这个境界心地一定清净,平等,无量受经,上讲的,清净,平等,绝。 他那个新的样子,新的状况,决定是住在,清净,平等,绝,里。 这里面显示一切法皆如,一切法不二,也就是,华言,所讲,入不思意解脱境界。 因为一念不觉则生无明,无明就是不知意法界,知就明了,无明就是不知道,就是不明了。 不明了是实真相,不明了万法一如,不知道万法一如。 不知是各动的香,无明是动香,心就动了,明了心就定了。 所以诸佛如来他的心是清净寂灭。 我们讲无忍菩萨,佛是寂灭忍,菩萨最高的境界是无身法忍,清净寂灭。 才一动就是无明,无明在哪里? 起心动念就是无明。 也许有很多人,我也不起心动念,我什么也不知道,人家问我,我总得要想一想,起心动念一下。 这就是无明,是妄心的根本,我们用的是妄心。 诸佛菩萨他不要起心动念。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释讲经说法,许多的经典,都是别人向他请教问题,他说的。 人家提出一个问题,佛是不是要去想一想再答复他? 如果想一想答复他,从无明里面生的,那就错了。 佛菩萨讲经说法心地干干净净,绝对没有动一个念头。 所以佛经是在无念无身里面自自然然流出来的。 我们今天对佛经为什么这么难懂? 我们是用无明,起心动念去研究他。 他是一个不起心,不动念里面出来的,我们要起心动念去研究他,别说你研究个十年八年,你一百年,两百年,研究无量解也研究不通。 为什么? 根本不相应,这就是戴经上讲的,佛法无人说,虽至莫能解,世间第一等聪明智慧的人,想研究佛经都不得其门而入。 道理在哪里? 道理在本质上不相同,一个是用真心,一个是用妄心,真心是清净心,妄心是起心动念的心,道理在此地。 佛法如何通达? 佛法如何通达? 不起心,不动念就通达,这个法字妙。 不起心,不动念,不但一切佛法通达,一切世间法也通达。 为什么? 一切世间法也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。 所以你只要见性,没有一样不通达。 佛经里面稀奇古怪的事情很多,这就是当年有一批调皮的人,释迦牟尼佛有智慧,你什么都懂的,我问一样东西你不懂的,他们晓得释迦牟尼佛太子出生, 以后出家行道讲经说法,他没有放过牛,问他放牛怎么放法。 释迦牟尼佛把养牛的方法说了一大套,叫人听了都呆了,记录下来,放牛经。 什么都懂,没有一样不懂,是出世间法统统都懂的。 我们不向清静心下手,向经教文字里面去下手,那就苦了,没有法子钻通。 一定要从心性上下手,心性上下手,那就是要遵守这不经上教导我们的原则,应摩锁住,而生其心,一切时,一切处,心要保持清静,一切是要认真去做。 学佛,菩萨行门当中的重要纲领,也就是教给我们怎样去生活,怎样去工作,怎样去待人,给我们说的是六度,十愿,这是总纲领,总原则。 尤其是普贤的实愿非常有效,比六度的效果还要来得舒适。 为什么? 直接显示自信的功德,换句话说,直接用信德来修。 佛门里面常讲,称信起修,全修即信,那是普贤的实愿,交给我们一切恭敬,一切恭敬是信德。 除什么? 除共高我慢的业障,那是自信的大病。 业障在哪里? 共高我慢是业障,贪甜吃是业障,妄想,分别,执着是业障。 业障要从最重的先除它,最重的就是共高我慢。 为什么? 因为共高我慢,障碍了善法,不能够清净善人,不能清净善法,那就完了。 所以把这个摆在第一,交给你要理尽诸佛。 诸佛,华言,普贤法门所讲的诸佛,那个意义不一样,他讲的是十方三世佛。 过去佛,我们在,万佛明经,三千佛明经,里面看到,现在佛,未来佛。 未来佛是谁? 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。 这一切众生,众生也是广义的,众生不单指动物,植物,矿物都是众生。 众生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,任何译法都是众缘和合而生,所以叫众生。 一切众生都是佛,那我们要问,桌椅板凳是不是佛? 是佛。 香炉辣台都是佛,无有一物不是佛。 戴经上告诉我们,有情众生,我们今天讲动物,我们叫他做佛性,就是他的自性。 我们叫佛性,植物,矿物,我们换一个字,叫他做法性。 但是要晓得佛性跟法性,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,华言,上才说,情与无情,同源种制,同源种制就是成佛。 你什么时候成佛? 你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情与无情,统统都成佛了,你就成佛了。 如果你今天佛学的不错,但是这个看不顺眼,那个我对他不太高兴,你就没有成佛的指望。 不但没有成佛的指望,告诉你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指望都没有,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里的人,心地清净,平等,慈悲。 如果你看到不顺眼的人,他念佛也往生了,你也往生了,到了那里,你怎么也来了,你们两人要打一架,哪有这个道理? 心里面有一点点这种执着痕迹,要知道不能往生,这个对我们的关系太大太大了。 所以别人对我们看不顺眼无所谓,我们万万不可以,要知道我们有这一念不能往生。 他有这些念头,他要不要往生我们不知道,他如果真要往生,不能有这个念头,这是不可以不晓得的。 这是有了无名才变成众生,有了无名才生烦恼,烦恼辗转越来越严重,于是就越来越堕落,这一桩事情一定要清楚,要明了。 只要不出轮回,你的果报一定是每况愈下,你不会好的。 你不要以为做人不错,来生还可以得人生,来生还要做人,你固然有这个念头,做人有做人的条件,你有没有具备。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,得人生要持五戒,你想一想,你的五戒守得怎么样。 能不能打个八十分? 如果你五戒可以打八十分,你来生可以得人生。 五戒的戒相很维系。 不杀生,我没有杀人,小动物有没有杀。 你能做得干净,做得到吗? 不偷盗更难,想占人一点便宜就偷盗了。 偷盗在佛经上讲的好,叫,不语取。 只要是有主之物,他没有答应,你取得就是偷盗,非常维系,很难受持。 很多人一般习惯上,他不知不觉,他认为是很正常的,他不晓得他犯道戒。 做生意的人,很多学佛同修寿了戒的,跑来找我,他说,法师。 我们犯了妄语戒,又犯偷盗戒。 我说,你怎么犯的? 他说,我不骗人,不逃税,我就不能赚钱,我生意就不能做了,那怎么办? 你们大家想想怎么办? 当然最好是改行,不要去做这个事情。 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,改不了,资本投下去之后改不了,不是容易事情。 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同修,他做的生意并不好,做德州炸鸡,他的分店有二十多间,很赚钱,资本投下去太大了。 以后学了佛,知道了,忏悔,但是生意没有法自收,从利润当中拿出一部分红法利生,专门来做好事,不错了。 有没有办法抵过业力? 很难讲,很不容易。 总算是觉悟,回头了,没能彻底回头,可见这个事情不容易。 五戒想持的圆满很难,来生再得人生不容易。 你修福,修得一点福,如果得不到人生,福报是有的。 有人到畜生到享福,有人到恶鬼到享福。 地狱到是没福享,那是完全受罪。 畜生到享福我们看到太多了,外国人养的宠物,宝贝。 那真是一家之主,没有一个人不恭敬他,不伺候他,他有福报,前身修的。 家里的主人都是他的奴才,都是他的庸人,都要伺候他,想这种福报。 恶鬼到里面享福报,像土地公,成皇爷,初一,十五都有很多人白白,去祭祀他,鬼到里面享福,干这些事情去了。 修福着香,将来就会想这种福报。 这些道理,这些事实,唯独佛在经典里面讲的透彻,我们不能不相信,不能不接受,否则的话自己一定要吃亏。 也给我们说明六道住不得,要住在这个地方,来生得不到人生,就是恶鬼,畜生,再要造重一点的罪业,就入地狱。 三恶道入进去很容易,出来太难太难。 所以在六道里面,佛讲的没错,头出头没。 在六道里面,哪里是你的家乡? 三恶道是你家乡。 你到三善道来是出来旅游的,时间很短,马上就要回去了。 你们看看,地藏经,就晓得,的藏菩萨好不容易度一个众生到人道,人道没几天他又回去了。 人间一个月是恶鬼道的一天,人间的一年是恶鬼道的十二天。 人道里面来了,活个五时,六时,死了再去,恶鬼道没几天,刚刚看到你去了,你怎么又来了? 就是这个样子。 我们底下这个星期天,苏居是来跟大家报告,最近他念佛祝念诵往生的有七个人,还有一个往生的是一只猫,也念佛往生的。 畜生都念佛往生,这都是眼前的事情,最近的事情,他来报告给你们大家听。 人证,物证都在面前,一点都不假。 而且往生这个事情想什么时候走,就什么时候走,不难。 真的是自在。 不是说功夫到某一个程度来去自在,实在讲只要信愿具足,就来去自由。 这个话有根据吗? 有。 偶异大师,弥陀要解,偶异大师讲过,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,品位高下决定在念佛功夫浅身,细细体会大师这两句话,我们就能肯定往生真的是随意的,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得了,这不是假的。 一法界者,一真法界也。 十法界万象森罗,而真如则是意也。 即一切同体之意。 底下这几句话好懂。 同体,同一个性体。 十九,若知的一切法之真实状况,莫不空有同时。 则上自十方诸佛,下至一切众生,以及山和大地,情与无情。 莫不皆以静心未体。 静心知识相,本是空有同时,为知一真法界,诸法亦如。 若知的一切法之真实状况,莫不空有同时,这一句话是总原则,总纲领。 说空有同时,就是说万法亦如,就是说万法不耳。 空有是同时的,性相是同时的,理事是同时的,身佛是同时的,无有意法不同时,无有意法不是同一个自信。 正因为它是同时,它是一如,它是不二,所以,华言经,财上显示,是事无碍,你们想想看,如果不是同时,不是一如,怎么可能是事无碍? 理事无碍或许可能,是事怎么可能无碍? 就是因为一切法是同时的,是不二的,是一如的,所以显示出来事是无碍。 则上自十方诸佛,下至一切众生,以及山和大地,情与无情,莫不皆以静心为体,静心是清静心,清静心就是实相,清静心就是自信。 所以静宗法门的修行,它是修的静念,称它为更亲切,就是静念旧的清静心,就是这么个道理。 比班若法门讲的关照,它是用志念,志念跟静念还是要差一等。 静念比志念更直接,意思在此地。 静心之实相,本是空有同时,为之一真法界,诸法一如,我们在现前生活当中,是事物物去看这个,去体会这个,体会不二,体会一如, 体会同时,你从这里面去体会,用这样的功夫。 这一句佛号决定不能间断,我们心里只有佛号,没有别的。 但是我们看一切法,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观察,好处在哪里。 帮助你看破,放下,念佛往生毫无障碍,好处在此地。 所以我们讲,金刚经,的用意,就是看大家念佛不得理。 所以把,金刚经,拿来讲一遍,帮助大家看破,帮助大家放下,把念佛往生的障碍排除掉,使我们进宗法门一帆风顺,我们目的在此地。 观察,如,冷眼睛,上讲的,微密观照,小柱前面的,精密观照,精密跟,冷眼睛,上的微密,意思是相同的。 方法就是不用心意识,不要有意的去打妄想,有意就变成妄想。 自自然然去观察,去体会,要久久体会,功夫就成就了。 你真的能看破,真的能放下,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,决定不会被外援所干扰,这个样子功夫怎么会不得理? 你的生活怎么会不自在?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,想什么时候去见,就什么时候去见,这个多自在。 真正是,班若心经,上所说的,度一切苦恶。 但是修班若,的,照见五蕴皆空,才能,度一切苦恶。 我们没照见五蕴皆空,也度一切苦恶,这是我们人人可以做得到的,只要自己肯努力一点,就能成功。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四十五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,九年二月三年四月五。 请先开金本第一百零四页。 上面讲到,一真法界,讲到,诸法易如,这是大成经的精华,也是最要紧的教义,我们修学要想知道的就是这桩事情,所谓菩萨正果。 也是正的这桩事情。 因此我们在前面说完之后,后面再用比喻来说明,使我们对这个事情能够更深入明了一些。 在这里面为我们说出,同体,谁跟谁同体。 一切诸法都是同体的。 净虚空,便法界,我们佛门里面的术语常讲,一正庄严,一报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 环境范围太大了,从最维系的地方来说。 我们穿在贴身的汉衫,这是我们生活环境,身外之物都是生活环境,我们居住的环境,我们活动的环境。 现代由于科技的发达,交通便捷,我们的活动空间,已经不像从前一个小的城市地区,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遍及全世界。 几乎每位同修都到世界其他地区去度假,观光旅游,所以活动的空间大了。 不过现在这个大,只带到这一个地球,只有少数人他们到过月球,不是多数人,少数人到过月球。 还有没有人的太空船,曾经登陆火星,水星,没有出太阳系。 在我们想象,将来科技再进步,大概在太阳系的旅行是不成问题的。 可是这一个太阳系范围非常的小,如果在整个无穷浩瀚的太空当中,这个太阳系的范围很小。 科学家告诉我们,太阳系是我们银河系里面的一个小星系,而银河系的范围就非常广大。 从银河这一边到那一边的边端,用光的速度来亮的话,差不多都要20万光年,就知道这银河系的范围多大。 这一个范围在我们佛经上讲,才是一尊佛的教化区,我们佛经里面讲的佛叉,一个佛叉,一佛土,一个佛的国土,实在讲就是一尊佛教化活动的范围,这是一个银河系。 这是我们过去一般人,对于经典上讲的,都是这样去体会。 可是我们看看近代,黄彦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》,筑节后面,他附一篇文章,这一篇文章也是他从北经交给我的,我们复印在这个经的后面,这他的看法,看法也不无道理,看法有道理的。 他是一个学科学的人,他在天津大学教无限电学,他是一个科技人才。 据他的看法,这一个银河系实在讲就是我们佛经讲的一个单位世界,这个就了不起,这个范围就太大。 我们知道一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个单位世界,换句话说,要一千个银河系,才是一个小千世界。 一千个小千世界,一千个小千世界,一千个小千世界,才是一个大千世界,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活动的范围,如果以这个一千剩一千,再乘一千,十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佛土,一尊佛的教化区,一尊佛的活动范围,这实在是太大太大了,我们简直不敢想象。 现代科学虽然很进步,还没有发现十亿个银河系,还没有看出来,你才晓得佛的佛国土是多大。 一尊佛国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,就是一个六道轮回。 诸位要晓得,单位世界的天顶是初禅,小千是二禅,中千是三禅,大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。 所以一个大千世界,只有一个四禅天,它有一千个三禅天,有十亿个初禅天,这么大的数字。 黄老居士的说法,它是讲银河系的中心,就是佛经上讲的须弥山。 这个中心我们现在科学家叫它做黑洞,银河系的中心,这个地方的引力非常之强,任何物质到里面都被吸收了,连光到那个地方都被吸收掉了,它觉得那个是我们佛经上讲的须弥山。 所以须弥山不在地球上,它说的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在。 像这样的大千世界,在这个太虚空当中是无量无边,一切诸佛如来都说不上它的数字,你说这个范围多大。 这么大范围里面一切一正庄严,一报就是物质的环境,正报就是身体,有情众生,都同体,我们与佛同体,我们与一切众生同体,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。 在这个地方用一个比喻来说明,这是古德常讲的,用金,根,气,来做比喻。 拿金比做体,用气比做香,使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就好比是气。 金是,能献之体,唯一,气是,所献之香,无量。 体是一个,就是黄金,但是它所献的香,那真是无量无边,你喜欢要个什么东西,就可以用黄金造一个什么东西,造的再多,几千种,几万种,体还是金,体没有变,用这个比喻比较好懂。 气是无量。 经上常说,像,华严经,上讲的,一级是多,多级是一,一为无量,无量为一,一是从体上讲的,无量从相上讲的。 凡是讲一,从体上讲的,讲多,讲无量,都是从相上讲的。 体根像是一不是二,正如同经根气是一不是二。 离了体,离了经,没有气,离了气也没有经。 因此,体像是一不是二,或者是体用都一样,体用是一不是二。 所以同体,不但同体,同时,底下讲,亦为无量,无量即一,同时。 我们一般人对于同体,这个意思还能够接受,说清楚能够接受,对于同时就感觉的很迷惑。 其实如果真正明了是同体,同时就并不难懂。 这才真正契入不二法门,不二就是一,体相不二,体用不二,性相不二,理事不二,事事也不二。 华言经,上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个意思,就是,同体,同时,所现的这个现象。 不思议解脱现象,这个现象在班若经上就叫做,实相。 实相就是一真法界,就是诸法一如,班若经上讲,诸法一如,华言经,上讲,一真法界。 从这个表上看,更醒目一些,更清楚一些。 这一个观念非常重要,这是决定正确的观念,我们对宇宙,对人生,对一切万法,能够晓得是,同体,是,同时,这就是入佛之见,你的看法想法跟诸佛如来一样。 二十,须知一切法皆由心线。 一切实者,一切法俨然在望。 此语是破之无。 一切非实者,一切法当体即空。 此语乃破之有。 若知空有同时,可见空有据不可说。 何所用其分别哉。 若知一切法皆由心线,这个心是真心,都是由心线。 一切实者,一切法俨然在望,这是讲他不讲空,讲一个实相。 我们六根能够觉察出来这一切现相存在,俨然存在,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就叫俨然。 此语是破之无,佛这个说法也是事实,佛没说错,是破那些执着无的,执着空无,也就是说执着体,而不承认有相的存在。 哪些人? 世间里面四空天的天人,四禅天的无想定人,这些人都是执着空,这是没出三界的。 三界之外的小臣,阿罗汉跟辟之佛执着空,所以他们正的的涅槃叫偏真涅槃,正的是真,没错,偏在一边,偏到空里面去,所以虽然正的涅槃,不起作用,有体无用,这个错了。 世尊常常在大臣经上责备他们,说他们这些人堕无畏坑,不能够明心见性。 所以这个说法是破之无的。 一切非使者,一切法当体即空,一切法,相虽然是有,体没有,体是空即,清静即灭。 我们现在佛经读得多,观念确实慢慢自自然然变过来,晓得这一切现相,是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相,所以我们对这些相就能放得下,能够看破,放下,不再执着,不再是,这个是我有的,那个是我要的,这个念头虽然是还没有断,但是非常的淡薄。 无论什么事情,有也好,没有也好,所以这个心确实清静很多,妄想少了,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法里面没有的,当然也没有施,有的施这个执着那很辛苦,没有的施就自在了,真正体会到随缘度日的那个味道。 平常我们佛经理祖师大德常讲随缘度日,这个话你会讲,那里面真正的味道你体会不到,因为你没有去做,你没有入那个境界,那个体会不到的。 为什么不肯做,没看破,以为是实在有的,这个真的叫自找苦吃,没有这回事情。 所以我们晓得一切法当体极空,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是如此,这个生香也是,当体极空,了不可得。 也许你要问,这个观念有什么好处,好处很多,最起码的好处是你不生病。 当体极空,病在哪里? 没有了,没有病。 你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就会生病,病总得有个东西去生,身体不是我,当体极空,那病在哪里? 你找都找不到,这个好处就有了。 再有一个好处是年轻,不会老,纵然功夫不够,不容易衰老。 所以说优、悲、老、病、死,都是因为有我,这个错误观念,认为外面东西都是实在的,才惹这个麻烦。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看破了,看清楚了,真能放下,优、悲、老、病、死都没有了,它真有好处。 不要说生活在此的,生活在尽虚空,变法界都得自在,没有不自在的。 为什么会自在? 因为,同体,因为,同时,这是道理,这是事实真相。 这个说法是破执着有的。 若知空有同时,可见空有据不可说。 何所用其分别哉。 这种分别,妄想、执着,自然就没有了,空有是同时的,性相是同时的。 因此佛教给我们两边都不执着,那就对了,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,你怎么会不自在。 二十一,若约究竟亦彻底说之。 言浅则一切浅。 言不浅则一切不浅。 须知凡言浅者,应值顾浅。 若谋所值,则谋所浅。 故空有同时亦不可值,值亦应浅。 若约究竟亦彻底说之,这就是更深一层去观察,去体会。 言浅则一切浅,浅是离开,放下,舍弃,不是说我这一边放下,那一边还留着,那个不行,一舍要一切都舍。 世间法舍掉了,佛法也要舍,佛法也不能执着。 为什么? 佛法还是因缘身法,佛法与世间法还是,同体,同时,万万不能够执着,执着就错了,执着是大病。 执着佛法也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,所以佛法也不能执着,这是一舍一切舍。 言不浅则一切不浅,不浅是什么? 从相上讲的,是法,佛法一切万象它有,它不是没有相,体一定现象。 当没有妄念,没有妄想的时候,所现的相叫做,一真法界。 如果里面有妄想,分别,执着掺杂在其中,所现出来的像就叫十法界,就叫六道轮回。 所以六道,十法界,是分别,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。 所以说有体决定会现相,相不能灭的,相会转变。 因此,诸佛菩萨教给我们要断恶修善,你能够断恶,恶的相不会现前,你能够修善,善的相就能够现前。 所以说是十法界一正庄严是什么原因? 业因果报变现的相续相而已。 无论是善境界,逆境界,都是刹那生灭了不可得。 因此,诸佛菩萨在三恶道度众生,他没有苦受,在西方极乐世界度众生,他也没有乐受,苦乐两边都舍,空有两边舍了,苦乐两边也舍了,他才能得自在,智慧才真正能现前。 只要有一丝毫放不下,那就是无名,那就是烦恼,那就是生死的根源,所以一定要彻底放下。 须知凡眼浅者,应直顾浅,这个浅对什么说的? 对执着来说的? 浅就是放下。 在古时候,在中国南宋,浙江凤化出现了一位布袋和尚,我们现在大家都称他弥勒佛,弥勒菩萨。 现在弥勒菩萨都塑造的是布袋和尚像。 布袋和尚也是不修边幅的,一天到晚被一个大布袋,到处去化园,人家给他东西,他也不管什么东西都往布袋里一放,背着就走了。 曾经有人请教他老人家,你怎么修行,向他请教修行的方法。 他站在那个地方,把布袋放下。 那个人也不错,懂得他意思。 修行,怎么修行? 放下。 放下之后怎么办,他把布袋再背上来就走了。 放下跟背起来是同时。 金刚经,上,应摩锁住,是放下,而升其心,是背着就走。 他用这个方法表示。 一部,金刚经,所讲的,他一个动作一表演,全都演出来了。 我们费这么多事情来讲,他一表演就出来了,他真的是在行道。 放下之后要懂得提起,提起的时候要懂得放下,放下跟提起是一不是二。 你要认为是两桩事情,那你就错了。 它是同时的,同体同时,这才显示出诸法一如,空有同时。 故空有同时亦不可执,执意应浅,空不能够执着,有也不能够执着,空有同时还是不能执着,不能执着,也不能执着,你要有个不能执着,你还是执着,你的心还是不清净。 这个话只能说到此的,再往下眉的说了,言语道断,心形触灭。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体会,这才是真正清净。 二十二,情见若空,说空有同时亦未见其可也。 佛是门中,义法不立,义义法不舍也。 情见若空,情是情直,见就是你有见解,也就是你有你的看法,有你的想法,那就完了。 你要问佛菩萨,佛菩萨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? 他没有看法。 你问他什么想法。 他没有想法,他比你高明。 今天我们最大的麻烦,很难突破的,我想怎样,我看怎样,这重其心动念,这个言语态度,四相俱足,我执,法执俱足,读佛经他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。 如来真实义是什么都没有,那是如来真实义。 如果你什么都不执着,什么都没有,你看这个经,一看意思都明白了,都开悟了,你有一点点意思在里面,佛来给你讲,你都不会开悟。 不要说是人讲,罗汉讲,菩萨讲,佛来讲都没有用。 什么原因? 因为你有障碍,这就是业障,深重的业障。 我们在这个会上,常常用慧能法师做比喻,慧能法师听经为什么一听就开悟。 他没有执着,没有分别。 他在五祖人和尚那里所说的,那个妓子,本来无一物,他心里面什么都没有,所以他才开悟。 而神秀跟五祖那么多年,他没有办法开悟就是他有一物,他还要,实实情服事,物事惹尘埃。 他有我执,有法执,所以就不行。 经教他都懂,他也会讲经说法,也得到一切信徒的拥护。 诸位要晓得,他所讲的都是别人的,不是自己的,都是听说的,看的的。 听来的,看来的,这种学问叫济问之学。 你记得很多,你读得很多,听得很多,你记得很多,连孔老夫子都说,不要讲佛,济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,不是你自己的东西。 在中国古代是出世法都要求的是开悟,你自己觉悟了,那是你自己真实的东西。 所以悟过来之后,讲,金刚经,他是讲他自信的,金刚经。 这个金本是释迦牟尼佛从自信里流出来的,开悟的人讲经,是拿到这个金本引发他自信的,金刚经,那个味道不一样。 这些原理原则,佛不吝法,说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就叫你放下,那你放下,再放下,放下还要放下。 有,放下了,什么都没有了,没有,也要放下,最后,放下,还要放下,那就行了,你就心开一解。 这个时候就能渐渐恢复到本性,本性尽虚空,便法解。 你把你的想放下,心里面拉拉砸砸那些像,妄想放下,把执着放下,执着是烦恼。 贪甜吃,中国的文字都在心字部,贪里面有心,甜会也有心,鱼吃也有心,那是执着。 分别就是丝,心里面画上界线,要不得。 打妄想,心里面就线香,统统要不得。 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之后,都没有了,最后渗下来,渗一个真心,叫你放这个东西。 所以情跟剑,绝对不是好东西。 情剑若空,就是空有两边不着,执着也不执着了,到这个时候,说,空有同时,也可以。 为什么? 你说不会执着,只有言说并无实意,那怎么说都可以,说空也行,说有也行,说执也行,说不执也行,怎么说都对。 即说四句又何尝不可,这四句是空,有,非空非有,亦空亦有,他都对,都没有错,入了境界就没错。 没入境界,若其未空,说四句顾不可,那不是你的境界。 即说空有同时,亦未见其可也,你只是学着别人说话,不是你自己的见地,别人说的没错,你说就错了,不是你的见地。 所以学人家的东西,有的东西可以学,有的东西不能学,学不到的。 世相的东西可以学,体性的东西决定学不到。 佛世门中,义法不立,义义法不舍也,为什么义法不立? 因为一切法,当体即空,了不可得。 为什么义法不舍? 因为有体决定现相,相不可灭,相只会转不会灭。 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,轮回是转变,不会灭。 这一段的意思很深,是说明什么叫做实相。 这个深意,我们从这些注解多少能够体会到一些,纵然不能够误入,也能得到一点消息。 能得到一点消息,对我们的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。 自经而后我们在生活,工作,处世待人接物,自然会看淡一些,不会那么计较。 能看淡一分,就有一分的智慧,能放下一分,就有一分的受用。 受用就是经上常讲的福德。 看破是智慧,放下是福德。 你就有一分福德的受用,你能够开一分智慧,的一分福德,这是真实不是假的,立刻就能得到受用。 七六,约当来劝庆经劝后自庆。 世尊,我经的文如是经典,性解受持,不足为难。 一,性解受持,异语,明其不但能性能解,且能解行并进而不退也。 性解受持,其实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讲是大非一事。 须菩提尊者不难,我们的确不容易。 他为什么不难? 前面讲人家身解义去,他当然不难。 明其不但能性能解,且能解行并进而不退也,学佛最可贵的就是这一点。 如果能够解行并进不退,成佛不需要三大阿僧止节。 果然能保持这个样子,甚至于说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不必去了。 为什么许许多多菩萨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,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保证你不退转。 凭什么保证? 没有退转的条件,佛法里面讲源,没有退源,现代的话来讲,没有退转的条件。 而石方极佛差土,退转的条件太多太多了,这是我们很容易体会到的。 为什么退转? 我们里面有烦恼,烦恼是什么? 贪,甜,愚痴,懈怠懒,这都是本身具有的,外面五欲六成在那里诱惑,里外一接触,哪有不退转? 佛法讲精进谈何容易,精进有精进的条件,你没有精进的条件,你懈怠懒惰,退转必然的,我们也可以讲那很正常。 它的条件在哪里? 你要晓得精进在六度里面是排在第四位,前面三位就是它的条件。 第一个不失,它真能放得下,不失是放得下,持戒,真正守法,第三,能守法的人它才能够忍耐,它才有耐心,能忍而后才能够精进。 事出世间一切法,成就都在精进,所以精进,一门深入,精是纯而不杂,纯一。 没有前面三条,它放不下,它不守法,没有耐心。 譬如我们学东西,就学的很多,学的很杂,这前面三个都没有。 我要广学多文,广学多文不是给你讲的,广学多文是给谁讲的? 是给法身大士讲的。 普贤十愿里面有,普贤十愿是给谁说的? 华严经,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,最低程度是原教出驻菩萨,人家已经破一品无名,正一分法身,才修普贤十愿。 普贤十愿的基础是六度,六波罗蜜,没有六度的基础,谈什么普贤十愿。 这个必须要晓得,它的基础在哪里。 所以我们的学佛,从哪里学起? 要从看破,放下学起。 金刚般若,实实在在讲,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,帮我们看破,帮助我们放下,这个经上说得太好了。 法上应舍,何况非法,法是佛法,佛法要舍。 不但是间法要舍,佛法要舍。 你要问为什么佛法要舍? 不舍,你四相具足。 具足四相就具足我执,法执,那有什么用处? 有四相,有二指,就决定不能见性,所以经上讲,则非菩萨。 则非菩萨,这个菩萨的标准,不是普通菩萨,是见性的菩萨。 则非菩萨,就是说明你不是见性的菩萨。 金刚经,的标准跟,大乘其性论,的标准是相同的,都是法身大事的标准。 解形不退,我们的确要从六度上扎根,从六度做起。 然后才能够提升到普贤形。 普贤形是成佛的,六度成菩萨,普贤成佛。 二,常老生执佛是,文法正果,能解空意。 此所以自庆,不足为难。 正显末世之十分为难。 常老生执佛是,须菩提尊者出身跟佛同一个时代,同一个地区,有缘亲近佛陀。 文法正果,能解空意,佛讲的第一意空,也就是讲的真如本性,实相理体,他懂。 佛说的他也正入,他亲正,所以他懂,他这个不是听了懂的,他是自己真正入这个境界。 怎么会入? 前面说得很好,只要一切法是一不是二就入,关键在此地。 如果一切法还是二,你没有入。 入的人决定是万法一如,那是入的样子。 还有我,还有人,还有众生,还有佛,还有释法,还有佛法,这个人决定默入。 他可以成为一个现代人讲的佛学家,佛学家是什么? 是世间凡夫,佛法懂得很多,很有研究,但是他还在二里面不是一二没有归道一,这个人是凡夫,绝对不是圣人。 此所以自信不足为难,正显默示之十分为难,这事实实在在的话,我们是真男,我们心何尝清净。 从什么地方看,从平等看,如果心真的清净了,一定平等,真正清净了,一定万法一如。 我们与一切大众相处,还是有增爱,这个我喜欢他,那个我讨厌他,这哪里平等。 有这个念头在,心就不清净,就不平等。 我们讲修行,修什么? 每天念多少卷经,念多少身佛号,刻多少个大头,没用。 那叫装模作样。 如果你们看寒山,时德的传记,寒山,时德当年在国清寺,厨房里面做苦工的,一个是在厨房烧火的,寒山烧火的,一个是单干水的,吃剩的东西,丢掉的时候,他收了剪剪挑出去的。 封干是聪明的,这跟六祖在黄梅干相同的事情,封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 他们看到初一,十五大殿上诵戒,他们两个在门口嘻嘻哈哈的笑,说一些风凉话,装模作样。 这是说明了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。 形式是做什么用的? 形式是表演的,这个诸位要晓得,就跟演戏一样,表演的。 初一,十五,大家在一起诵戒,也守住一规,规规矩矩,整整齐齐,表演的。 给谁看? 给外面初学佛的人看,不学佛的人看,让他们看到这个场面肃然起敬,又倒塌入佛门。 是这个意思,这个一定要知道。 我们做所有一切法会,他用意在此的,接引广大的群众,这是演艺台戏给他们看,目的是接引他们来。 真正修行是在心地功夫,这个要晓得。 所以往往真修行人,他不注重这些表面工作,但是并不是说这个表面工作是不对的,晓得表面工作用意在哪里。 他有无量的功德,这就是十大愿往里面的称赞如来。 确确确实实,金刚经,里面所讲的理论是真好,真高,真妙,方法也好,简单,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容易。 可是并不是说不能做,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做,不是不能做。 譬如说,布施叫你放下,你肯不肯放下。 放下,布施实在讲,你把钱都捐出来,捐出来多麻烦,费那么多事情,连捐的这个念头都没有,这叫真放下。 娟,我还想到哪里去,这个啰嗦,你还是放不下,放下连这个念头都没有,有也好,没有也好,脑子里面,心里面,这念头都没有,那才你真的舍掉了。 五欲六成,明文立养,要统统放下,释出世间法一切放下。 那我还学什么佛,统统放下你就成佛,你不要学了,你成佛了,你还学什么? 佛跟凡夫不一样,凡夫放不下,佛统统放下。 那个佛,不学就成佛了,多自在。 所以一定要从这里下功夫。 开始要练习,因为妄想,分别,执着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,这说得容易做得难,哪有说放下马上就放下,没那么容易的事情,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学习,去锻炼。 三,末世众生,既不欲佛,甚难得闻,甚难信解受持者,而静得闻,静能信解受持。 彼真难能可贵。 其根性必远胜我,其古武后学之心,全权即矣。 这个意思已经牵涉到底下一段。 末法时期我们去佛很远,没听到佛说法,没有听到菩萨,真正善知识说法。 那个说的人都讲不清楚了,我们听的人还听开悟了,哪有这个道理? 没这个道理。 除非听的人心真清静了,却确实实一尘不染,真的是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,那个行,那个听人家胡说八道也会开悟。 这就是常说的,会说不如会听的,那个行。 可是到哪里找那样的人? 没有。 人人都有妄想,分别,执着,那就要欲真正善知识开导。 没悟的人,没相应的人,那就非常困难,就是他自己认识不清楚,了解不清楚,纵然依照古大德著书去说,因为他没有透彻,他没有明了意思。 由此可知,要不从真正修行实证,要想把经讲好,没那么容易。 我们今天开始学,开始学要踏着古人的痕迹,决定遵守古人的注解,我们踏在他的肩膀上,踏上去要出人头的才行。 如何出人头的? 下面就是要认真,金刚经,上讲的寿持,读诵,为人演说,那就出人头的了。 一定要寿持,寿持前面讲了好一大段,寿持简单讲是依教奉行,你要不能依教奉行,那就不是寿持。 金刚经,教给你是什么? 离名字相,离言说相,离境界相。 境界相给我们说了三个,围城,世界,身相,境界里面小相,大相,小室围城,大室世界,离身相,佛举的三十二相,和起来身心世界统统放下, 这叫做寿持,金刚经,这经文里面说得清清楚楚。 不是叫你每天,金刚经,念几遍,或者拜一步,那叫寿,那个,不是的,那毫不相干。 金刚经,的寿持,是叫你身心世界一切放下,这叫寿持。 你有没有去做? 你放下多少? 如果在末法时期真有这样的人,须菩提尊者佩服,当然佩服,理当佩服。 因为他身在佛陀那个时候,他开解受持那不难,距离佛已经二千五百多年以后, 还有人没有遇到佩服,遇到金刚经,也能够明了,也真能够这样做,这个人善根福的一定超过虚菩提,这我们承认的。 所以今天说老实话,你的修持,你不成就那就不谈了,如果要成就,决定超过过去的祖师打得。 什么原因? 连池大师在,竹窗随笔,里面就有一段公案,佛门叫公案,我们一般人讲故事,真实的故事。 在他那个同时代,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修行人,四众同修对他都非常尊敬,非常敬仰的。 他住山,在山上住小茅棚,修得非常好,戒律经严,身心清净。 可是他有个缘,人家请他到都市里面来弘法,在都市里住了没多久,他名利新生起来了,贪甜吃慢都起来了。 堕落了。 这就是说明一个人如果经得起诱惑,那成功了。 绝大多数的人经不起诱惑,外头环境一诱惑,里面烦恼又勾起来了。 他在深山与这个社会不接触,他身心清净,到都市来就完了,这非常值得人感叹的事情。 莲池大师那个时候什么时代? 我们今天这个什么时代? 今天这个时代花花世界,就是莲池大师这样的人,要是处在今天这个都市里面,也很难熬过去。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,能够不受诱惑,你这个定功就超过他们,你的智慧也超过他们,一定的道理。 所以你们这些年轻出家人,要度底下一个世纪的众生,你们的定功智慧要超过我们这一倍。 为什么? 下一个世纪的诱惑比我们现在又不知道多多少倍,强多少倍。 这是魔境。 外头都是妖魔鬼怪,都在那里想尽花样诱惑你,在那里欺骗你,你能在这个境界里面如如不动,这是高端的功夫。 古大德这些菩萨佩佛不是没有道理,很有道理。 他这个话讲的不是谦虚的话,不是客气的话,句句都是实话。 7.7. 广劝 若当来是,后五百岁,其有众生,的文士经,性解受持,是人则为第一稀有。 这是须菩提的赞叹,意思就是超过我太多太多,我不稀奇,那才叫真稀奇。 1. 后五百岁,则指佛入祭后,第五个五百年,即末法之初。 经则3022,已在第七个五百岁初。 经中凡言后五百岁,亦不定在第五。 总名其是在末法时代而已。 后五百岁,则指佛入祭后,第五个五百年,即末法之初,就是末法的初期。 经则3022,佛灭度到今年是3022年,这个说法是我们中国的说法,跟外国人的讲法不一样。 外国人他们说法是2500多年,跟我们中国说法相差600年。 到底哪个是真,哪个是假。 这个事情你要不问释迦牟尼佛,谁也不能确定。 所以佛灭后几年,到现在是有很多种说法。 在中国习惯,虚云老和尚用这个讲法,印光老法师也用这个讲法,印老给人家写的字后面用的佛法几年,都用这个讲法。 这个讲法,在我们中国课诵本里面,那个说法跟这个年代就相应。 佛出生在周昭王甲迎年,佛灭在周穆王仁迎年,所以用这个说法,跟这个年代就一样。 我们在赞诵里面,还是有这些字样,这个无关紧要。 就是外国人这个算法2500年,也是第五个500年,都符合了。 末法之初,佛的法运,正法一千年,向法一千年,末法一万年。 末法一万年,算外国的算法,也过了500多年,现在是第六个500年,如果照中国这个算法,现在是第七个500年,去佛远了。 已在第七个500岁初,这是算中国的讲法,去佛远了。 经中繁衍后500岁,亦不定在第五。 总名其是在末法时代而已。 这是一个原则,我们晓得就行了。 总而言之,他这个话是讲在末法时期,不是正法,不是项法,宗在末法时期。 二,能言经,云,此时众生,斗正坚固,入道甚难。 斗正起于执着,执着起于分别,分别起于我见。 而佛法则是专制此病。 这个确确实实没错,像,金刚经,就是一副良药。 可惜现在人,金刚经,喜欢念,很尊重它,不照做,那有什么用处。 还是,我见,我见就是刚才讲的,我的看法,我的想法,还是搞这一套。 每个人都说我的看法,我的想法,哪能不打架。 所以和和僧团在今天没有了。 我在早年,说这个话应该也有二十年。 二十年前台湾有一位老居士,也是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。 有一天,他请我吃斋,请我吃饭。 在台北有个公德林,二十年前的台北市,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 他只请我一个人,吃饭的时候,他的样子就很难过。 他说,法师,现在很多人造罪业,我说,造什么罪业? 要堕阿鼻地狱。 我听到这么严重,什么人造罪业堕阿鼻地狱? 是造什么业? 他说,破和和僧,我一听,吃饭。 吃饭。 别想这个。 他说,为什么,我说,你在哪里见到和和僧,我这一问,他想想笑起来了。 不要外面的人去破和和,住在寺院里面,他们自己就打架,就吵了,哪里和和。 如果真有和和僧的话,破和和僧是堕地狱,我说我没见过和和僧。 一个小庙,两个人住,两个人都常常吵嘴,都吵架,他怎么和和。 所以我老实告诉他,我说我没见过和和的僧团,你在哪里见过? 他也没有见过,那说他干什么? 没事,没有人破和和僧。 和和僧团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? 见和同姐。 所以是尊真令人佩服,我们不能不无体投地。 他老人家这个和和,见和同姐的基础在哪里? 不是说我的见解正确,你们都是错误的,都要依我,佛从来没有说这个话,我们大家都把一切想法,看法都丢掉,这不就和和了吗? 高明,叫人没话好说。 你有知见就是错误,就是迷惑,就是颠倒,就是分别,执着,所有的人大家心都清静,都没有知见,这就和和,这个很能叫人佩服。 所以说我们依哪一个人,人家并不服,我为什么依你? 你为什么不依我? 所以佛这一招很高明,佛也没有说你依我,我是佛,佛没有这么说法,佛说,我们大家统统把支箭舍弃,不就一样了吗? 不就和和了吗? 所以我们读佛经,看到世尊这一套方法,佩服的五体投地,真正能教人心悦成福。 像,金刚经,上讲的离名字像,离言说像,离境界相,身心世界一切放下,那就和和了,这个剑就痛了,剑童解释这个童法。 所以佛法却确实实是专制这个毛病,我们剑和童解,还有什么真的? 一切真值都没有了。 真值没有了,绝对不会有斗争,所以这个世界永远是和睦的,永远是太平,基础建立在这里,这是完全真实,一丝毫虚妄都没有。 三,可知今日欲捕人心,挽回世运,唯有弘扬佛法。 以其正是对正良方故也。 现在这个世间人,每个人都自以为是,谁都不服谁,这就是,斗正坚固。 僧团里面也如是,如果僧团里面要不是这样的,那佛所讲,斗正坚固,就讲不通了。 无论是法,佛法的团体,乃至于其他的宗教,没有一个不是斗正坚固。 斗正坚固的原因,这个地方讲得很好,起于执着,执着,分别,我见,这就是斗正坚固的根源。 治这个病,却确实实除了大乘佛法之外,再也找不到能够治病的良药,找不到了。 我们今天要挽救世运,从哪里做起? 一定要从改正一般人错误的观念,要从这里下手。 纠正一般人错误观念唯有大乘佛法,但是大乘佛法不再口说,要再实行,你自己必须要做到,然后说出来,别人才相信。 你会说做不到,人家在旁边讽刺你,不相信,不但不相信,还要送一顶帽子给你戴上骗子。 骗取明文立养,说得好听,他自己做的是另外一套,这就是今天大乘佛法这么好的东西,为什么不能弘扬? 为什么不能帮助世人? 由此可知,我们没有尽到责任,这个责任是四众弟子的责任。 出家人要依教奉行,在家佛弟子也要依教奉行,我们大家在这个社会,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人看,社会大众相信了,这样才能够救自己,救社会大众。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去做到,经典说得很好听,不能救自己,就是不能自度也不能度人。 善导大师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注解里面讲,佛法的弘扬,一切从真实心中做。 我们果真都能从真实心中做,就能够自度度它。 离开一切真实,是假的,不但不能帮助别人,也没有办法帮助自己。 自己起心动念,所作所为依旧是恶业,恶业必定堕恶道。 必须要晓得一桩事实,人在这个世间,这个身体很脆弱,不要认为我还很年轻,我还能活多少年,你跟阎王老爷定了条约吗? 你看看每天报纸上那个复文,送丧的多少年轻人。 你能保得住你活个八十、九十年。 靠,不住。 所以断恶修缮要趁早,要赶快。 我们一定要知道,这真正觉悟,一寸光阴就是一寸寿命,命光,真正能把握住,认真努力地依照经典教训去做,我们才能够得度,才能够真正往生。 往生实在讲不难,很容易。 往生的利益,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说不尽。 我们哪里能说,永脱身死轮回,永远不再受苦,即使到驾慈航到这个世间来视线度众生,也没有苦受。 那个视线,是一点苦受给别人看的,心里面却确实实没有。 为什么没有? 我,没有了,谁受? 他没有苦受,他是来表演的,舞台上表演的,笑也是假笑,哭也是假哭,不是真的,他是唱戏。 我们现在是在征受苦,到驾慈航的人没有苦受,永远离苦得乐,永远不再搞生死轮回。 我们今天要想出离六道轮回,只有这一条,念佛求生净土。 四,斗阵坚固之人,其杖深夜重,内阴不惧可知。 家已去胜时遥,善知事少,因缘两缺。 于此身经,不但受持难,性解难。 即得闻意以胜难。 躺无此三难者,非久知善根,定为佛浅可知。 顾替,则为第一稀有。 斗阵坚固之人,其杖深夜重,这事非常明显,确实杖深夜重。 内阴不惧可知,这是讲他的阴。 如果我们常常读宋大臣,不难想象,说这些人的阴阴。 家已去胜时遥,善知事少,因缘两缺,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太深, 这事因,这一生当中遇不到善知事事缘,内因外缘都不好。 于此身经,不但受持难,性解难。 即得闻意以胜难。 这事给我们说出三种难。 受持真难,受持要去做,身心世界一切放下,那是受持。 不但受持难,能够把,金刚经,的意思搞清楚,搞明白,都很难。 金刚经,要不是这个讲法,这个意思讲不出来的。 我们这个不算是细讲,如果要细讲,我们预定这一部经是讲四个月。 要细讲的话,别的人我不敢说,我自己这个能力,这一部,金刚经,让我来讲,每天两个小时,我有能力讲四年。 别人比我高的境界那我不敢说,我这个能力可以讲四年,不容易。 时间在缩短,讲事能讲,听的人不得受用,这是真的。 没有把它搞透彻,你怎么会的受用。 不但受持难,解都难,真正解了,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。 极的文艺已胜难,这是真的。 我们一生当中有机缘听讲,金刚经,听得这么详细,很难。 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 所以机缘要珍惜,开经济上讲,百千万劫难遭遇,这一句也是实话。 相当不容易,把这一部经能够讲得很透彻是很困难。 倘无此三难者,如果这三种难都能突破,因缘好,遇到善友能够为我们详细讲解,讲了之后,我又能听得懂,能体会,又能认真努力去照做。 从看破放下,这个解就是看破,受持就是放下,真能看破放下,这三难都突破。 非久之善根,定为佛浅可知,这样的人是无量节中所种的善根今天成熟,这也是,金刚经,上说的,无量寿经,上也是这么说的,过去身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,这样深厚的善根,你今天才有缘分遇到之后听懂,真正发心干了。 今天听了听不懂,听懂了不肯去做,什么原因? 过去身中这个善根还不够。 所以你纵然听明白了,也不肯去做,也不肯真正去放下,这是我们善根福德不够。 如果善根福德真正够的话,他一定是这个样子的,这是一种人。 另外一种人,就是我们讲的再来人,是佛菩萨派他来度众生的,他本来就不是凡人,定为佛浅可知。 这就像什么? 我们历代祖师大德里面,很多佛菩萨在来的,像我们刚才讲寒山、石德、风干,他们是再来人,文书、普贤再来的,他们能够放得干干净净。 静代当中像虚云老和尚,印光大师,他们这些人也是再来人。 虚云老和尚是什么人,我们不晓得,印光法师我们知道,大势至菩萨在来的,所以他能看破,能放下,能做得那么彻底究竟。 顾约则为第一稀有,第一稀有说实在话,还不是说佛派来的这些人,这些诸佛菩萨硬化在世间,不止这个,是指善根深厚的人。 弥陀经,上讲,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的申彼国,是讲的那一种人,那一种人是真正第一稀有。 五,居末世儿得闻生经,必具圣阴,方能得欲圣缘。 闻便能生性开解,持戒修福。 持戒是断绝染缘,此自立之机。 修福是发展性得,毅立他之功也。 自他两立,必蒙诸佛设寿。 自于此经能生信心,以此为实,解真实意也。 居末世儿得闻生经,必具圣阴,方能得欲圣缘。 我们在末法时期,众生业障深重,造恶几乎时时处处都能明显地见到。 恶暴是劫难,大劫难,是一切众生的共业,如何能避免。 在一个地区,要是有人能够弘扬大臣生经,这个地方众生的缘一定是很深,绝非偶然,才能够遇到圣缘。 闻便能生性开解,持戒修福,这两句就是照应前面的,必具圣因。 他要没有殊胜的因,他遇不到佛法,遇到佛法他也不能开解,他也不能受持,必具圣因。 就像经上讲的,无量劫供养诸佛如来,这个因深厚。 也许诸位要问,既然是无量劫中供养诸佛如来,为什么我们没有正果,还落得今天这个样子。 其实你要问这个问题,答案就在你自己那一边,你不必问我,自己想想就明白了。 我的看法,我的想法没丢掉,就这个原因,没有别的。 深深适适学佛,跟着佛,跟着菩萨学,学的功夫很不错了,就是这一点没放下,还有自己的看法,还有自己的想法,所以无量劫到今天都在搞六道轮回。 现在这一生又遇到了,如果还有我的看法,还有我的想法,这一生还是不能出三界,慢慢吧。 来生再干。 如果你真的觉悟了,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吃了这个亏,现在我真的要放下了,那就恭喜你,你这一生功德圆满了,你到西方世界做佛去了。 要觉悟,要彻底放下。 不要家里财产我要交给哪个儿子,怎么办? 那你还是放不下。 一切放下,不管了,儿孙自有儿孙福。 还在想前想后,你还是没放下。 我们过去生生世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耽误掉了,这一生再要干傻事,你又错过了。 生生世世就这么错过,你说多可怕,多冤枉。 希望这一生要早早觉悟,不再干这个傻事。 就是我有钱,想要怎么样做功德,也是傻事。 古时候旁居士做了样子给我们看,旁居士做的那一套,就是为了交代我们一句话而干的。 他家里相当富有,他把家财装上一条船,划到长江当中,船炸一个洞,整个沉下去,变成一无所有。 生活靠边草鞋,一天卖几双草鞋,卖几文钱,买一点米菜回家过日子。 人家说,你那么多钱怎么不要了?拿来做一点好事。 他就是为了这一句话,好事不如无事,做好事也很操心,也很麻烦,不如无事,无事就解脱了,就自在了。 做好事还是有事,有事出不了轮回,无事才能出轮回,这个要知道。 所以你们发心奖金的同修们,奖金是个好事,要怎么讲法。 说而无说,无说而说,就不碍事了。 如果折了奖金的箱,还继续搞六道轮回,还是出不去的,这个要知道,西方世界没你的分,六道轮回有分的。 一定要,说而无说,无说而说,就自在了。 不要着奖金的箱,不要着奖金的功德,说了若无其事跟没奖一样,这才行。 能开解,持戒修福,持戒修福是真做。 持戒是断绝染源,此自立之机,持戒就是修定,修清尽心,必须让心中一尘不染,持戒是为这个。 修福是发展性的,义立他之功也,实在讲持戒里面也有立他,不过是以自立为主,决定立他。 为什么说决定立他? 戒律清尽的人就是一切众生的好榜样,别人看到你生欢喜心,生尊敬心,效法你,向你学习,那不就立他了。 但是他的重点在这里,自立决定立他。 修福是自他两立。 修福要不这箱,金刚经,尚讲得很清楚,这箱修福就不是自立,当然更不能够立他。 这箱修福,果报还是在六道轮回。 如果持戒这箱修福,他的福报可能在人天,如果破戒修福,果报一定在三图,福报是有,到处生到去想福,到恶鬼到去想福,他去想这个福,还是大错特错。 所以一定要遵守,金刚经,的原则,应摩锁住,而生其心。 应摩锁住,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,生什么心? 生持戒修福之心,这就对了。 应摩锁住,是不着有,心地清净一尘不染,不着有,持戒修福不着空,这叫空有两边不住。 这是菩萨行,没有堕在一边。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,如果心里有执着,有妄想,分别,执着,持戒修福你堕在有边,不能出三戒,如果心里无住,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,不持戒,不修福,堕在空边,果报在哪里? 在四空天,还是不能出三戒。 两边堕在任何一边都不行,必须两边不住,菩萨行中道。 什么叫中道? 两边不住就是中道,金刚经,交给我们行中道。 自他两立,必蒙诸佛射寿。 自于此经能生信心,以此为实,解真实义。 这一个修行人,真正是两边不住,真正做到佛在这步经上一而在,再而三,三而四,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,应摩锁住,不住色身相畏触法,不住,而行不失,持戒修福就是不失,而行不失。 这样的人一定得到诸佛射寿,我们常讲诸佛护念,龙天善神保佑,一定得到。 这样的人,有具足这样根性的人,接触到这一步经典一定能生信心,一定会以为佛这个教会是真实的,决定不是虚妄的,他能够接受,他能够奉行。 真实教会,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。 善根,福德,因缘三个条件,在这一生当中同时具足,才能成为第一稀有之人。 阿罗汉,辟知佛,菩萨,焉能不佩服。 这当然是要佩服的。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。 如果觉得差一点,不能说没有,没有你怎么会遇到这个缘? 你怎么能参加,金刚经,这一回。 你能够到这个讲堂那就有缘,但是也能听得懂,也能够解,暂且还做不到,那就是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是没有,差那么一点儿。 差这一点,这一用工艺努力,就马上可以补足,因为相差不多,所以大家努力一点就行了。 好,今天就讲到此地。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第四十六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,九年二月三年四月六。 请看经本一百零六页。 七八,是显其故正显不着有。 何以故? 此人无我相,人相,众生相,受者相。 一,上言是人便是第一稀有。 何以变得如此,此下三节,正是名其所以然也。 这一段经文是说明,为什么前面说这个人是第一稀有。 佛法当中无论是如何的称赞,一定要把称赞的理由说明,才能让我们大家真正能够相信。 由此可知,诸佛菩萨句句话都不是随便说的,不是偶然即兴而说,都有事实的依据。 底下有三段经文,就是解释其所以然之理。 二,末世众生,必素巨般若根性,我法等值较薄。 方能于着恶世中,的文词法,超出长流,性解受持也。 性解受持的确是不容易,这个地方就说得很清楚了。 他的原因是过去身中,带经上佛告诉我们无量劫来,过去身中不是一世,两世,三世,五世所种的善根,那实在讲世太薄了,决定没有这个缘分。 我们在,无量寿经,当中,看到阿蛇王子那些人,过去身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。 那个亿,我们就算最少的数字,印度最小的数字十万称亿,最大的是万万位亿,最小的算他十万位亿。 过去身中也曾经供养四百亿佛,这个四百个十万,四万万尊佛,一尊佛出世是三大阿森止节,四万万尊佛出世那是多少节。 这个数字在我们看起来太大太大了,而有缘听佛讲,无量寿经,还不能发心求生净土。 由此可知,我们今天听到佛讲经不愿意求生净土,这是很正常的事,这一点不奇怪,过去身中善根福德没有那么厚。 如果听到这个法门,就肯发心求生净土,他这个善根福德因缘,决定不止供养四百亿佛。 像这个经上讲的,过去身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,他才有这样深厚的善根。 所以文法性解受持不是普通人,这是佛在经上都很明白的与我们说明白了。 因为他的我值,法值比常人要来得薄,虽有,他容易放下。 我们看最近一些往生的人,我们看到的,我们听到的,都是些事实,他们的瑞香都非常好。 无论是念佛久赞,久是念多年的佛,赞,或者是念几天,或者是灵命中时才遇到善友,劝他念佛求生净土。 他这一听,他就能放下,他就能接受,在我们看起来念佛不难,往生很容易,为什么佛在经上常说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? 实在说是真男性。 你所看到这是少数几个例子,这是无量劫来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,在这个时候成熟,你看到了。 他一听劝告,他真能放下,这一放下就走了,这才能在卓二世中文得此法。 现在是五卓二世,执着妄想非常严重,习气很深,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。 我们看到这一些真正能够信解,能够奉行的人,超出长流,长流是普通人,一般人。 他超出,所以他能信,能解,能照做。 班若经,上的寿池就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,这就是寿池,金刚班若,这个意思同修们一定要记住,一定要明了。 绝对不是说每天早晚吧,金刚经,念一遍就是寿池,不是那个,那个不是寿池,你只要有一丝一毫放不下,班若的气氛你没有。 世缘要放下,佛法也要放下。 对于佛法起了执着,法执。 我执跟法执是一个执着,执着的对象不一样而已,只要有执着,你就是造生死轮回业。 执着就是坐在佛法上,弘扬佛法也好,流通佛法也好,都是造六道轮回业。 我相信你们这些同学们,都听说梁武帝的故事,你们今天在佛法里面做一点善事,你能跟梁武帝比吗? 梁武帝造480座寺庙,你们造几个寺庙? 梁武帝互持几十万出家众,你互持几个人? 你怎么能跟梁武帝比? 梁武帝遇到达摩祖师,请教他,我这个功德大不大,达摩祖师摇摇头,并无功德,你们今天做的是功德吗? 没有功德,这个诸位要知道。 什么叫做功德? 清净心上一丝不挂叫功德。 你还在这乡? 这乡修行,这乡修福,你搞的是轮回业,这是我跟诸位同修讲真话。 这些事情要不要做。 要做,可以做,不能有兴趣做。 佛法一切讲随缘,没有叫你攀缘。 今天你建各道场,你立各会,到处拉信徒,到处劝人来供养修福,这就是造轮回业。 果报在哪里? 你仔细去看佛教的经论,果报在三图,不在人天。 你才晓得佛门当中修福不是容易事情。 没有智慧,没有福德,修福都修不到,种福田种到石头上去了,哪里能开花结果。 到最后连种子都烂掉了,不认识什么叫做福田,不认识。 往往自以为是修了很大的福报,而不晓得将来果报在三图。 这什么原因? 没有般若,没有智慧,愚痴。 干的这个事情,真正修福的人,他真做,他明也不要。 譬如印经,他拿了很多钱来印经,后面印个名字。 不要名字,没有人知道,这个福报是真的。 他出钱建道场,那个数量也很可观,要不要名。 不要,没有人知道,这是真正懂得修福的。 大臣经自己读诵,或者来听经他体会道,他明白觉悟了,所以他能修真实的福报。 唐朝旁居士告诉我们,好事不如无事,无事是第一德。 近代虚云老和尚到处建庙,古老的庙破坏了,他去修复,有一些地方去新建,建好了找一个有修行的人来,马上就交给他,他就走了,以后再也不来了,再也不问。 这是我们的榜样,是我们的模范,所谓是,做而无作。 老法师是参禅的,中国禅宗是以,金刚经,为最主要的依据,而,金刚经,尚告诉他,应模锁住,而生其心。 他到处建庙,身心,建完了就交给人,再不过问,无助,他真做到,无助身心。 在新加坡也有一位很了不起的法师,很多人不知道,我也不能讲,讲了他要骂我。 这个人心地清净,护持佛法,不要明,平常这个法师很穷,没人供养,可是他拿出来的那些功德,那多下人,真正不可思议。 这是一代当中的奇人,稀有难得。 可是看他其貌不扬,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,好像不值得人尊敬。 那是诸佛菩萨大人所尊敬的,不是凡夫,凡夫瞧不起的,佛菩萨尊敬。 凡夫尊敬的,佛菩萨那里没有名,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 一定要记住,守住经典的教训,认真努力去修学。 这一段是说,为什么他是第一稀有。 他已经离乡,法乡,非法乡都离了。 这一段是讲不着有,不着法乡,下面一段经文是讲不着非法乡,不着空。 七九,转显不着空。 所以者何? 我乡,即是非乡。 人相,众生相,受者相,即是非相。 金刚经,上,凡是讲,即非,都是从体上说的,讲,是明,都是从献相上讲的。 一,我本原生患有,当其现患相时,即是非有,故曰,我相即是非相。 人相,众生相,受者相,即是非相,礼意如是。 我本原生患有,当其现患相时,即是非有,故曰我相即是非相。 我们只要把这一句明白了,后面三句自然就明了。 这是说的实话。 说实话往往与我们的常识,观念完全相反,于是乎就很难接受,但是它是真实的。 我,我们现在都把这个身体当作我,说到我就知道这个身体了。 我从哪里来的? 你要说我是父母所生的,这个话讲的就不通。 父母能生吗? 父母如果真的能生,喜欢生多少都可以生多少,那才叫能生。 为什么有的人结婚一辈子,他就不生小孩? 为什么有些人他不要小孩,偏偏生一大堆? 你仔细去想,你就明白这当中道理。 父母不能生,父母是缘,他有个因,因遇到缘就结果。 父母只是缘,因是什么? 因是过去生中造的业。 过去生中是善业,这一生就命好,所以就是富贵人家。 不愁衣食,过去生中要造的是恶业,这一生生活就相当辛苦艰难,业力在做主宰。 寿命的长短,身体的健康,容貌的好丑,全是业力在支配者。 业是因,父母是缘,因缘和合财献这个身相。 所以这个我,我生,本来是原生患有,这因原生法。 这个有不是真有,是患有,这个我们在前面都曾经屡次地报告过。 我们今天看到自己的身相,外面所有的境界相,都是刹那生灭的连续相,不是真的。 这个话讲了很多次,可是我们有没有听进去? 好像是听进去了,又好像没听进去。 这是怎么回事情? 听是听了,决定不起作用。 如果你听进去,起作用了,可以说你对于这个世间得失的念头没有了,贪甜吃的念头也没有了。 为什么? 晓得一切法原生患有,不是真的,你还会去造业吗? 不可能。 你要去造业,这个业造得太冤枉了。 我在这个世间想的明,想的力,想成就这个,成就那个,结果都是一场空。 不是讲将来一场空,你现在在造,现在就是一场空。 你以为你现在能得到。 那叫鱼吃,那叫自己骗自己,决定得不到,那何苦去造业? 这就说明,原生患有。 现香正在现前的时候,当体积空,了不可得,即是非有,这是说明事实真相。 香虽然是患有,是不住的,不住就是它绝对不会停在这里。 就像我们看电影,那个荧幕上的画面,它不是停住的。 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,是后面那个影片在放映,它的速度很快,一张一张在那里换,一秒钟镜头开合24次,不停地在开合,就像是不停地在生灭,是这个箱,一张都留不住。 我们眼前连自己的身,不但这个身,自己的念头,金刚经,说,一切有位法,如梦幻泡影,那个有位法里面,你们看看,百法明门,就知道了。 心法,心所法,不相应形法,色法,统统是有位法。 有位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身心世界,这全是有位法。 有位法都是原生患有,刹那不住,这是真相。 体决定现香,现香这个像是不住的。 因为它会现香,香又会变,所以佛才教我们要生心。 生心的道理就是因为这个香它会变,你生善心现的就好香,你生的恶心,现的就是三恶道香,是因为这个缘故,佛才叫你而生其心。 诸佛菩萨生的是清净心,普度一切众生,教化一切众生,造的叫清净也。 它这个业是善,它不是恶,是善心。 有没有念头? 没有。 你做事情用善心去做,你造的是善业,恶心去做,你造的是恶业,善恶两边都离开了,你造的是净也。 诸佛菩萨所造的叫净业,善恶两边都没有,完全符合,金刚经,上的教会,无助身心,所以那叫佛,那叫菩萨。 这个不在轮回,不但是不在轮回,也不在实法界,他们注意真法界。 这些道理是实真相,我们都要清楚,都要明了。 人生难得,佛法难闻,我们有幸的人生,有幸闻佛法,的人生,闻佛法,没有能把佛法真正的意思体会到,还搞轮回业,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。 如果拿着佛法来造罪业,那就太可怜,果报在阿比地狱。 你不做还好,不做没有这么重的罪,不会受这么样的苦。 这是我们要明了,要觉悟的。 所以真正了解真相,身心清净。 我相即是非相,我,既然都不可得,还有哪一样东西你能够的。 彻底觉悟的人,他怎样过日子。 随缘,随喜,那个日子过得很快乐,随缘消就业,不再造新秧,他不再造业,他随缘消业。 消业而不造业,这个高明,这叫真正学佛。 人相也是原生患有,众生相,受者相都是原生患有,一个道理,所以,即是非相,礼益如是。 二,一切法相,皆是患相,本非真实。 证明其有即是空也。 所以可离。 譬如一眼见空花,花处即是空处。 何必灭花而别取空? 一镜则花自无。 此亦如是。 一切法相,皆是幻相,本非真实。 我们要问,一针法界是不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。 给诸位说,是的,还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。 为什么叫它一针,我们这个叫虚妄。 它那种相续,永远就相续那个样子,它不会变,就是不会另外改变一个样子。 佛法讲真妄,定义很简单,凡是会变的就是假的,就是虚妄,凡是不会变的,就是真实的。 西方世界线的相,那个相续相是一样的相,它不会变。 我们这边的相续相,是每一个相都不一样,它会变。 也许你们大家说不见得,我看这个,昨天看是这个样子,今天还是这个样子,没变。 你,不承认它在改变,好。 昨天跟今天时间太短,你没看出来,如果你隔一年来看,不一样了,去年新经年就,隔十年再看,那完全不一样,改变太大了。 它这个变,是不是一年一年变? 是不是十年十年变? 不是。 天天在变,不仅是天天在变,真正讲刹那刹那在变。 因为它变的幅度很小,我们看不出来,隔一段很长的时间,这个差别大了,我们就看出来了,是这么回事情。 像花,有些鲜花到第二天就卸掉,那就太明显,昨天跟今天完全不一样。 有些花开的时间比较久,它能够开一个星期,两个星期,时间比较长一点,你要一,两个星期,才看得出它的变化,实际上刹那变化。 因为它有变化,所以佛教给我们断恶修善,希望我们的境界相,这个变化相,越变越好,不要越变越坏,这才教给我们这样身心。 如果你生的是清净心,那就太好了,就跟诸佛菩萨一样,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,西方极乐世界,滑藏世界现前了。 这是佛为什么教给我们应魔所住以后,又教药而生其心。 教给我们离色身相畏处法,这就是无助,无助就是不住色身相畏处法,而行不失,而行不失就是身心。 不失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,是广义的,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,就用不失这两个字做代表。 这是说清楚为什么要身心,为什么要行不失。 一切法相,皆是幻相,本非真实。 证明其有极是空也。 所以可离。 一切法,世间法,初世间法,初世间法,初世间法包括一真法界,不仅是四圣法界,身文,原觉,菩萨,佛,包括一真法界。 一真法界,我们现在一般经上举例,譬如这那佛的华藏世界,西方极乐世界,这都是一真法界,都是幻相,本非真实。 所以菩萨生到西方世界,西方世界一切的受用,他这不着乡。 他不会着的,他如果是着乡,不能往生。 听说西方极乐世界,听说西方极乐世界,房子都是七宝灶的,马路都是黄金铺的,这个地方太好了,我到那边去可要享福了。 这种心态不能往生,念得再好都不能往生,一天念十万身佛号,念二十万身佛号都不能往生。 为什么不能往生? 往生不是说念佛号多少,不在乎这个。 偶异大师在,弥陀经要解,里面告诉我们,能不能往生,在信愿之有无,你真正相信,真正发愿,这是往生的条件。 品位高下,在驰名功夫的浅身,没有说驰名数目多少,没有这么说法,功夫的浅身。 功夫是什么? 清净心。 净土三经都明白告诉我们,念佛的功夫大分为三等。 最低的是,功夫成片,所谓功夫成片是心里一天到晚只有一句阿弥陀佛,除了阿弥陀佛之外,什么也不想,什么念头都没有,这功夫打成一片。 念到这样的功夫就保证往生,你真的就有把握,决定往生,生凡胜同居土。 功夫高一层的,见思烦恼断了,念到,是一心不乱,当然往生自在,没有话说。 功夫成片有九品,上三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,想去就去,就很自在,何况是一心。 功夫更高的是,理一心不乱,理一心不乱是见思,成沙都断了,破一品无名,正义分法身,那种人身西方是十报装颜土。 这是讲念佛功夫的浅身,功夫是在清净心。 所谓功夫成片,是一心不乱,理一心不乱,说老实话,都是清净心的纯度不一样。 功夫越高,清净心越纯,是这么回事情。 心净则途净,这才能往生。 心里是贪甜吃,念佛怎么能往生。 虽然讲待业,古德给我们讲得很清楚,待旧业不是待新业,待往昔所造的罪业,不是我现在一面念佛,一面还在造业,这个不能往生。 也许问,我念佛怎么会造业? 你念佛用贪心去念佛。 我要念佛,我要生净土,净土那个地方都是七宝,都是黄金,我在这个地方穷得不得了,日子好难过,到那里去,我就富贵了,用这种心态念佛,一面念佛,一面还起贪心,这哪里能往生? 这不能往生。 这不能往生。 所以念佛要清静心,要把贪甜吃统统放下,这个才相应,知道有极是空。 所以这个幻象是可以离的。 因为可以离,我们才能够离梭婆世界,才能够往生净土。 譬如一眼见空花,花处即是空处。 何必灭花而别取空? 一净则花自无。 此意如是。 这个理说的好,也是事实真相。 可见得取净土就在自心,不在外面,外面没有净土,心净则途净,这个比喻好。 一眼是我们眼睛害了病,害了眼病,看到外面空中就有这个现象出现,害过眼病的人都有这个经验。 看灯,灯上有个圆圈,有个光轮,害过眼病的人统统有这个经验。 这些相不是真的,是假的,经上讲,了不可得,当体即空。 用这个比喻,只要害过眼病,有这个经验的人,一说他能够体会的很深刻。 花处确实就是空处,因为它确实没有花,所以不必把那个花去掉才显出空,没有必要。 此的这个空是讲性,花是代表香,实法界一正庄严之香,当体就是自性,当体就是真空。 空有事一不二,很难懂。 如果用这个比喻好懂,花处跟空处是一不二,这个好懂。 而实际上,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,跟并眼看空中的花,几乎是完全一样,一样的道理,一样的事情,从这个小的当中我们就能体会到大的。 实法界一正庄严虽然是有,我们可以欣赏,我们可以受用,绝不能执着。 为什么不能执着? 它是假的,它,当体即空,了不可得。 正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,电影的画面,你可以欣赏,可以受用,你能不能得到它。 得不到。 为什么得不到? 你晓得,当体即空,了不可得。 它那个像是刹那刹那生灭香,刹那不住。 如果我们能够把现实的这个世界,看成是电影上的荧幕,后面那个比喻好,梦幻泡影,那什么事都没有了,你跟佛菩萨没两样了。 你要是把这些假的当真的,那你可就冤枉了。 什么冤枉? 在六道轮回假乡里面去讨生活,或者每天晚上在噩梦当中讨生活,那个梦是假的,可是在梦中不知道是假的,以为是真的,在那个噩梦里面吃尽了苦头,那个难过。 诸佛菩萨他的本事,就是知道这个现实是梦幻泡影,所以顺境他也不喜欢,他也不要,逆境他也不烦恼,他也不受苦,他知道假的不是真的。 不必把这些境界相去掉再去见性,不需要,相就是性,性就是相,相会变,相是随着业力再变,是这么一回事。 三,约性,一真法界,本无差别,本来长痕。 那有我仁众受诸相。 这是旧性上说,旧体上说,旧佛与大菩萨他们限量境界上说的。 为什么诸佛菩萨那么自在,有那么大的智慧,有那么大的神通? 在实法界游戏世间。 他这些智慧能力从哪里来的? 佛告诉我们,佛与大菩萨的智慧能力,我们统统都有,不是说只有他有我们没有。 是他修来的,我们没修,佛说你这个观念错误,不是修来的,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,不是修来的,修来的都是假的,不修就没有了,修才有这不是真的。 佛给我们讲是自信的本能,本能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了。 是因为本能我们现在有障碍,障碍住了,它不起作用,不是说它没有。 所以你自己要有信心。 佛法里面讲信,跟外教讲的信不一样。 外教讲信,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,不相信自己有智慧。 我在美国时,有一次有四位基督教的牧师来看我。 听说我们是念佛修净土的,他非常高兴,他说我们基督教第一个是信心,你们念佛也是信百在第一,这个我们都相同的。 我说,不同,他说,为什么不同,我说我们相信自己是佛,你能相信你自己是上帝吗? 这他不敢讲了。 我说,你们相信,是相信上帝不相信自己,我们相信自己是佛,相信自己的智慧得能跟佛无有两样。 我们第一个是相信自己,第二相信佛,他们是第一个相信上帝,不能相信自己。 怎么会一样? 当然不一样。 如果学佛的人不相信自己是佛,不相信自己智慧得能跟佛完全一样,你就成不了佛。 欧义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里面讲信,他讲了六个,第一个是信自己,这是基本的条件,要相信自己,哪有不能的。 你们学讲经,不相信自己会讲经,那完了,你一辈子不会讲。 你相信自己会讲,你一定讲的比谁都好,你跟诸佛菩萨一样,没有两样,哪里会讲不好? 是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。 为什么没有信心,迷失了自信,这就是迷惑。 从自信里面讲,一切万法完全是平等的,有没有我人众生这些事? 有。 刚才讲世事现相,体一定现相,无论现什么相都是平等的。 所以从性体上说,没有名字相,没有言说相,更没有境界相。 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,你们读经听经,我不晓得你们听清楚了没有。 有没有搞明白? 西方世界的人很多,太多太多,数量之多没有法字计算,你看,无量受经,就知道。 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人都没有姓名,没有姓名找人不就难了。 也没有编号,你找人怎么找法。 每个人都有神通,对于每个人都认识,决定不会搞错。 实在讲在我们讲真不可思议,为什么? 西方极乐世界人个子一样高,面孔都一样。 我们遇到双胞胎的兄弟,长得一样,我们都辨别不出来,老是把人家搞错。 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多人,相貌完全相同,一点差别都没有。 双胞胎还有一点差别,还有个记号,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记号,那个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,身体也一样。 居住的地方也没有说哪一条街,门牌多少号,没有。 统统没有。 为什么没有? 就是此的所说的,没有分别,没有执着,没有妄想,可是对于每个人那个心理自然清楚,自然明白,不必去想一想,它是从哪儿来的。 不必,那就作意,不必。 一对境界,自自然然统统明了,一个人都不会搞错。 那个世界叫平等世界,不思议解脱境界。 华言经,不思议解脱境界,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 佛跟我们讲,是因为我们有分别,有执着,佛是随顺我们分别执着来说。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说法,还用不用言语? 不用了。 还用不用这些佛学名词? 也不用了。 佛一放光,一个动作,那法都讲完了,这一切菩萨见闻就完全通达,绝对不会错解意思。 言语说法是很笨的方法,是很辛苦的方法。 在我们娑婆世界,高级的凡夫不用言语,我想你们也都听说过。 四禅天里面有光阴天,光阴天的人,人跟人往来不讲话,放光,光一放对方人都知道。 你们觉得很奇妙,其实你们每次过十字马路,不都是有光吗? 那就是在说法,绿的光一放,你们可以通过,红的光一放,就不可以通过,都在放光。 光阴天人往来表达意思,不用言语,放光。 所以他就比我们高明。 四,约香,五蕴本空,我,人,众生,莫非五蕴假合,本来皆空。 我,是指自己这个身,包括思维想象的八十星,人,是指一切有钱。 情众生,众生,包括了所有无情的众生,以及一切自然现象,统统包括在其中。 所有一切现象,像,金刚经,上讲的凡所有相,都是五蕴假合的。 五蕴是从大的类别上来说的,每一蕴里面要细分是无量无边。 佛在,华言,上给我们讲,小而为成,大而是借,无量因缘所成。 无量因缘归纳,把它归纳五大类叫五蕴。 所以五蕴是五大类,色寿想行时这五大类。 本来皆空,这五大类也不可得。 为什么? 这五大类它也是原生之法,也不是真的。 所谓受者相,是念念千流,就是相续相,刹那生灭之相续,也不是真的,也是假的,我们现前讲是时间上的相续。 其实要是说真话,时间并不存在,时间不是真的,这个境界的确不好懂。 如果我们用电影来观察,能体会到一点意思。 电影在放映的时候,有先后,有相续,那就是时间,如果看那一卷一大盘的底片胶卷,没有时间,没有先后,时间就没有了。 由此可知,时间是摆在机器上放映时候的一种错觉,其实没有时间,全是假的,没有一样是真的。 执着就错了,不执着就对了。 所以一切诸佛菩萨不执着,不执着就是觉,就是智慧,执着就是迷,就是不觉。 五,能言,云,纵灭一切见闻觉之,内守悠闲,由未法成分别隐世。 其并在一守字。 有所守,即使所值。 何故如是,见未彻底故。 冷言经,上这一段经文,是世尊批评小臣阿罗汉。 小臣正道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果,是什么境界? 佛把他说出来了。 这些人纵然灭一切见闻觉之,就是把见思烦恼断掉了,三界八十八品见货,八十一品私货,统统断尽了,正如偏真涅槃,偏真涅槃是什么东西。 佛讲,内守悠闻,这是偏真涅槃,底下一句话就把真相说出来了,还是,法成分别隐世。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显然的,他依旧是迷惑颠倒,并没有真正觉悟,这是把阿罗汉正的那个境界说出来了。 我们一般认为阿罗汉很了不起,不知道他是这么个境界。 他问题出在哪里? 出在一个,手,手就是执着。 他执着在他那个悠闲的境界里面,那个境界是一切色法都没有,空,他者空。 四空天人执着空,因为他烦恼没断,所以他不能出三界,只能够升到无色界天,如果他烦恼断了,他就超越无色界天,他就正阿罗汉果。 阿罗汉跟无色界天人差别就在此地。 无色界天人那个定也了不起,四禅八定,他是修到三界之内最高级的禅定,阿罗汉的禅定比他更深一层,突破三界了。 阿罗汉,灭一切见闻觉知,四空天人不是灭,是扶住,见闻觉知他扶住,扶烦恼,他不是断烦恼。 阿罗汉是断烦恼。 这些人是扶烦恼,用定功把烦恼习气扶住,不起现行,所以他能够到第八定,到这就到头了,不能再超越了。 四禅八定的人比不上虚陀还,到不了这个功夫。 为什么虚陀还称圣人,第八定功夫的不能称圣人? 虚陀还已经灭三界八十八品见祸,第八定的这些天人,他是福,没有灭,所以他那个功夫比不上虚陀还。 虚陀还天上人间七次往来阵阿罗汉,决定不堕三恶道,但是往生到无色戒天的人,寿命到了之后,寿命到就是定功失掉了,一定堕阿比地狱,他堕三图。 这个佛在,冷言经,上说得很清楚,他为什么会堕三图。 棒法。 他不晓得自己境界,以为那个功夫就是经上讲的大涅槃的境界,他不知道他在四空天,以为自己正大涅槃,永远不生不灭了。 最高的第八定,那个功夫只能够支持八万大劫,八万大劫到了他要堕落,堕落时候于是就棒佛了,一切诸佛所讲的今是假的,我已经正的大涅槃,怎么还会退转,还会退堕,因为这一念,这一念叫棒法,毁棒三宝,棒三宝的罪业堕阿比地狱,是这么个原因。 我们对三宝要尽,决定不要去棒。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尽诸佛,我们有没有做到? 我们看这个人顺眼很欢喜,看那个人不高兴,这与普贤菩萨的教会是背道而驰,这不是修学大臣。 我们要修行,修行这两个字怎么讲,是把我们错误的观念,错误的想法,错误的看法,错误的做法,错误的说法修正过来,叫做修行。 修行不是教你一天到晚在佛像面前磕头,教你再念经,再念佛,不是这个意思,是教你修正错误的行为。 错误的行为如果不修正,你天天拜佛,念佛,还是要跺三图,这个诸位要知道。 佛法是心法,要在心地上用功夫,不再行事。 要修一个真正能够敬人,能够尊敬别人,能够爱护大众,要从这个地方修。 修理净要从哪里修起? 从那个冤家队友修起,我最讨厌的人,最可恨的人,我先要尊敬他,那对他都能尊敬了,那其他一切没话说了。 过去一个同修问过我,法师,那要怎么做法? 我说你家有没有供有佛堂? 他说我家有佛堂。 你每天有没有做早晚课? 每天也做早晚课。 我说,你在佛堂佛像旁边供上你那个冤家队友,供一个长身排位,供在佛旁边。 每天拜佛也拜他,念佛也念他。 他也很难得,也照做。 做了一段时期跟我讲,法师,还是不行,我看到他还是会生气,那怎么办,我就告诉他,你功夫不够。 我讲真话,功夫不够,继续努力。 到哪一天把这个冤家寨主,看得跟佛一样尊敬,你的礼敬诸佛才修到少分。 普贤行谈何容易,不容易。 普贤菩萨是一切恭敬,没有一个人不尊敬,这不认真修就不能成就。 修普贤行那是高段的,不是普通的,这是大菩萨修的。 修普贤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决定上品上身。 所以你要懂得什么叫普贤行,要了解意思,要知道怎样去做法,不是口里说说那就行的,要真正去做。 面对着这一切顺逆境界,是不是能够生平等心? 是不是能够生清静心? 是不是能够生慈悲心? 那才叫真正普贤行。 阿罗汉,毕之佛,全叫菩萨他的毛病,就在一个,手。 手是什么? 维系的执着。 粗的执着他没有了,他断掉了,见思烦恼断掉了,他有维系的执着。 手即使所值,有所值当然有能值。 这种维系的执着,等觉菩萨都有,等觉菩萨如果没有,那最后一品身香无名就破了,他就圆满成佛,最后一品身香无名为什么没破? 他还是手,那是很维系的手。 阿罗汉要跟菩萨们比,手的像就太粗了,当然比我们来说,我们简直看不出来,跟佛一比那就非常明显。 何故如是,见未彻底故,见世见解,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没有彻底明了。 佛跟我们讲,所有一切现香都是刹那生灭的香续香,这个阿罗汉没见到,他要是见到了,他一定就放下了,不会在手。 这是非常维系的念头,一般大臣经上讲八的菩萨才见到,这是阿赖耶时里面的维系念。 八的菩萨见到了,转阿赖耶位大元净至。 七的以前都还没有转阿赖耶位大元净至,八的才转阿赖耶位大元净至。 八的为什么会转? 八的菩萨见到这个真相,见到这个刹那生灭的香续香,他见到了,见不到你从哪里转起。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,也就晓得我们自己必须要见到自己的过失,才能把过失改掉。 你自己过失见不到,你从哪里改起? 诸位要晓得,改过就是修行,就是把你的毛病,过失修正过来。 你自己不晓得你有什么毛病,你还修什么。 一切大众里面,两种人没过失,佛没有过失,佛修行圆满,没有地方再改了,没有的再修了,佛没有过失,第二个是凡夫没有过失,凡夫一生的过失,不知道过失在哪里。 所以也不懂得改。 哪些人知道过失? 从小陈虚陀还道等觉菩萨,他们天天发现自己过失,天天在修正自己的行为,一直修行到成佛。 佛法当中常讲开悟,也有不少同修问我,法师,什么叫开悟? 开悟的境界是什么样子,你能不能告诉我? 大家都觉得这个名词很神秘,很玄,其实非常简单。 什么叫开悟? 你知道自己毛病就开悟了,你就觉悟了。 你每天能够发现自己一个毛病,你就天天觉悟,能把这个毛病改过来,那叫修行。 你是在真修行,真用功夫。 古德有寒山,石德的故事,很多人都知道。 寒山,石德在国清寺,看到寺院里面法师在诵经,诵戒,布萨,他们就在门外笑,说一些风凉话,说的都很难听。 为什么? 装模作样,与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,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,没有,没有修行,假的。 天天念经白念了,天天送经白送了,没有做到。 经典里面的教训,哪一句做到了? 念,金刚经,的人很多,哪一个人能够离名字像,离言说像,离境界像? 谁? 你到哪里看到有离乡的? 离像是寿持,金刚经。 金刚经,一再讲,寿持,读诵,为人眼说,金刚经,怎么寿持? 离名字像,离言说像,离境界像。 离境界像说了三个,小而为成,大而世界,深乡,三十二乡,这三段经文合起来讲,意思就是叫我们不可以执着身心世界,身心世界一切放下,再不挂在心上,这个人才叫寿持,金刚经。 可见得寿持,金刚经,不是天天读诵,多少人物以为每天读诵叫做寿持,金刚经,这个大错特错。 寿持是要把它做到,那才叫寿持。 这个剑没有透彻,离没有透彻,事实真相没有透彻,它才有守,才有执着。 如果真的透彻了,当然放下。 我跟你们讲过了,立刻放下,绝对没有忧虑了。 为什么? 知道统统是假的。 你有财产,你有房资,想象哪个儿子对我不错,要怎么样交给他? 这都是放不下。 交给人家还没有放下,真放下了,一切随他去了,根本不相干,那叫放下。 还要这个交给这个,那个交给那个,没放下。 麻烦了。 交给他之后,来生还要向他讨债,钱生我交给你这么多,你还得还给我。 这一切众生,加清卷数四种元,报恩,抱怨,讨债,还债,就是这样的,就是这个关系。 真正觉悟了,给哪个,给哪个念头都没有了,干干净净,再不去想这些,那才叫放下,那个人就是真正受持,金刚般若波罗蜜,他真的受持了。 六,经此人即彻见我人等相即是非相,是能动明一切相有即非有也。 故能见如不见。 虽万象纷纭,而凶刺泰然。 会彻三空,真是大根弃者。 故曰,第一稀有。 这个人当然是第一稀有,这第一稀有赞叹他,当之不愧。 这就是须菩提在本经里面,设想的这么一个人。 如果在末法时期出现这么一个人,这个人真是第一稀有,超过他太多太多了,也就是听到,金刚经,能彻底放下的。 他真正明了,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,知道一切相,当体即空,了不可得,所以他在万象之中,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之中,见根不见合一。 见根不见是一,文与不文是一,六根跟外面六成境界圆融成一体,这一段经是这个意思。 万法皆如,万法不二,踏入这个境界。 所以这个世间,我们凡夫看起来今天这个世界大乱之事,真正入金刚般若境界的人,天下太平,没事。 我们为什么看到世界上是这么多? 我们的妄想多,分别多,执着多,所以看到外面境界非常复杂。 而这个人,他妄想没有了,分别没有了,执着没有了,他看世界是异相,是清净平等相。 由此可证,佛在经上讲的,衣报随着正暴转,果然没错。 正暴是心,清净,外面环境就清净,心要是污染,外面环境就污染。 我们要想住一个好的环境,修清净心,修善心,心地清净,善良,环境哪有不善的。 凶刺泰然,这个心里面平安,平等就安了。 平安两个字,平是因,安是果报,不平怎么会安。 我们自己的心不平,心就不安。 社会大众心不平,社会决定不安定。 社会如何能得到平? 要公,公平。 一切都公开,大家心就平了。 小,一个家庭,一个公司型号,团体,能够做到一切公开,人事公开,财务公开,心平了,大家平了。 平了就得安,安了就得了。 中国的文字,上一个是因,底下一个字是果,非常有味道。 前面一个字没有,后头决定没有。 我们讲修行,就要从这些地方去修。 我们对人,对事大公无私,一切公开,毫无隐瞒。 现在一般人,都在讲求隐私权,好可怜。 隐私权不能让别人知道,别人不知道,鬼神知道,不但鬼神知道,妖魔鬼怪有小神通他也知道。 你对鬼神,对妖魔鬼怪都不能隐瞒,何必对人隐瞒? 这毫无意义。 有这个念头,你的心怎么会安? 你心不会平,你不会安,你不会得道乐。 你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 生活过得很辛苦,辛苦从哪里来? 从隐私权来的。 学佛的人有智慧,头脑清楚,仔细想想就很有趣味。 我们决定不要这个东西,心胸才坦然。 坦然才自在,才快乐,这样的人真有智慧。 会撤三空,人空,法空,空空,这叫三空,他统统都放下了,耳边不着,不着也不着,这就是三空的意思。 这个人才是,真正大根器者。 大根器就是有资格修学大法。 什么是大法? 普贤行愿是大法,普贤行愿是法身大事所修的,要这个条件才能够修普贤法。 故约第一稀有,这是真正第一稀有。 所以须菩提尊者不能不佩服。 八十,解显明诸佛。 何以故? 离一切诸相,则明诸佛。 一,若能,离一切诸相,便正法身。 故约,则明诸佛。 像前面所说的,道会撤三空的时候,有,放下了,空,放下了,放下,也放下了,这就是法身大事。 这个境界就是破一品无名,正一分法身。 看你功夫的浅深,最浅的破一品无名,如果功夫深的,可以破好几品无名。 这就是说,诸佛。 二,诸佛有二说,亦为十方三是诸佛。 亦为初诸以上,即果以前,名分正觉,亦名分正佛。 共有四十二位,顾明诸佛。 诸佛有二说,有二个意思,二种说法。 亦为十方三是诸佛,这是一个意思,普通大家只知道这个意思。 金刚经,上说的诸佛不是这个意思,是下面这个意思,亦为初诸以上,即果以前,名分正觉,天台大师所讲的六集佛,分正集佛,就是诸佛。 从原教初诸一直到等觉,四十一位法身大事,破一品无名,正义分法身,就正得分正佛位,分正佛位是真佛不是假佛,这是真的。 要离乡才能正,才能成佛。 把这一切相抓得紧紧的,不肯放手,那不能成佛,放下就成了,放不下不能成佛,这个诸位要知道。 放不下的人搞六道轮回,放下的人出了三界。 阿罗汉,三界,有,他放下了,他执着,空,空不肯放下,所以堕道偏真涅槃,内守悠闲,由未法成分别隐士。 菩萨聪明,空,也放下了,空空,也放下了,所以他入了佛位,分正佛位。 共有四十二位,连最后的圆满就近佛果,合起来是四十二个位次,这四十二个都叫诸佛。 所以这个地方的诸佛,是指这四十二位。 三,此人能离一切诸相,使以正德法身。 一级是信心清净则生时相,成就第一席有功德。 这是真的,这是真正的好事。 诸佛菩萨,祖师大德苦口婆心,不晓得说多少遍,劝我们都是劝不行。 听了,笑笑也点头,不错。 出了讲堂们照样执着,一样也放不下。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,凡夫无量劫来的习气多生多重。 成佛本来不难,放下就成了,偏偏放不下,难就难再放不下。 我最初闻佛法是26岁,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,把佛法介绍给我,我才晓得佛法好。 原本对佛法产生很重的误会,总认为佛教迷信。 我们有这种误会实在讲也不能怪我们,没有人给我们说清楚。 看到佛教外表上所做的,天天给死人念经超度,我们总觉得这是迷信,连基督教都不如。 所以在形式上看,给我们起了很大的反感,不晓得佛法里面有这么宝贵的东西,不知道。 方老师给我解释清楚了,说明白了,这对于佛法才掉过头来无体投地,佩服不已。 我的缘很殊胜,方老师跟我说明之后一个月,我有缘认识了张家大师。 我去见他老人家,我第一句话就向他老人家请教,我知道佛法好,非常之好,我很佩服,很喜欢,我请问大师,有没有方法叫我一下就可以入境去。 希望快快成佛。 我问的这个问题不简单,直截了当。 可是张家大师没有立刻答复,他看着我,那个眼睛很厉害,看了半个小时不讲话,一句话不说。 这半个小时,他看我,我也看他,咱们两个一直对看。 半个小时心定下来了,他这个教学法真的是高明,我们从来没见过,他叫你整个心情稳定下来再告诉你,心服气躁没用。 像我们现在讲经讲得这么快,你们说我速度慢,太快了。 张家大师半个小时才说一句话,你要没有耐心的话,那没有办法。 我在这个地方半个小时说一句话,你们都跑光了,这就说你们没有我的定工,我有耐心等。 等了半个小时,说了一个字,有。 以后又不说了,又叫我等,这个等的时间比较短一点,大概有十分钟的样子。 给我说两句话,说得很慢,看得破,放得下。 看得破,放得下,跟这个经上讲得完全一样。 我们定工不如他。 这两句话我懂,明白他的意思,我紧接着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。 我提出这个问题,这一次时间短一点,大概十五分钟,十五分钟之后,给我说两个字,不诗。 我第一次跟他见面,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,就说这几句话。 我佩服他的教学法,因为他这种教导,他给你讲的每一个字,你一生都不会忘记。 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所讲的,出了门之后,问你讲什么?都不知道了。 所以不如张家大师那个方法,字字字句句句叫你永远不忘,这个厉害。 我向他,我向他辞行,他老人家非常慈悲,送我出门,送到大门口,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,我今天教你六个字,你好好的去做六年。 我就很奇怪,果然听话了,就真的做六年。 到第六年,不诗的干干净净,除了晚上睡觉盖的铺盖,两套换洗衣服之外,全都没有了,都舍光了。 他叫我不诗,不诗光了,我真做,真照做。 可是那个时候就有感应,就有很多事情,还没发生之前,大概一个月之前,两个月之前,我就能晓得。 什么原因? 心清静,没有别的,一点都不奇怪。 你真能放得下,放得下不愁。 你不要认为我才都放下了,我明天吃饭怎么办? 明天饭自然有人送给你,太自在了。 不要自己去烧。 你有钱还得自己去烧,没有钱人家送来,你说这个多自在,太自在了。 你出去旅行,你有钱你还要去买飞机票,还要去排队。 没有钱,人家机票送到你面前来,什么事都不要干了,多么自在。 但是最难的是什么? 最难的是你不肯相信,你不敢做,这是最难的。 我那个时候也真的是莫名其妙,为什么他老人家叫的我就相信,就肯照做,叫我做六年,六年果然有感应。 所以我这一生当中,得他的指导非常之多。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,句句话都灵验,都兑现,这个老人家真正是大善之事。 可见得理想,舍,是真修行,真功夫。 特别要舍念,把贪甜吃的念头舍掉,把人我是非的念头舍掉,把得失的念头舍掉,你的烦恼就去掉一大半。 烦恼去掉了,心就清净,智慧就生,所以说,信心清净,则生石香。 石像是智慧,般若智慧,这是我们讲的根本智。 的根本智之后,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就通达,就明了,后的智自然就现前,一接触就明了。 为什么不争感? 佛菩萨没有欺骗我们,句句话都是真实话,对我们关怀爱护至极,可惜我们这些人都是逆子,不听话,没有法子,虽不听话他还是爱护,他还没有放弃我们。 四,所谓实相,诸佛,皆是假名,即皆不可执。 故应一切非,一切离,信心方的清净。 所谓实相,诸佛,皆是假名,即皆不可执,所以对于这些名相,名相也是原身之法,是佛为了教导我们方便而假设的,他有用处,不能执着,执着就错了。 故应一切非,一切离,信心方的清净。 有丝毁,有丝毫的执着,对佛法的执着,心都不清净,非常非常可惜。 刚才讲了,纵然在佛门里面做事,都是造轮回也。 这是我们特别要谨慎,要觉悟的,否则的话,听这个,班若,那真叫白听。 好,我们今天讲到此地。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四十七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,九年二月三年四月七。 请看经本一百零九页。 八一,如来应产应可。 佛告须菩提,如是如是。 若附有人,的文是经,不经步步不畏,当之世人,甚未稀有。 这一段事是尊对须菩提尊者的应可,就是同一尊者所说的。 一开端说了两个,如是,正如你所说的。 后面这一句又特别的强调,不仅是,受持,读诵,为人眼说,这个人是第一稀有,就是听到这不经,能够做到不经,不不,不畏,这比受持标准要降低很多了。 前面所说的我们未必能做到,而此的是尊所说的标准,可能我们每一位在座统统都具足,这是佛赞叹我们甚未稀有。 一,天清论,替,未具此经典非正道横顾。 不,未不能断一顾。 未,未由于经不,不肯修学故。 智者书,替,初文经不经。 四思一步步。 后修行不畏。 和,论,书,观之,则,不经,即是性。 步步,即是解。 不畏,即是受持。 天清论,替,天清菩萨有,金刚经论,就是,金刚经,的注解,注解里面这样说的。 经,未具此经典非正道横顾,有些人听到这步经,感觉的惊慌,为什么? 这步经交给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,不但是世间法要放下,连佛法也要放下。 有些人他得到佛法,如获至宝,所以佛法叫三宝,这得了宝,这是无量的欢喜,要依教奉行,这统统都放下了,都不要了,这还得了吗? 这,金刚经,是不是佛说的?是不是魔奖的? 所以有这个疑惑,他就惊讶了。 说不,不是恐怖,没有前面的疑惑,听了佛说的要离名字相,离言说相,离境界相,这怎么能做到? 换句话说,这完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。 为,为由于经步,不肯修学故,对这个法门畏惧,而不敢依教修学。 我想我们在做的这么多同修,听了,金刚经,这三个字都没有,我们的确是不经,不不,不畏,纵然是做不到,听了也很欢喜,也相信这真是佛说的,这个不是假的。 所以世尊这一句话,对于我们是莫大的安慰,也是很大的启示与鼓励,希望我们能把境界再向上提升一层,那就好了。 智者书,曼,随莫唐初,天台家的智者大师,也有,金刚经,的注解,他在注里面这么个说法,出文经步经,听到,金刚经,步经,四思意步步,明了佛在这个经上说的意理,步步了,后修行不畏。 和,论,书,观之,把天清菩萨跟智者大师所讲的话,会合起来看,我们得到一个结论,步经,就是性,深性不疑,步步,就是解,能够理解,经上讲的意思我们懂了,明白了,不畏,就是受持,我们敢做,也就是说身心世界我们敢放下。 为什么敢放下? 理明白了,清楚了,知道放下是正确的,放下才是对的,一切诸佛菩萨,乃至于小尘出果都放下了,换句话说,若不放下,决定不能正果。 这是讲通途法门。 即使在静宗来说,静宗是许可我们待业往生,但是你还是要放下,你才能走得了。 你要不肯放下,你的佛号念得再好,也不能往生。 什么时候放下? 等我往生的时候再放下,现在阿弥陀佛还没来接我,等他来接我,看到阿弥陀佛我在放下,真的有不少人存着这一个错误的观念。 这个观念很危险,很可怕,因为这一个念头,就是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,说老实话,障碍了阿弥陀佛来接引,天天盼望着阿弥陀佛来接引,到最后阿弥陀佛没来。 为什么没来? 因为你有坚固的执着,所以放下越早越好,越早你就是越早的大自在。 你要想着少烦少脑,要想着开大智慧,要想着的大解脱,这个东西从哪里来? 放下就得到了,几时放下了,几时就得到。 因此放下是越快越好,放下就是受持,金刚般若,那就是须菩提尊者赞叹的第一稀有。 二,闻者当知,法本无定,佛不欺人。 何必经不一味,树姬的有幸解受持之妄儿? 闻者当知,法本无定,佛不欺人,佛说法前面我们读过,佛无有定法可说,不但无有定法,实在说佛无有法可说。 佛菩萨绝对不会欺骗世人,欺骗世人是烦恼起现行。 连小尘虚陀还,八十八品见货都断尽了,不会欺骗人,何况是如来。 所以对佛所说的话,能够深信不疑,这个人就有福报,这个人就有福了。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,句句都是真实话,句句都是最要紧的话,比其他一切大臣经典所讲的还要重要。 因为,金刚经,是所有一切大臣经的总刚灵,里面没有委屈婉转,句句都是直截了。 当我们听了,何必经不一味,树基的有幸解受持之妄儿,妄是希望,真正能够不经,不不,不畏,我们就能够有机会,逐渐的去明了经义。 经义怎样明了? 当然最方便的是听讲。 华言,说,佛法无人说,虽至莫能解,听讲是帮助我们解最好的一个方法。 但是真正要理解,听讲的解,听别人说的,这个解是皮毛的,不够深刻,透辟的理解是要有修行的功夫去印证,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, 讲的这些境界,我们自己要亲自证的,那个解才叫透彻,才没有问题。 所以这个信,这些证的解,正,正什么? 证明你所信的,所解的真实不虚。 如何证明? 行。 行就是受持,真正依教奉行,这样解的才透彻。 要想信,解,受持,不经不不不畏是先觉的条件。 我们这道场,同修们善根都非常之后,所以听这个经,经,不,畏确实没有。 会不会有人听这个经怀疑,经不? 有。我就见到很多,是哪些人?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,这些大学教授看到,金刚经,这个怎么回事,这都摇头,恐怖。 我们听了反而不经,不不,不畏,我们的善根,福德,因缘比他深厚,确实证明了佛所讲的,佛法无人说。 虽至莫能解,世间聪明智慧无法理解的。 世间人就怕放下,你叫他放下,他吓死了,那还得了,身心世界一切放下,他就会恐怖。 八二,产义产明观形离乡一约般若明。 何以故? 虚菩提,如来说第一波罗密非第一波罗密,是名第一波罗密。 这里面讲如来说,底下有,非,有,是名。 课题,产明观形离乡一,这是说明离乡的道理,为什么要离乡。 第一段是就班若来说明,班若是名字,前面交给我们受持,第一个是离名字像。 一,第一波罗密,指班若言。 如来说,表示约性而说。 性体空济离乡,故约,非,也。 性体虽无乡,而一切乡皆怨性起,此地亦波罗密亦是原性而起。 故约,是名。 名其乡不离乡,人应会归于性也。 第一波罗密,指班若言,波罗密一共有六种。 不失,持戒,忍辱,精进,禅定,班若。 六种哪一个是第一? 班若波罗密第一。 班若是什么? 是智慧。 什么是智慧? 离乡就是智慧,这相就迷惑了。 金刚经,讲到这个地方,这个意思我们应当能体会到一些,这相就迷,这相你就有分别,就有妄想,就有执着,这就迷了。 清静心中,义法不立,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,本来无一物,你要时时刻刻保持着心里面干干净净,本来无一物,那你就成佛,你就入,金刚经,的境界。 这个境界实在讲究是,华严经,尚不思议解脱境界,你就入了,离象就入,这象就不入。 班若的意思是这个。 波罗蜜,是梵语,翻成中国的意思是,道家,的意思,功夫做到最圆满,我们中国人讲道家。 不思做到圆满,就叫不思波罗蜜,持戒持道圆满,就是持戒波罗蜜。 怎样才叫做圆满? 才叫做道家。 你做这个事情,心里面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,这就到家了。 我修不思,心里想着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,帮助多少人,你这个不叫波罗蜜,里面没有波罗蜜。 为什么? 这香修福。 波罗蜜这三个字就是离香,离一切香就是波罗蜜。 离一切香持戒,就是持戒波罗蜜,离一切香忍辱,就是忍辱波罗蜜。 如果里面还有我相,人相,众生相,受者相,波罗蜜就没有了。 你修不思,持戒,忍辱,精进,离定,乃至于般若,都没有波罗蜜。 修不思就是不思,修持戒就是持戒,这是修福,果报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,在六道轮回里面想福报而已。 人间,天上乃至畜生,鬼神,有福报的不少。 他那个福报从哪来的? 就是修这五样东西这香,乃至于修般若也是如此,这香就变成福报,如果离一切香,那叫波罗蜜,那才是究竟圆满。 不失一块钱,不失一分钱,如果心里不着香,他这个福德是究竟圆满的。 那个福报有多大? 竟虚空,变法界,一切诸佛讲都讲不出来。 为什么那么小的东西会得那么大的福? 他跟性融了,跟真如本性相融,真如本性没有边际。 你这香不失,你不失的再多,你今天不失一百万,一千万,那个福报很小很小,就一点点。 为什么? 他不称性,他有界限,他有分别,有执着。 有分别,有执着,就画了界限,他所修的福没有办法突破他的界限,执着越坚固,他的界限圈子就越小,不管修多少福,他所得的就很小,小得很可怜,这个我们同学要知道。 连两个人在一起都不能相融,你就知道他有多大的福,他那个福就一点点,不管他怎么修,也就那么一点点。 由此可知,无论修学什么法,我们就是以这个六度来说,你修不失也好,持戒也好,忍辱,精进也好,禅定也好,你所得的福报的大小,与你的心量完全成正比例。 你有多大的心量,你的多大的福报? 佛在本经上教给我们,离一切香,离一切香那个心量就大了。 你真心本性里面没有界限了,没有分别了,没有执着了,这个心,佛在,冷言经,上讲的,心包太虚,量周杀界。 你修得那个福多大? 也是福包太虚,福等沙界,他的这么大的福报。 由此可知,佛在大乘经上教导我们的,没有别的,拓开心量而已。 有念心量就小,无念心量就大。 如来说,表约信而说,所以经文上没有说佛说,他讲的是如来说。 如果说佛说,那是就是相上说的。 说如来说,是从心性里面说的。 性体空济离乡,故约非也,真如本性里面一法不利,哪里来的第一波罗蜜? 哪里来的班若波罗蜜? 由此可知,说班若,说第一波罗蜜,这是假明,佛为了为我们说法方便起见,假设这么多的明像。 明像是我们交换意见的工具,它不是真实的,你要执着就错了。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,万万不能执着它,一执着就错了,一分别就错了,一动念头就错了。 性体虽无相,而一切相皆愿性起,宇宙万象,佛经里面常讲的十法界一正庄严,现代人讲宇宙森罗万象,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? 现在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,哲学家,还有宗教家,他们天天在研究,在探索宇宙的起源,生命的起源从哪里来的,他们能搞清楚吗? 已经搞了几百年,到现在还没搞清楚。 再往下去搞个几千年,几万年,还是搞不清楚。 他为什么搞不清楚? 他的方法搞错了。 什么方法搞错? 他用心意识去研究,你就永远找不到真相。 要怎样才能找到真相? 离心意识,真相大白,就显露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世间第一等聪明智慧的人,没有办法解佛所说意,佛所讲的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 世间一等聪明智慧的人没见性,没见性如何能解如来真实意。 开经济,这五则天也做得好,愿解如来真实意,他没有说愿解诸佛真实意,他没有这个说法,那个佛跟如来意思不一样,五则天知道。 他如果说愿解如来真实意,他如果说愿解如来真实意,这首记子做到天衣无缝,一个字都不能改动,他做得好。 称性而谈的,一切万象都是因缘所生的,因缘所生法里面,第一个依靠的就是真如本性。 如果诸位学过为时,为时研究得很仔细,为时里面讲九缘生法,这是粗说。 华严经,讲的是无量因缘,法相宗把无量的因缘归纳,归纳成九大类,叫九缘生法。 九缘的第一个就是本性,离开本性什么都没有,本性能献相,时能够叫献相变化,所以,为心所献,为时所变。 为什么会有时法界? 时法界是为时所变。 如果时没有了,只有心,心献出来的法界,就叫一真法界,它里头不会变了。 时法界是会变的,刹那刹那在那里变化的。 所以一切相皆愿性起,起事生起,都是依真如本性而献起的。 此第一波罗密亦是原性而起,佛所讲的一切法相名词,都是原生之法,都是依性而起。 故曰是明,是明第一波罗密,是明是说的这个意思。 明其相不离性,相不但不离性,仁应会归于性也。 我们今天对这个相不离性,不知道,不晓得这桩事情,这是谜。 不知道将一切相会归自信,就是不得受用。 这个受用是诸佛如来的受用,我们得不到,它的受用就是经上常讲的,法身,般若,解脱。 法身,般若,解脱,我们得不到,为什么得不到? 不知道将一切法相会归自信,什么时候你能够将法相会归自信,你就得受用。 怎么归信? 如果你要向我提出这个问题,那我得要反问你一句。 我们在这个讲堂,讲了不少天的经,每年都来讲各一,两次,你都白听了。 你要真听懂了,你怎么不会会归自信? 你一定会,就是,金刚经,自始至终佛也教导我们。 你要还是不会,还是不懂,我念一首记看看你明不明了, 金刚经,末后有一首记,一切有谓法,如梦幻泡影,我相信你也会念,那就是会归自信。 一切法展现在面前,马上想到这是假的,梦幻泡影。 花摆在这里,我可以看,可以欣赏,我绝不执着它,绝不要得到它。 为什么? 当体积空,了不可得,那就是自信。 自信是什么? 自信是空性。 一一法你都能会归自信,你的烦恼没有了。 烦恼从哪里来的? 不知道会归自信,所以就生烦恼。 妄想从哪里来的? 不知道一切现象是自信变现出来的,你就打妄想了。 晓得一切法是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,还有什么妄想? 什么妄想都没有了,心就清净了。 知道一切法,当体积空,了不可得,烦恼没有了,再也不执着了。 什么东西你得到不会欢喜,丢掉也不会心痛。 为什么? 当体积空,有什么好欢喜的,心就清净。 这世的受用,受用就太大太大了,尽虚空,变法界,就像,普门品,里面,观世音菩萨一样,哪个地方众生有感,哪里就现身,多自在,这真正解脱,真正自在。 应以什么身的度就现什么身? 有不少人常常心里面怀疑,观音菩萨是男的,还是女的。 观音菩萨是什么时候人? 他是做什么的? 他会起这些疑问,这么多的分别,就是不晓得相不离性。 观音菩萨哪有相,没有相才能现一切相。 我们众生为什么不能现两个相? 执着这个相就是我,所以就不会变第二个相。 如果不执着这个相是我,就会变很多相。 所有一切的病根,都在分别执着,所以分别执着是大病。 凡夫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? 就是因为你有坚固的分别执着,所以你没有办法超越轮回。 二,此节经义,升级要级。 第一波罗密三句,正式说明不经乃至稀有之故。 此节经义,升级要级,升到级处,重要到级处。 第一波罗密三句,正式说明不经乃至稀有之故,他为什么不经,不不,不畏。 为什么称为第一稀有? 就是他明了像是性显现的,性相易如,性相易体。 原来相就是性,他这个经,不,畏当然不生了,绝对不会有这个现象发生,自自然然成为第一稀有,因为凡夫做不到,二圣做不到,全教菩萨做不到。 三,班若称第一波罗密者,应其为诸杜之母故。 诸杜应有班若在内,皆称波罗密。 是诸杜不能离班若,班若亦不能离诸杜而别有存在。 虽不别有,非无第一之名,故曰是名。 皆明不可执着而。 班若称第一波罗密者,应其为诸杜之母故,母也是比喻,比喻能生的意思。 诸杜应有班若在内,皆称波罗密,诸杜是讲前五度。 不识因为有班若,所以不识就是波罗密了。 班若是什么? 诸位要记住,理想。 前面佛给我们讲的,有各种纲领要记住,应摩锁住,而生其心。 应摩锁住就是班若,而生其心,生什么心? 不识。 应摩锁住,而行不识,不识就是波罗密,因为它前面有无助,应摩锁住,而持戒律,那个持戒就是波罗密。 如果持戒还有助,不叫波罗密。 持戒只是世间的善行,果报在三善道,不是波罗密。 如果是波罗密的话,要离向,要无助,持戒才是波罗密。 应摩锁住,而修忍辱,那个忍辱就是波罗密。 由此可知,应摩锁住就是班若波罗密,就是第一波罗密。 是诸度不能离班若,诸度,这五度是刚领,展开来就是无量法门。 菩萨无量无边的法门,归纳起来六大类,叫六度。 由此可知,一切法都不可以这项。 所谓一切法是什么? 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全部的生活。 我这个讲法大家好懂,而实际是包括我们深深世世,过去无始,未来无终,所有一切的活动,一切生活的全部。 在菩萨讲,叫菩萨万行,万行归纳六度,明白这个意思,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去修。 修要抓到刚领,什么是总刚领? 班若波罗密是总刚领? 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,要学无助,要学不着香,那就对了。 稍稍有一点分别执着就错了,那不是学佛,那是在世法里面修一点善法。 这一点善法是真善是假善? 是圆满的善,还是偏邪的善? 是满善还是半善? 你仔细去观察才知道。 世间有许许多多人把假善当作真善,修假善果报还是在三图,唯有修真善,来生才能得人天福报。 所以单单讲一个善,善有真假,有虚实,有大小,不相同。 这里面学问很大,不是含糊笼统的。 是法尚且如此,何况佛法。 佛法,没有真实的智慧你怎么能得到? 真实的智慧,一定从清净心当中生的。 金刚经,尚讲得很好,信心清净,则生十相,十相般若。 你心不清净,你怎么会有智慧? 心要怎样清净? 离一切相就清净。 一丝毫还没有离开,你那个心就不清净,不清净你就会造业,你就会堕落。 这世事尊为什么在这部经上,自始至终这样的强调离乡的重要性。 是诸度不能离般若,般若亦不能离诸度而别有存在,这是说明两者的关系,因为般若是理,前面五度是事,是跟理分不开的。 从事里面显示出理,理一定要是表现出来,我们才能够体会得到,所以是理是不可以分的。 虽不别有,非无第一之明,故曰是明。 皆明不可执着而。 总而言之,它的重要的意义,全不能执着。 是不能执着,理不能执着,假明也不能执着。 学道之人,一定要叫自己这个心,一切时,一切处,一切静缘之中,这个静讲物质环境,原是讲人事环境,无论在人事环境,在物质环境里面,都要保持清静,这个人叫真用功,这个人就是真正学佛,可以不拘行事。 在中国大家晓得,完全把形式摆脱掉了,古时候有个寄宫活佛,人家这叫真修行。 但是一丝毫的迹象你也看不出来,看到这个人疯疯癫癫,他的心真清静,一切静缘当中他都不染着。 济宫却有其人,高森传,里面有他,但是跟市面上卖的小说不一样,小说是不负责任的,胡说八道的。 我们一般人都被小说欺骗了,所以真正要了解济宫,要看,高森传,里面的济宫传,那就没有错了。 4. 佛所说法,无有义法能离般若。 5. 则菩萨道,菩萨行,五德,三福,六合,三学,六度,十愿。 日用寻常处世待人皆悟,依依无非般若也。 由是可知,法法不离般若,法法皆远,皆可明第一。 则般若之称第一,乃是假明也。 当有物的说非,说是明。 无非空其者向之并,并非坏其相也。 佛所说法,无有义法能离般若,这一句是世尊四十九年说法的总纲领,总原则,正是所谓,说而无说,无说而说,这就是没有离开般若。 四十九年给我们说的太多太多了,世尊没有一个字执着,没有一句话它有分别,它不是从分别心说出来的,不是从执着生出来的,换句话说,不是从有意思说出来的。 我们天天还在研究,这一句经,这一句是什么意思。 佛没意思,你去研究什么? 你所研究的意思都是你的意思,不是佛的意思,佛没意思,这是佛经难懂的地方。 正因为它没有意思,所以佛说出来,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。 你要有意思说就一个意思,不会变成第二个意思。 世间人写的文章,它就是一个意思,不能做第二个解释,那个话叫死话,说死了。 佛没有意思,所以佛的一切经,古来大德做注解的,一百个人注就一百个讲法。 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讲法? 因为它有无量意。 就是我们自己读经,我们的智慧没有开,功夫不到家,因此我们读诵进展很慢。 但是累积这个时间,一年一年做个比较,你一定会发现,同样读这一部,金刚经,去年念的跟今年念的不一样。 一年比一年进步,从哪里发现? 看到这个意思不相同了,一年比一年看得深,一年比一年看得广,可见得它是无量意,它要是一个意思,你怎么会有这种境界出现? 所以这一部经,一个学佛的人如果专门学,金刚经,的,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,念上三大阿僧止节,遍遍都有新意思,遍遍都有悟处,所以他读得开心,读得快乐。 如果只是一个意思,念了会疲怨,人会疲倦会厌烦,没意思念这个东西,就是因为它有无量意,所以你念到不疲不厌,永远都不会厌,你真的入境去之后发洗充满。 你在工作的时候,感觉到疲倦累了,你,金刚经,念一遍精神就恢复了,体力就恢复了,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 为什么精神体力会恢复? 因为它不着香了。 你为什么会累? 这香,折了我这个身体,折了我的工作的香,我这一天已经做了八个终点,应该累了,所以它就累了。 念无我香,无人香,我也没有,人没有,工作也没有,这一天做到晚它怎么会累,不累? 机器二十四小时叫它工作,天天叫它不休止的工作,它没有叫疲倦,它没有叫厌倦。 为什么? 它没有念头,没有妄念。 人也是一个机器,为什么你比不上一般的机器? 因为它有妄念在,它要没有妄念,它比那个机器还能干。 那些人造出来的机器,比不上身体这个机器。 所以这身体机器反而不如人造出来的机器,就是因为有妄念,有妄念就没有般若。 则菩萨道,菩萨行,这个经上讲道,多半是指的存心。 菩萨道就是菩萨行,菩萨行就是菩萨的行为。 武德,三福,六合,三学,六度,十愿,这是我们进宗学会成立的时候,我们提倡修行的要领,五个项目,以后又把武德加上去,这就变成六个科目。 武德,是孔夫子的修行,在,论语,里面,我们看到夫子的学生在闲谈的时候,大家互相评一评我们老师有哪些德行。 结果同学们公认老师有五种好的德行,温,良,公,减,让。 老师很温和,温厚,恭敬,无论对人,对事,对物恭敬,节俭,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都不浪费,夫子的生活很节俭的,善良,心地非常善良,忍让,对一切人都能够忍让。 温,良,公,减,让,夫子有五德。 世间圣人都具足这五种德行,我们学佛,佛是高高在上,超出是圣太多太多了,假如连这五条德行都没有,那还学什么佛? 所以我们拿这五条做基础,从这个五德里面建立佛法。 佛法的建立第一个是,三福,观无量寿佛经,上所说的,第一条,效养父母,奉仕师长,慈心不杀,修食善业,第二条,受持三规,聚足仲介,不犯威仪,第三条,发菩提心,身性因果,独送大臣,劝进行者,这叫敬业三福。 世尊在这三条末后,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,他说这三条是,三世诸佛,敬业正因。 三世是过去,现在,未来,三世一切诸佛他怎么修行成佛的? 这三条是他的正因。 由此可知,三世诸佛绝对不是修一个法门成佛的。 这些诸佛在因地当中所修的,个人修个人的,是无量无边的法门, 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,可见得这是共同的基础。 无论你学哪一宗,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,都在这上面奠定基础。 如果没有三福,无论修学哪个法门,你决定不能成就, 如果你要是有成就,那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,不就变成妄语。 由此可知,三福重要。 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能把这三条十一句做到,你学的什么佛? 念佛能往生? 不见得。 念佛的人不能往生的太多太多了,他为什么不能往生? 这一个基础没有打好,没有从基础上修。 好像盖房子一样,这是打地基,他没有打地基,所以他房子盖不成,盖不到一半就到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许许多多念佛人,念了一辈子不能往生,因此这个三福要细细的来讲求。 我过去用专题讲过,好像有录音带,题目就是,敬业三福,非常重要。 学佛从哪里开始? 从这里开始。 六合,是六合境,这是佛告诉我们的。 人生活在世间,不能离开团体独立去生活,也就是人不能离开社会,不能离开大众,我们生活一切所需都要靠大众,我们穿的,吃的,用的一切,都要靠许许多多人来供养。 不能离开大众,要跟大众在一块相处,要怎么相处法? 佛教给我们这六条,这六条是与大众相处基本的戒条,决定要遵守,不遵守不是佛弟子。 学佛有很多假佛弟子,不是真的。 哪些是假的? 三福,六合没做到就是假的,就不是真佛弟子,真佛弟子一定会把他做到,真正去依教奉行。 第一条就是,见和同解。 我们现代人常讲的建立共识,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事,对人,看法,想法要接近,越接近越好,因为接近就没有真直,我们意见就相同,人与人相处这是最重要的一条。 所有一切纠纷,乃至于发展到战争,你要问什么原因? 见解不相同,意见不相同。 见解,思想不相同,勉强凑合在一起,那个不能长久,那里面有问题,戒律再怎么言只是控制一个外表,一旦控制不住就爆炸,问题就发生。 所以这一条非常重要。 世尊教我们怎样建立建和同解? 佛说你们的看法,想法都错了,我是正确的,你要放下那个,要跟我学,行吗? 一定会有人说是迦牟尼佛,你没有什么了不起,你那个看法错误的,我是正确的,你要跟我学,没有不打架的。 佛法高明,教我们把名字像,言说像,境界相同统都放下,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,这就见和同解了,这个高明。 佛没有说你要学我,我要学你,咱们大家都不要学,只要把所有一切看法,想法统统放下,没事了,天下太平,高明到极处,不能叫人不佩服。 所以佛不牵着人鼻子走,不叫人学他,没有这个道理。 所以佛法里面一入门就要归一三宝,归一三宝不是归一释迦牟尼佛,归一自信三宝,高明。 没有说归一释迦牟尼佛,归一哪一个人,没有。 佛是自信诀,这个归一,归是回头,一是依靠。 从哪里回头? 以前都迷惑颠倒,从迷惑颠倒里面回过头来,从今而后一觉悟,不迷了,这叫归一佛,是你自信诀,不是叫你归一释迦牟尼佛。 所以他讲的叫你没话说,真的我们心服口服,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。 归一法,法也不是经典,佛没有说,我说的法都是正确的,你们想的都是错误的,佛没这个说法。 佛叫你归一自信证,证知证件是一切众生本性里本来具足的,不是外来的。 佛的证知证件透出来了,为什么透出来? 因为他一切障碍放下了。 众生的证知证件为什么透不出来? 因为你们有烦恼,忧虑,牵挂,你放不下,这些东西把你自信里面的绝阵境障碍住,没人障碍你,你把它放下来之后,你就绝,就正,就静了。 佛是教我们归一这个。 归一森,森是清静的意思。 我们常讲出家人六根清静,一尘不染,取这个意思。 取我们自己的清静心,在一切顺逆境里面都是一尘不染,就是从一切染污里面回过头来依清静心,这叫归一森。 归一森不是归一某一个人。 多少人归一,我拜某个法师,那是我的归一师,我听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可怜。 他,本来够迷惑颠倒了,又加了一层迷惑颠倒,糟糕不糟糕。 本来污染已经太多了,又被一个出家人污染了,又被佛法僧污染了,你说糟糕不糟糕。 所以诸佛看到这个样子都摇头叹气,你们把我的法权错解了,这个开经济要改了,误解如来真实意,曲解如来真实意,这叫佛都喊冤枉了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了事实真相,我们才得佛法真实的受用,佛法里面所教给我们的,破迷开悟,离苦得乐,丝毫都不假。 你在这上面下一分功夫,你旧的一分的受用,你下两分功夫旧的两分受用,非常现实。 这是说明剑和同解,佛法里面讲得非常高明。 六和第二个是,戒和同修。 六和讲的戒跟六度讲的戒,都是广义的,不是狭义的。 我们五戒,十戒,像比丘戒,比丘尼戒,这都是狭义的,他有戒条的。 六度讲的跟六和讲的戒是广义,广义的意思就是守法。 不但佛给我们讲的戒条,我们要知道遵守,佛在一切经论里面的教训,那都是戒,教戒,我们都要遵守。 除了佛教导的之外,刚才讲了我们不能脱离社会,不能脱离人群,社会有组织,组织里面有国家,国家有宪法,有法律,我们也要遵守,那都是持戒,在持戒的范围。 每一个地方,有他单行的法规,像美国这个地方,除了国家有宪法之外,每一州有州的宪法,每一个州都不一样,每一个都市有每一个都市的法律,这个都市的城市法律跟那个就不一样。 我们到哪一个地方,哪一个地方的法令规章一定要遵守,这是守法。 这是有条文的,还有没有条文的风俗习惯,道德观念,也要遵守。 一个守法的人,一定得到当地人的欢迎。 这样我们才能跟他共住,我们才能把佛法传授给他,教导给他。 所以不管哪一个地方,人总是喜欢守规矩的人,守法的人,持戒就是守法,守规矩。 这是佛教给我们跟社会大众相处,一定要做到。 然后,身同住,口无证,义同月。 身同住,这也是广义的,必须要随潮流,这样才同住。 不能随潮流,人家看到奇怪,奇奇怪怪的,于是乎他就很难接受,这个社会大众不能够接纳你。 佛教到我们中国,那些弘法的大德们懂得。 身同住就是普贤行愿的,随喜功德,他能够随缘。 印度人穿的服装跟我们的服装不一样,到了中国,他把印度服装脱掉,换成中国的服装,我们中国人一看到很喜欢,他跟我们一样,他能够融通。 一直到建筑,建造厂,印度到厂那个样子跟中国不一样,他没有建造印度的式样,他建中国宫殿的式样,使我们中国人一看特别亲切,所以佛法到中国来传教,丝毫障碍都没有,朝野普遍的欢迎。 为什么? 他做到,身同住。 我跟你们的风俗习惯完全一样,我随顺你,绝对不叫你随顺我,我随顺你就行了,就成功了。 基督教就不懂这个道理。 我在没有学佛之前,我在基督教教堂还混过两年,有一个牧师对我非常好,是美国人,是一位老太太,对我非常好。 有一次他很感慨地对我们说,大概我们有五、六个人,在一起聊天,很感慨地说,他说基督教传到中国一百年了,这一百多年的历史,中国有十亿人,他说基督教徒才多少? 还不到一百万。 一百年十亿人里面,信仰基督教的人还不到一百万,所以他说起来很感慨,好像很难过的样子。 那个时候我没有学佛,不晓得什么原因,到以后学佛才知道,他不能够随和,不懂得身同住,不懂得随喜功德。 建的教堂一定要建的外国样子,我们中国人一看,养鬼子地方,可别进去。 他就不懂得横顺众生,随喜功德。 佛教移到各地方,横顺众生,随喜功德,界限完全没有了。 同样我们今天到美国也很感慨,佛教传到美国大概也有一百年的历史,最早是日本人传进去的,一直到今天,佛教在美国还是日本主流,大概百分之九十的道场是日本人的。 可是度了几个美国人,不多,可能还不如基督教在中国。 什么原因? 什么原因? 建的道场都是中国宫殿式的,日本人也建的是他们神社式的,叫人一看,外国文化。 所以那些外国人看到,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变成养鬼子,他也不跟我们往来,也不进我们的道场,这个错了。 我到美国去之后,我就劝请许多法师,我劝他他不肯听,我说你们有能力建道场,应该建什么样子? 建美国白宫那个样子? 叫美国人一看他就欢喜,他自然就进来了,你不请他他也会进来,那个佛像面孔一定要塑成美国人,他一看,美国人成佛了,才行。 这都包括在,身同住,里面,你才晓得佛经含义是多么的深广。 我们到一个国家去,要跟他这个国家的国民同住,要跟他们的历史文化同住,佛法才能生根,才能发扬光大,才能够利益一方众生。 我们讲的这些东西,都把圈子讲得太窄小,所以都不起作用。 口无证,这个好懂,没有是非,没有争论。 一同月,大家在一起共修欢欢喜喜,即使不是共修,跟整个社会大众相处一团和睦,才能够影响这些地方,才能够潜移默化,一风一俗,这是佛法教化的功德。 力痛均,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,财富拉得越近越好,平均分配。 但是财富决定是不平均的,什么原因? 每个人过去身中造的业因不相同,所以他的果报不相同。 佛的教化让你明白这个道理,了解这个事实,劝导富有的人,帮助贫穷的人。 力痛均是这个讲法,不是勉强,是要叫富贵人明白道理,你过去修的善因,要叫贫穷人了解事实真相。 我们过去是没有修,使这些贫穷的人,也不愿添不由人,这个社会就安定了。 贫穷的人积极地修善因,我今是贫穷,来世我就富贵,如果这个善因造的积极,我现在贫穷,过个五年,十年之后我就富贵。 善因必定结善果,要懂这个道理,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,要不把道理说清楚说明白,事实真相解释清楚,凡是勉强都产生后一阵,后面都带了许许多多复杂的事情,无法解决的。 尤其是我们看到现代这个社会,整个世界每一个地区,复杂的问题,严重的问题,是愈来愈多,愈来愈不容易解决,以世间聪明智慧没有办法解决的。 为什么没办法? 他不知道问题的根源,他不晓得这个道理。 他只有看到眼前果报,他不知道果报前面什么原因造成的。 了解根源,那个结才能解得开,根源不了解,勉强是做不到的。 由此可知,我们能肯定唯有佛法能够解决问题,对于全世界任何国家,任何民族,任何复杂的问题,佛法能解决,能够彻底解决,叫人心服口服。 这样好的教育,可惜没有人重视,没有人把他发扬光大,这是真正可惜,佛法确实能救世间,确实能够挽救劫运。 所以我常常勉励年轻的同修们一定要发心,认真受持,读诵,为人演说。 三幅、六合是基本的借条,必修的科目。 无论你学哪一宗,无论学哪一个法门,八万四千法门,无量法门,这是必修科目,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扎根基。 然后,借,定,会,三学,六度,班若经,尚所说的,十愿,华严经,尚所说的,才能落实,这是我们修行的纲领。 科目并不多,很容易记,每一条都要好好的记住,天天要反省我们做到了多少,要认真努力去做。 日用寻常处事待人皆悟,一一无非班若也,这些都讲的是,用清静心来修这些事,全都变成波罗蜜。 由是可知,法法不离班若,法法皆远,皆可明第一,是尊在本经前面表现的这一持波,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,皆是第一波罗蜜。 释迦牧尼佛穿衣是第一波罗蜜,吃饭也是第一波罗蜜。 我们每天穿衣吃饭是什么? 学了,金刚经,就应该学会,我们穿衣吃饭,处事待人皆悟,点点滴滴统统都是第一波罗蜜。 你的,金刚经,没有白学了,你在,金刚经,会上市真正的受用。 则班若支撑第一,乃是假明也,这些言说,原生的,明相也是因原生法,当体极空,了不可得,统统不要执着。 当有物的说,非,说,是明,无非空其者相之并,并非坏其相也,没有破坏一切现象。 佛叫我们离乡,不是离世相,佛叫我们离一切明相,也不是把这些名词术语都不要了,佛叫给我们离言说相,不是叫我们一天到晚不说话,不是的。 离的什么? 心里面的执着相,离这个东西,这些世相摆在面前不碍事。 华言经,讲得很清楚,离世无碍,世事无碍,不妨碍。 性不爱相,相也不爱性,这是离世无碍,不但性相无碍,相与相也没有爱,叫世事无碍。 障碍在哪里? 障碍在你心里面的分别,执着,妄想,从这个地方产生障碍。 由此可知,离掉心里面的妄想,分别,执着,就天下太平,什么事也没有了。 诸佛菩萨是现在我们人间,跟我们的生活融成一片,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打成一片, 我们处处有爱,它处处无碍,在生活上完全没有两样,但是在心理上完全不一样。 人家的心是清净的,一个妄念都没有。 我们的心不清净,随着外面境界打妄想,分别,执着,贪甜吃慢,患得患失,搞这些东西,忧虑牵挂,自找苦吃。 本来你没苦,都是自己找来的,本来你没有病,病也是自己找来的,这冤枉。 佛教给我们,我们只要把这乡的病去掉,外面境界自然就是事无碍,所以不必破坏外面的境界乡,用不着。 五,若于班若义去未明,虽读其他圆融经论,继未在根本义上用功,其见地何能彻底? 见未彻底,又何能圆融? 这是说时实在在话。 大臣经,像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好的,华严经,法华,人言,都是圆融的经论, 这些圆融了义的带经,如果没有般若的基础,你看不懂,你也听不懂,当然你更不能做到了。 喜欢,只是向往而已,实在那个喜欢不是真的喜欢,假的。 怎么说是假的? 如果有人告诉你,今天晚上那边可以赚到一百万,有一大堆钞票等着你,什么,华严,法华,丢到脑袋去了,就到那儿去了,这马上就证明那是假的不是真的,经不起考验的。 什么原因? 没有般若,不能透彻的了解,纵然读诵这些带经,带经的义去你不能明了。 听人家说这个经好,你也说好,这迷信,没有搞清楚就相信,那个信就叫迷信,真正搞清楚了相信,那有理论的依据,我不是随便相信的,我是有条件的。 没有条件,没有理论依据的,那就是迷信,人云亦云,这个信心非常薄弱。 这些话就是交给我们要在,金刚般若,这个地方打基础,然后这些大成圆融的经论就不难了。 金刚经,的好处是经文短,只有五千八百个字,容易读诵。 无论是理,无论是事,经文虽然短,讲得很透彻,一点都不啰嗦,简单明了,容易受持。 我们中国古来这些大德,不管是哪一个宗派的祖师大德们,可以说多半都是在,金刚经,得受用。 所以到以后他选择的法门,他不难体会,修行能够有成就,能够弘扬佛法,利益众生,根基都是在,金刚般若,上奠定的,这个几乎是不可否认的。 金刚经,教给我们什么? 看破,放下而已。 六,佛所说法,本来法法皆原。 学者必当时时以此原意,于自心上,于一切法上,唯秘观照,精进用功,以去其偏执之凡情。 然后自己知原解,树基可开。 佛所说法,本来法法皆原,无有一法不原。 佛门当中也常说,原人说法,无法不原。 不要说讲这些大臣原顿的经论,我们拿外教的经典,基督教的,新旧约,我去讲比他们牧师讲得好,他讲不过我。 他讲不原的地方,我讲的圆容,我有办法把他讲原了,他没有办法。 天主教的经典,乃至于伊斯兰教的,古兰经,我都能把它讲得很圆容。 明白道理就行了,理不能不明白,理是一个理,不要以为佛经这一切经论是一个理,其他的还是这一个理,不是给你说明白了吗? 使法界依正庄严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 理是什么? 理就是真如本性,就是一个。 如果你能够会归自信,哪依法不圆容? 法法都圆,你会不过来,是样样都不圆,说老实话,大放广佛华严经,也不圆。 由此可知,看破,放下是真重要,不能不放下。 看破之后才肯放下,真肯放下,那真的看破了,这两者相符相成,互为助缘。 学者必当时时以此原意,于自心上,于一切法上,唯秘观照,精进用功,以去其偏执之凡情。 然后自己知缘解,树基可开。 教下所讲的,大开缘解,这个境界就是禅宗讲的,明心见性,名词不一样,是一个境界,一桩事情,我们念佛人讲,理一心不乱。 可不可以做到,可以做到,如果做不到,佛决定不在这个世间说这个法,佛说出这个法,世间人做不到,你想想看,那佛就是拿我们开玩笑,来掉我们胃口,佛就太残忍了,佛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。 凡事在我们世间讲的,都是我们世间人可以做到的,怎么做。 金刚经,上告诉你,放下就做到。 你为什么做不到? 你不肯放下。 在经教上讲,你要求大开缘解,所谓是,一精通,一切精通,怎么样才通? 放下就通了。 你今天研教,为什么研得这么辛苦? 因为你有知见,你有烦恼,经上讲的你有我像,人像,众生像,受者像,你有我见,人见,众生见,受者见,那就不相应,你的心不清净。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,上面很多灰尘,肮脏得不得了,照东西怎么会照得清楚? 金刚经,教的什么? 把那肮脏的筒筒去掉,都不要它。 这一不要的时候,那个镜子就放光明,就样样都照清楚了。 你要晓得,所有一切的知见,我的想法,我的看法,全是垃圾,全是污染,把自己本有的光明全部障碍遮住。 诸位要了解这个事实,决定不要再爱惜你那些污染。 众生为什么不肯放下? 就是对于这些污染成了习惯,非常爱惜。 佛劝你把它擦掉,而你却舍不得,舍不得去掉,所以才落得今天这么多的麻烦。 看经看不懂,听经也听不懂,明明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意思好的不得了,就是看不出来,就是体会不到。 看都看不出来,体会不到,你怎么能应用到生活上去。 你怎么会在生活上的自在。 末后这一句话好,非常之好。 去其偏执,偏视偏见,你的见解不圆满,只是执着,错误的这些执着。 烦情,是妄想,是烦恼,贪甜吃慢,这是烦情。 这个东西去掉之后,大开源解就很有可能,换句话说,以清净心读经,以清净心听经,会开悟。 我常常勉励同修们,我们要用真诚心,恭敬心,清净心,慈悲心,只要用这四种心,学佛法,学士法,处世待人皆悟,没有不成功的。 这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,一切法从真实心中做,不能用妄心。 什么是妄心? 偏执,烦情就是妄心,就是障碍。 我们必须要认识它,它是障碍,是虚妄的,害得我们很惨,生生世世都被它害了,这一生把它认识清楚了,决定把它去掉。 怎么各去法,前面讲过很多遍,后面还会讲到。 这是世尊在这不经上的慈悲,不断地给我们说,也就是不断地提醒。 知道我们习气太深,一遍,两遍不管用。 多次的熏习,长时期的熏习,然后我们才会觉悟,才会记住,才会认真去改。 好,今天就讲到此地。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四十八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,九年二月三年四月八。 请看经本一百一十一页。 七,学佛当审时机。 机是根机,机原也。 所谓使者,如南北朝时,北魏南梁,无不大弘佛法,讲习即甚,然不无取者文字像。 故达摩东来,乃部立文字,直指人心,正对食病。 这一段很要紧,这就是讲弘法一定要懂的关机。 一般说到关机,总不外乎三桩事情,第一个是人,为哪些人讲,第二个是处所,在什么地方讲,第三个是时间,什么时候讲,这是三番审机。 如果是对了机,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契机,契机,契礼,这才是佛说。 所以佛的经叫做契经,上契诸佛所振之礼,下契众生可度之机。 为什么要关机? 关机的作用在哪里? 这一段说得很清楚。 根基是讲人,就是对哪一类的根基人,应当要说什么法。 佛陀灭度之后,留下来这么多的经论,法师讲经就好像替众生治病一样,当然法师没有佛的本领,佛观基说法那是决定不会错误,法师总得要小心谨慎,观察众生的根基, 为众生选择一个法门,这样子能令一切众生的利益。 这里面还有一个缘,众生根基要了解,缘也很重要,缘不成熟也没有办法,因缘成熟。 像我们这边有这么一个道场,这世缘,又有这么多热心于佛法的同修们,他们发心礼请,他们发心邀约大众共同来参学,这都是缘分。 大的环境,这个地区安和乐利,就是社会安定,人民富足,是一个大乘佛法弘扬很理想的大环境。 其次是,时,这个时节因缘也非常重要,时事讲时间。 这里举出一个例子,像中国古代南北朝时代,南朝梁大家都晓得梁武帝,梁的都城在南京,南京是六朝古都,宋、齐、梁、城都在南京建都。 北方有位,拓拔归建立的,我们叫胡人,当时那个时候叫外国人,在北方建立的一个王朝。 这两位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,礼请大德法师弘法立身,讲经道场很多,讲的人也很多,佛法非常兴盛,讲习极盛。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遗憾,就是讲经的大德很多都这乡,然不无取这文字乡,他这乡,这乡讲的是文字,与心性不相干。 诸位必须要知道,大乘佛法的精华是在明心见性。 明心见性绝不是只有禅宗才讲,所有大乘佛法都是以明心见性为中心。 在教下虽然不用这个名词,他用另外一个名词叫,大开元解,大开元解,就是明心见性,向净土宗又换一个名词,叫,礼义心不乱。 这个境界完全相同,只是每一个宗派说的名相不一样而已,都是以见性为中心,若不见性,那就不是大乘。 讲习里面都这乡,这相就变成什么? 修福 南朝梁武帝,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,在佛教使他有很高的知名度,大概与,梁黄宝燦,有关系,大家都拜,梁黄宝燦,拜,梁黄宝燦,一定会提到梁武帝。 梁武帝如何? 这相修福 他是这么一个个性,我们可以连带想得到,当时红法的那些法师,多数也是这相修福,跟梁武帝交情才套的龙。 达摩祖师一来,他要搞明心见性,这两个人谈得不投机,不欢而散,梁武帝就不护他的法。 所以达摩到中国来,看到中国大臣佛法的弘扬,都是这相修福,这个不如法,这种修学的的结果,人天福报而已,不能够了生死,出三界,不算是成就。 所以他老人家来,针对这个毛病,提倡禅宗,禅宗是不立文字,你们兜着文字箱,完全把文字舍掉,用参揪。 他来的时候,禅宗参参揪的方法用观心,参画头是以后,达摩来试传的观心,完全舍弃掉文字,这个做法是针对那个时候,弘法修学人的这相毛病而施舍。 我们今天看看,现前社会佛法的弘扬,毛病在哪里。 这个不能不知道,如果不知道毛病,你怎么能够对治毛病? 一定要懂的。 梁武帝那个时候是真的修福报,我们现在这相,在造业,没修到福报。 人家这相是真修福,我们这相,福也没修到,造了业。 这个时候的病,比南北朝那个时候的病生得太多,也复杂太多。 现在一般学佛的人,为什么我说他修不到福报? 他是乱修,杂修。 他也很精进,不能讲精进,精他没有,进,乱进,杂进,他搞这个。 因此连福报都修不到,这叫真正可惜。 他还在拼命干,到处去学,一个人拜师傅都要拜十几,二十个,哪个道场都要跑,什么法会都参加,所以修乱了,修杂了,连福都修不到。 因此我们在这个时代,一定要提倡,专,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好样子,这个法子不是我有见地,我见不到,没有这个能力。 我们看印光大师所做,提倡专修专红,这是对症,对治我们这一个时代所犯的病痛。 印老当年在世,我们现在看他的,文抄,看他的,永思路,永思路,事后人纪念他的文字,都收在,印光大师全集,之中,我们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。 譬如,他的学生,他的信徒,我们现在一般人讲,印光大师的皈依徒弟,其实你要这个说法,印光大师并不承认,他在讲三皈依说得很清楚,这个文字留下来我们看到。 他说你们发心来皈依,我只是代表僧团传授三皈给你,你们是皈依三皈,不是皈依我一个人,他都交代得很清楚,很明白。 接受他老人家传授三皈依的这些弟子们,几乎统统都有成就,这是对老法师有恭敬心,听老法师的教会。 有时候到山上,老法师晚年住在苏州灵岩山,到山上去看看老法师。 老法师看到这个人来了,把他叫在面前骂他一顿,你来干什么,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的念佛,他说,我来看看师父。 师父你过去看过了,还有什么好看的,骂回去。 浪费精神,跑这么远的路,到寺庙又要供养,浪费钱财,钱不是好赚的,骂回去。 这种道风,针对现前佛法的刘比。 他老人家赞叹,西方却指,而且给他写了一篇序文,西方却指,是浮鸾浮出来。 老法师说浮鸾浮出来的,只有这一篇东西是真的,其他的不可靠。 西方却指,却确实实纯粹劝人念佛,教导大家道场要重实至不重行事,要求真正成就。 绝明妙行菩萨的道场总共只有十二个人,何必要很多人,人多了就复杂。 道场看起来很兴旺,很热闹,将来一个都不能成就,统统搞六道轮回,这不是佛菩萨建立道场的意思。 反过来看绝明妙行菩萨那十二个人,十二个人统统往生,这叫大圆满,这是真实道场。 所以何必要人多? 人多了,供养多,收入多,道场财富多,钱亦多了就作怪,真名夺利。 道场没有钱,尝尝饭都没得吃,人心都在道上,都知道修行,道场收入亦多,心都变了,道心没有, 那个道变成偷道的道,变成那个道心,那个麻烦大了。 所以道场最好不要要求收入,至少不去动脑筋去找钱,找人来,这个人才有道,这个道场才有道。 人家自动供养来的这个可以,绝对不去想尽方法去拉人,劝人,不干这个事情。 纵然今天我们有不少同修在做好事,流通录音带,录影带,经书,需要钱,有钱就做,没钱不做,这个才自在。 我在台北两个道场,图书馆韩馆长负责,管理这个道场,佛陀教育基金会总干事简峰文居士,负责那个道场。 我教他们,我们只摆个功德箱,其他的什么都没有,这个月钱多,多做,少,少做,没,不做,最好。 我们自己多悠闲,多自在。 不可以去找事,找事是攀缘,你的心已经不清净了,你做的那一点好事,就跟南北朝这个时代,你是修福,错了。 怎么可以去拉信徒,怎么可以想办法去找钱? 万万不可以。 要知道修这么一点福,把这一身你清净心失掉,往生西方的机会丢掉,那才叫真可惜。 这个法门彭记清净是所讲的无量节来稀有难逢,好不容易遇到,遇到之后,用到心,偷到的心,不是正道,用这种心去修复,你将来的的是什么果报。 真正叫迷惑颠倒,大好因缘当面错过。 所以我们看真正祖师大德,善知识的教会,他们做法给我们很大的启示,宁愿不做,不可以贪图福报,贪图福报,你怎么能离开六道轮回? 福报尚且不贪图,你的心自然就清净了。 弘法立身的事情,诸位要晓得,我们只做一个增上缘而已。 众生有福,那个财富自然会来,来了,我们操心,要如何给它用出去,用得真正有功德,我们有这个责任。 用得不妥当,我们就有罪过,这是要被因果的,知道因果责任这么大,谁愿意去求,不会干这个事情。 有些童修前送来了,那没有法子,只好替它办事,我不想它送来,它不送来,好。 不送来,我没事。 自古以来祖师大德,善知识,不但这样教我们,他们本身一生所做的,你仔细去观察,就是这样。 所以针对食病,这个佛法才能够利益众生。 八,经则大都不明佛理,正荡广劝读经,要其空书。 不立文字,经由非已也。 故不如发起大悲大愿,修福持戒,一心念佛,清净释迦,弥陀两位大善之事。 一面以此经义理,观照自心,浅其凡情。 一面恳切持明,求与众生同身净土,满菩提愿。 现世修行,无于此法。 此事将为浓一生持修的心得。 经则大都不明佛理,正荡广劝读经,要其空书。 不立文字,经由非已也。 达摩祖师要是生在这个时代,他一定都劝大家读经。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他要搞不立文字? 因为那个时候,大家读经都折香,所以用那副药治那个时候人的病。 现在人的病是什么? 对于佛法教理完全无知,非常热心学佛,到处拜佛,到处参加法会,佛法是什么,不知道。 那怎么行?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,我们应当劝人读经,这个药就是治他。 他对于佛法一无所知,这是,空书,要用读经这一副药,来治他的病,就是要劝他读经。 所以禅宗不立文字,不适合于现代社会。 故不如发起大悲大怨,修复持戒,一心念佛,清静释迦,弥陀两位大善之士,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大环境不好,怎么不好。 大多数的众生不明因果,不相信因果报应,换句话说,不知道断恶修善。 世间有不少人,比例很大,我看至少恐怕有一半,这个数量太可怕,误以为修善的人是傻瓜,造恶的人是英雄好汉,产生这么一个错误的观念。 善不修,恶拼命在造,这个世间感的什么样的果报,我们学佛的人心里面明白。 世间所有一切法不是别的,业果感召的,看你造什么业,就感什么样的果报,恶业必定感恶果,这个恶果就是世间许许多多的灾难,天灾人祸,感这些东西。 这里面的道理,事实真相,唯有佛菩萨知道,唯有佛菩萨说法能够挽救。 挽救就是对治众生这个毛病,把他的观念改过来,让他相信因果报应,让他知道断恶修善。 不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,也要改善社会的生活环境,这就是自行化他。 所以将居士在此地交给我们,不如发起大悲大怨,我们要这样做法。 修福持戒,修福就是断恶修善,利益众生,持戒就是依教奉行,认真的修学。 而在行门里面,一定要选择敬踪,一心念佛,一心念佛就是亲近释迦牟尼佛,亲近阿弥陀佛这两位大善之士。 释迦教导我们念佛,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,我们肯念佛,发愿求生,这事是尊对我们的期望,我们才不辜负他。 阿弥陀佛在西方接引我们,一个是保送,一个那边欢迎,这不是决定去了吗? 一面以此经义理,关照自心,读经重要。 所以我们劝人直接读净土三经,如果有能力我们劝他念净土五经一论,专门读净宗的经典,金刚经,是附带的。 我们这次在讲,金刚经,意思前面都说明过了,是因为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,为什么不得力? 没有看破,没有放下。 重新把,金刚经,拿来温习一遍,金刚经,理事尊教我们看破,放下,然后你就会老实念佛了。 所以我们用这一步经来助修,来帮助我们。 金不必读太多,有这几步,我们这一身就够用,足够了,多了,反而搞砸,反而搞乱。 所以这不经是,观照自心,浅其烦情,浅救世舍弃,把我们的烦情,执着,妄想,分别,统统舍掉。 一面恳切,求与众生同身净土,满菩提愿,不但我们自己要求往生,往生的心要恳切,致成恳切,直持名号就有感应。 而且感应非常的快速,感应不必问别人,自己很明显的可以体会得到。 往生西方不难,真的想去就去,什么时候想去都去的成,这一点都不假。 还有寿命可以不要,现前就可以走,都是事实。 我们在,往生传,里面,最早看到的,寿命不要了,马上就走,宋朝银科法师,净土圣贤路,里面有他的传。 这个人虽然是出了家,但是不守清规,是个破戒的出家人,他自己晓得,因为他相信因果,相信因果为什么还要破戒作恶。 习气很重,我们现在讲是经不起诱惑,一看到外面境界,他就乱了,经不起诱惑。 还好他相信因果,想想自己所作所为,将来一定会堕阿比地狱,想到堕地狱就害怕,恐怖,就问他的同学,同参道友们,有没有方法救我? 我知道我将来会堕落,会下地狱。 同学们就劝他念阿弥陀佛,求生极乐世界,送给他一本,往生传。 他看了,往生传,每看一篇他都非常感动,看到别人念佛都到极乐世界,都去见佛,越看自己越感觉到惭愧。 往生传,念完之后,他发了一个狠心,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,一心念佛,求阿弥陀佛,他也不睡觉,也不吃饭,也不喝水,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,念了三天三夜,真的真诚所感,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 阿弥陀佛告诉他,你的阳寿还有十年,你好好的修行,十年以后,你灵命忠实,我来接引你,迎科法师给阿弥陀佛说,不行。 我的劣根性太重,在有十年,我经不起诱惑,不晓得造多少罪业,我那十年寿命不要了,我现在就要跟你走。 阿弥陀佛也很欢喜,就答应他,他说,好吧。 三天以后,我来接你好不好。 他说,行。 三天。 三天以后他往生了,念佛往生,他也没害病,在佛堂里念佛走的。 念佛求大众,他告诉大众,我三天以后要往生了,没有一个人相信,这坏和尚不干好事的,关起门念三天佛,门一打开说三天以后他要往生,没有一个人相信。 不过时间很短,大家看,看你三天以后,你往生不往生。 大家看他。 到了第三天,他洗了澡换了衣服,在客送的时候要求大众念佛送他。 大家说,好。 我们看你走不走。 结果念没有多久,他就告诉大家,阿弥陀佛来了,来接引我了,向大家告假,就走了。 说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我们纵然长寿可以不要,随时可以走得了,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去,你对于这个世间还有没有留恋,这个世间还不错,不肯去那就没办法。 所以要肯去随时都去得了,这是古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榜样。 最近在新加坡也有这个例子,苏居士星期天会讲给你们听,就在眼前。 可见得真的一切放下,寿命也不要了,也放下了,阿弥陀佛就来了。 你今天念佛,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? 来了也没有用,来了,阿弥陀佛我不想去,我还留恋这个地方,那他何必要来? 所以阿弥陀佛不来,是你没有诚心,你嘴巴里想往生极乐世界,心里面留恋这个世间,不想去,阿弥陀佛很清楚,他不来。 肯切,不但自己求生,还要带所有一切苦难的众生,同生极乐国。 我们每天回相继,末后一句,同生极乐国,那个愿要真实,不管我们做得到,做不到,心真实,愿真实,我们跟所有的众生结了法缘。 现世修行,无于此法,现代在这个世间修行,没有任何一个法门,能够超过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。 这一段文我在阔湖里面特别记下来,此事将为农居士一身修持的心得,在这个地方,他用这个来供养我们大家,这几句话要牢牢地记住,唯有一门深入,老实念佛,我们才有救,决定不贪图世间的福报。 唐朝旁运居士表演给我们看,好事不如无事。 他把家里面的金银财宝,统统丢到水里,别人问他,你既然不要,为什么不拿这个来做好事? 来救济社会,做慈善事业。 他就留这一句话给世间,好事不如无事,这一句话是真理,是名言。 大家都能相信,都能信守,给诸位说,天下太平。 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? 好人太多了,每一个人都想做好事。 假做的好事已不服气,已做的好事并不服气,不服气怎么样? 打了,所以好事就变成乱事。 从前李老师跟我们上课,那个时候台湾表扬好人好事,地方上推选好人表扬。 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,好人好事,然后又回过身去,把那第二个好字,脚脚上画一个圈,画一个圈就是念破音字,念,好人好事,好事就是多事,反而把社会搞乱掉了,所以说不如无事。 真正做好事是什么? 原成熟了,送到你面前,这个不能不做,这是我们应当做的,没有这个缘分,决定不要去找,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。 永远保持自己的身心清静,这是真正幸福,真正享受,你这一生自在,安乐。 别人都修福,我没有修福,我不是没福报了吗? 你的福报超过它? 怎么超过它? 我不是不修福,是没有缘,修福的那个心是圆满的,那就是圆满功德。 佛在人言会上所讲的,发意圆成,圆满功德,那个心一发,功德就圆满了,哪里要做事? 事情来了,是做了才圆满,事情不来,心一发就圆满。 利益一切众生之心,但是没有缘,可见得他福报是圆满的。 这些大乘生经里面所讲的圣身之理,我们要明了,要清楚,然后自己在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。 决定不能造恶,不要以为在佛门里做些好事,未必真的是好事,未必是圆满的好事,未必是清净的好事。 你必须要面面观察,而且还要防范,现在是好事,将来会变质,一变就不是好事了。 变质之后,你要不要被因果责任? 这不能不知道。 经论之中,古圣先贤的教会,毅力很深很广,我们要细心去体会,自然就得受用。 九,班若非离于五度而别有,五度皆是行门。 可见班若虽明空意,而空意不能离时行。 则班若知觉非偏空明矣。 班若是理,前面五样是事。 是离不开理,理离不开事,理根是事一不是二,这是佛法,把理事分成两边那就错了。 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,不是没有,这些人修行就是所谓的盲修瞎恋,盲修瞎恋如何能成就。 这一段就说得很清楚,很明白。 不失里面要有智慧,没有高度的智慧,不但得不到福,反而造了罪业。 持戒里面有智慧,如果没有智慧,单单持戒,自己一生冤枉受了好多苦。 持戒很清苦,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,里面有高度的智慧,高度的智慧,虽然苦,戒律很严,里面有乐,真的乐在里面。 没有智慧,硬要这样做法,强迫自己这样做法,那个很苦,那个里面没有乐,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。 像忍辱,忍辱有智慧,忍化解成为智慧。 如果没有智慧,只是勉强压在那个地方,那样的忍受,一般人讲,忍受是有限度的,超过限度会爆炸。 有智慧在里面,忍就化解,那才真正的受用。 精进,禅定都要有智慧在其中,离开智慧不行。 所以佛法的生活,就是智慧的生活。 学佛就是要把我们轮回心,把它转变成佛心,烦恼,痛苦的生活,把它转变成高度智慧,幸福的生活。 这才叫破弥开智慧,离苦得乐,真得乐,不是假的。 所以这样我们的佛就没有白学,学得有意义,有价值。 由此可知,班若虽然讲空,不是空无,偏空就是什么都没有,不是这个意思。 十五度离班若,不畏波罗蜜,即不能到彼岸。 这一句也非常清楚明白,但是它的意思很深很广。 五度实在讲,展开来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,诸位要懂这个意思,不懂这个意思,你不了解佛经的意思。 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,归纳成这五条,五大类,所以这五条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。 我们一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,一年从真月初一到腊月三十,一生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到我们暴中的那个时辰,全部的生活行为,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五大类,你这么看就正确。 不能离开智慧,离开智慧就不叫波罗蜜。 波罗蜜什么意思? 圆满。 离开了智慧,你的生活不圆满,不圆满也就是不美满,这是讲我们现实的,你不美满。 第二是,不能到彼岸,不能到彼岸就是不能够了生死,拖轮回。 必须要知道,要想了生死,出三界,要靠智慧。 智慧从哪里表现? 智慧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,我们生活里面,点点滴滴都是高度智慧,那你就超越三界了。 五度的广义前面说过,这个地方不再重负。 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。 前面是讲第一波罗蜜,是给我们说明班若,讲的是理。 下面要给我们讲是,是若不明,我们不晓得怎么做法。 是,佛略说没有广说。 五度里面只举一个做例子。 这一个例子明了,其他的就可以类推,这是世尊说法的方便。 五度是我们整个生活的纲领,世尊特别选择忍辱来给我们说。 为什么? 这是最难修的,最难的你都能做到,容易的就不必说了。 八三,约余度明正明。 须菩提,忍辱波罗蜜,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。 金刚经,读到这个地方,大概现在我念这个经文,里面的意思诸味都能够尝到一点味道,有那么一点法味,有那么一点法系。 一,余度,指不诗,持戒,忍辱,精进,禅定等。 此为万法之总纲,即一切法无不含涉也。 法法皆离乡,则法法不离般若。 法法即是般若。 余度,是科体里面的,约余度明,余是其余,除了般若波罗蜜以外,其他的五条。 指不诗,持戒,忍辱,精进,禅定等,说这五类。 此为万法之总纲,万法,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在里面,不要以为万法大概是佛法,你就只解一半的意思,另外一半你不懂。 万法包含世间法,释出世间法统统包括在里面,换句话说,就是指我们一生全部的生活行为,你才真正明了佛法里讲的意思。 由此可知,经里面字字句句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,经里说的就是说我们自己事情,就是帮助,解决我们生活上许许多多的困难。 这个佛经学了马上就有用,只要肯用,立刻就见效。 万法之总纲,即一切法无不含涉也,释出世间一切法,像经上开端所举的例子,穿衣,吃饭,都包括在其中,都必须要有真实的智慧。 真实的智慧是什么? 离相,不着相,不着就是智慧。 法法皆离相,则法法不离般若。 法法即是般若。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道舍卫大臣去托波,者依,持波,须菩提尊者赞叹他,稀有,世尊。 他为什么赞叹他? 就是因为穿衣是般若,托波也是般若,释迦牟尼佛从指数给孤独猿往舍卫大臣去,经上记载,指数给孤独猿到大臣是三里路,有这么远的距离。 释迦牟尼佛一步一步走到那个地方,步步都是般若波罗蜜。 虚菩提尊者看到,这个珍稀有,这才真正叫不可思议。 这就说明了,整个的生活就是般若波罗蜜。 我们凡夫整个的生活是妄想,分别,执着,烦恼,在造业,我们干的是这个。 佛菩萨所干的点点滴滴都是圆满的般若波罗蜜,我们学佛学什么? 学这个。 不在这上面用功夫,不在这上学习,你不是学佛,学佛不是叫人到这里来学念经,不是。 你要会念,每一个字都不着香,这经文打开,字字都是般若波罗蜜。 为什么? 前面讲不着文字像,不着言说像。 不着言说香,你每天给人说话说的再多,全是般若波罗蜜,你如果这香,都是些是非口舌,都在那里造口也。 一步着香,全部都变成般若波罗蜜,要在这个地方学。 二,经读举,忍辱,言,以忍辱最难离香,故特举此,以盖其他。 佛说此,亦在令众生举一反三也。 经读举人辱言,其他的都不谈,世尊丹丹举利举人辱,以忍辱最难离香,其他的叫你不着相,离香比较容易,忍辱离香很难。 故特举此,以盖其他。 佛说此,亦在令众生举一反三也。 佛讲经的意思,你明了这一条,其他的统统以词类推,都可以明了。 三,般若即在于五度之内,不能独存。 若行忍辱法,不学般若,便不知离忍辱法香。 不离法香,则申甜恨。 忍辱之功行破矣。 可见般若是与余度共行之法,非别行之法也。 般若即在于五度之内,不能独存,所谓是礼在世中,离开世哪来的礼。 那个礼也是空洞的,是个不切实际的礼,礼必定不能离开世,礼就在世上显示出来。 若行忍辱法,不学般若,便不知离忍辱法香。 不离法香,则申甜恨。 忍辱之功行破矣。 可见般若是与余度共行之法,非别行之法也。 这是举这个例子讲。 我们学佛,学忍辱,是尊在本经里面,六度当中讲不诗,讲忍辱,讲的特别多,其余的就很少讲,省略掉。 不失是修福,忍辱是能够饱福,忍辱能保持,你单单修,你不能忍,修得再多保不住,最后都落空,忍辱是能保持。 本经末后佛说,一切法的成于忍,一切法的成就,第一个因素就是忍,你能忍你就能成就,无论是佛法是法,一定能够成就。 你不学般若,你就不知道修忍辱要离忍辱的法乡。 不离忍辱的法乡,刚才讲那个人是勉强的忍耐,表面上的忍耐,心里面不平,表面上的忍耐,正所谓忍耐是有限度。 如果里面有班若波罗蜜,把忍辱的香离开,化解了,他那个忍辱是无限度的,就不是有限度的,是变成无限度的。 忍辱里面生智慧,生法喜,生福德,班若进去之后,的这样殊胜的效果,真正不可思议。 如果说不离法乡,这乡,这乡修忍辱,表面上忍,心里面还是甜恨,从甜恨就生报复,有报复就造无量的罪业,忍辱的功行破掉了,没有班若波罗蜜,忍辱不能成就。 可见班若波罗蜜,跟其他一切法,余度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法,共存共行,不是离开一切法,别有一个班若波罗蜜,没有这回事情。 所以我们佛教的教旗,怎么设计的? 就是六度。 前面每一条长条代表是五度,不失,持戒,忍辱,精进,禅定,这五条,后面一条,是那五种颜色砸在里面的,一共是六条,那一条砸色的就是班若波罗蜜。 班若不能离开前面五度,佛教教旗是这样设计的,你们看到这个教旗,就想到这是菩萨的六波罗蜜。 说明里跟世关系非常密切,离离不开世,是离不开离。 四,班若空也,余度有也。 空有本来同时,不可离也。 所以当两边不着,会归中道。 班若空也,班若讲空,空里,与性体相应。 余度有也,与性相相应,它有体它就现相,体能够现相。 所以前五度与,相,相应,班若与体相应,这是从体,相,用上来说。 空有本来同时,不可离也,性相是一不是二,体相从来不离。 由此可知,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,与自信完全相应。 心里面一丝毫不执着,与体相应,在生活当中,样样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圆满,与相用相应,这叫顺性。 顺性就是随顺法性。 随顺自信是诸佛与大菩萨们他们的生活,我们今天这样学,是过佛菩萨的生活。 凡夫迷失了自信,迷失了自信,他的生活行为与自信相反,他不顺性。 不顺性就是这相修复,这相造业,于是乎自信献相,献什么相? 献六道轮回之相。 这相怎么献出来的? 是众生业力把它转变出来的。 如果一切随顺法性,他所献的相,佛经上讲是一真法界。 西方极乐世界,你们在经上读的依正庄严,那就是离相献出来的,自信献出来的。 华严经,一开端,从第一卷到第十二卷的上半卷,总共有十一卷半的经文,说明毗卢这那佛一阵庄严,那就是介绍华藏世界。 所以古人讲,不读华严,不晓得佛家的富贵。 人间天上的富贵,要跟,华严经,上说的那个比,那差太远了,不能比,成佛的富贵。 但是诸位要晓得,世间的富贵包括天上,天上福报最大的大范天王。 大范天王的福报从哪里来的? 修来的。 三界,六道,一切众生的福报都是修来的,断恶行善修来的。 华藏世界,极乐世界,诸佛菩萨的富贵不是修来的,这一点诸位要晓得,从哪里来的? 自信变现出来的。 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,和其自信,本来具足,和其自信,能生万法,是自信自自然然变现出来的。 我们一切众生都有自信,一切众生都有一针法界,很可惜是你打妄想,起执着,因为妄想执着,把你的一针法界变成实法界。 一针法界为什么变成实法界? 是你自己变的,不是别人变来给你受的。 这个问题最后的解决,你自己变的还要你自己解决,别人不能代替你解决,解灵环虚系灵人,就是这么回事情,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你忙,能够带你解决,一定要靠自己。 现在这个道理我们搞清楚了,理是什么? 本来是一针法界,把它变成实法界,变成六道,变成三恶道,都是自己才会变,用什么变? 妄想,分别,执着,贪甜吃慢,这个东西在变。 佛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清楚,只要我们把这些能变的统统放下,统统舍掉,它就又变回来,又变成一针法界,一针法界就现前了。 一针法界是本有,实法界是虚妄的,假的,你因为有妄想,分别,执着,它才有,离开妄想,分别,执着,实法界就没有。 勇家大师讲得很好,绝后空空无大千。 什么叫绝? 一切放下就绝了,有一丝毫放不下,不绝,那就是迷。 般若是绝,般若怎么绝? 离一切相。 所以跟你讲,好事不如无事,无事你绝了,好事你迷了,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。 中国古时候,寺院里面的丛林执事,住持当家是什么人? 都是佛菩萨在来的。 他要应酬,他要做事,他虽然做事情,他心里干干净净,他不执着,再来人。 我们凡夫到寺院去当亲众,佛菩萨来照顾我们,来帮助调理我们,哪有不成就的,所以知事不是凡夫? 由此可知,要想做好事的也不是凡夫,做好事的是什么人? 诸佛菩萨 也许你们要问,法师,你说这个话有证据吗? 有 华言经,五十三餐就是证据 五十三餐是五十三位法生大事,那不是普通人,是现在这个社会各行各业,每天勤苦在为一切大众做好事,那就真的做好事了。 他自己怎么样? 心地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,那叫菩萨事业。 由此可知,菩萨事业不是单单出家人在寺院从临担任职事才有分,在家人从事任何一个行业也有分,只要你觉悟,只要你去做,一切都不执着,那就是菩萨事业。 如果你做这些工作,心里面不清净,你有分别,有妄想,有执着,那就错了。 你就是做得最好,刚才讲是修一点人天福报,三界有漏的福报。 如果做错,做偏差了,那你就是造罪业,赶果一定是再三途。 这一桩事情,我们决定不能够小看,一定要非常谨慎,非常慎重去生活,去过日子,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,成就到也。 空有本来同时,不可离也。 所以当两边不着,会归中道。 中道这个名词,我们体会它的意思就行了,不能执着。 如果你执着有个中道,完了,中道跟空有又变成对立,你还是堕落在一边。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就说得好,两边不立,中道不存,这才干净,有中道就错了。 菩萨里面,佛经上常讲全教菩萨,什么叫全教菩萨? 全教菩萨执着中道,没有把中道空掉,所以他不能见性,虽然修六度万行,空有两边不执着了,他执了一个中道,也坏了。 坏在哪里? 障碍他见性,他不能见性。 所以经上教我们,不要执着名字相,中道就是名字,不要执着名字相,体会佛所说的真正义去,他的义理去向,我们体会这些。 五,菩萨行以般若为主,即以空为主也。 所以虽不应坏有,仍不应者有也。 虽会归中道,中意不着。 此佛菩萨所以以大空三昧位究竟。 以无至无的位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。 菩萨行以般若为主,即以空为主也。 般若是讲空,空不当作,无,讲,如果说空是什么都没有了叫空,你就错解般若的意思。 他这个空是有,不是无,这是我们一定要把他认识清楚,了解透彻,然后才能够修菩萨行。 菩萨行以般若为主,就是决定不能离开般若,离开般若就不是菩萨。 所以世尊在本经里面说得很清楚,若菩萨有我像,人像,众身像,受者像,即非菩萨,有,他没空。 什么是菩萨? 必须我像,人像,众身像,受者像,都空掉,都离了,都没有了,这叫菩萨。 我们要问,我像,人像,众身像,受者像在不在? 在。 不是这个像真的没有,是像在。 在,怎么空? 空你心里面执着的那个世相,不是把这个身体空掉,放一把火把身体烧掉,烧掉也没用,烧掉你也不能成佛,你也不能成菩萨。 所以诸位要晓得,是空你心里面执着的世相,不是空这些外面的世相,外面这个世相没有关系,只要里面的执着空掉了,外面的相理是无碍。 理是无碍,性相易如,性离不开相,相离不开性,这是理是易如,理是不二。 不但理是不二,是是不二,是是无碍,华言,里面给我们讲,大能入小,戒菜子里面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装进去,戒菜子没有放大,三千大千世界没有缩小,它就装得进去,这说明是是无碍。 为什么会无碍? 因为每衣装饰都是法性,性是融通无障碍的,性所现出来的相,怎么会有障碍? 所以相没有障碍。 没有障碍,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障碍? 处处都是障碍,处处成障,这个障碍的发生,都在妄想,分别,执着,都从这里生出来。 离开一切妄想执着,你的境界就是无障碍的境界,就是,华言经,上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,不思议解脱就是完全没有障碍。 般若是智慧,智慧是心里面不着相,因为体上没有相,体上虽没有相,体会现象。 体是理,像是事。 我们心里面没有牵挂,没有妄想,没有分别,没有执着,与体相应,就是见性,与性相应。 世上也不必去离开它,也不必去破坏它。 所以虽不应坏有,有是自性变现出来的,相就是性,性就是相,用不着破坏。 诸佛菩萨,像,普门品,所说的,千处祈求千处应,千不是数字,你要把它看成数目字看待,观音菩萨太渺小。 那一千处之外,观音菩萨就没有感应。 我们念观音菩萨求感应就很难了,不止一千个人求它,我们在一千个人以外,不就没有感应了吗? 千代表圆满,千是十的扩大,十个十就一百,十个一百就是一千,十是表圆满,把这个圆满扩大, 所以代表大圆满。 大圆满尽虚空,便法界,哪个地方有众生念观音菩萨,观音菩萨就起感应,是这么个意思。 观音菩萨硬化在十法界,硬化在六道,没有破坏六道的香,不但不破坏六道的香,他自己还会现象。 应以佛生而得度者,即现佛生,他就现佛生为众生说法,应以生闻生的度者,他就现生闻生而为说法,感应道交不可思议。 所以没有坏香,没有坏,人不应着有也,般若的空就在这一句,不应该执着,决定不执着就对了。 虽会归中道,中意不着,中道不存,中道也不能执着。 心里面有一个中道,就执着中道,就错了。 心里面想我现在两边都不执着,你说你有没有执着? 这了,这了,两边都不执着,那就是中道的意思,你早就这了。 由此可知,一起心,一动念就这了,我不起心,不动念,你已经这了不起心,不动念。 六祖讲,本来无一物,你想想他有没有一物? 他有,有一个本来无一物,还是这。 六祖虽然说这一句,他却确实实没有执着,我们没有办法,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。 他说本来无一物,他真的无一物,我们说本来无一物,已经折了这一物,这就是我们不如他的地方,这就是我们达不到他境界的地方。 他是真的一切皆空,我们一切皆空,还这了一个一切皆空,麻烦就在此地。 大乘佛法无论怎么学总是这香,学,有,这有香,学,空,这空香,非这不可,这就是生生世世搞成这个样子。 连一个出果虚陀环都没有证的,我们读,金刚经,才恍然大悟。 在过去总认为小乘仁着香,大乘菩萨不着想。 读了,金刚经,才晓得,连小乘虚陀环,他都不着虚陀环的香,所以他才能够证的虚陀环果。 佛在这个经上,确实为我们大家都授记了,我们有善根,这是佛在经上承认的,而且善根非常深厚。 何以见得? 我们听这个经不经,不不,不畏。 我们无量劫来,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,累积的善根福德不可思议,为什么没能证果? 小乘出果都没证到。 原因在哪里? 心不干净,总是有执着,没有真的能放下。 在这样状况之下,除了念佛往生之外,没有第二条路,还有这维系的执着没放下,这就叫做代业往生。 由此可知,过去身中我们虽然遇到净土法门,为什么没去得了? 可以代业往生,为什么没去得了? 对这个世界有贪恋,放不下。 你的地产放不下,你的金银财宝放不下,你的家倾倦署放不下,那好了,阿弥陀佛也没办法,也不能强迫你去。 这就是说明,这些粗重的贪甜吃慢能放下,决定往生。 其他的法门没指望,刚才江卫农居士讲过,江卫农居士自己也做不到。 他学,金刚经,学了四十年,写出,金刚经讲义,可以说是历代,金刚经,筑解的权威,没有人能超过他,他自己还是老实念佛,求生净土。 把班若全部都搞通了,还是做不到,这个就晓得真难,净土法门之外,真难。 禅也好,教也好,密也好,没有一样不难。 如果你要是修三界有漏的福报,行。 所有大,小陈经典,都能够帮助你得福,你想了生死,出三界没分,实在是没法子。 死佛菩萨所以以大空三昧位就近。 以无至无的位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。 这个话真的说到究竟处。 在佛法当中这是上上陈法,所谓大臣之大臣,乐意之乐意,真的是究竟法。 以大空三昧,什么叫大空? 人空,法空,空也空,这叫大空三昧。 三昧是泛语,翻成中国意思是,正寿,正寿,正常的享受,正寿也就是大臣经上常讲的正知正见。 一空到底,诸位要记住,一空到底是在你心上一空到底,而不是世上,世上空掉那叫大错特错。 在世上,佛教给我们修三福,修六合,都是世上。 三福第一句,那是基础的基础,这在世上修的,效养父母,奉事师长,没有空。 空在哪里? 心里面不能执着。 要不要效养父母? 要,尽心尽力效养父母,心地清净,不能折这个香,折这个香就错了。 心里不着香,有些人问,那怎么个孝顺法,那不是假的吗? 哪里是真的? 心里面没有父母,表面上有父母,那不是假的吗? 你这是在打妄想。 你心里面有父母,行乡上也有父母,那才真的是假的。 为什么? 妄心 心里面干干净净,真心 真心里面,真心里面没有妄念。 你那个孝养父母是真心在孝养,你那个奉事师长是真心奉事,真心是永恒不变。 妄心效养父母,时间久了还嫌弃,还讨厌,真心里面没有,真心没有妄念,佛菩萨用的是真心。 从这个地方你就晓得,是根理是意不是二,有事必有理,有理必有事,这才叫菩萨道,菩萨行。 大三空三昧,这是究竟,究竟圆满。 学佛人所求的就是一个究竟圆满的智慧,究竟圆满的智慧,在佛门里面的术语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。 这一句话实在讲是可以翻成中文的,它没有翻是为了尊重。 从前一场有个规矩,叫五不翻。 五种不翻,这是五种里面的一种,叫尊重不翻。 我们对它很尊重,不翻,保留它的音,加以解释,它的意思是,无上正等正觉。 无上正等正觉,怕大家听了意思不明了,我就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,大家一听就懂,是,究竟圆满的智慧,这个大家好懂,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 究竟圆满的智慧是什么?无智无德。 心经,到末后总结论是,无智亦无德,那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。 如果你有智有德,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距离远之远矣。 我们今天学经,你们同学学讲经,为什么那么困难? 你知道你困难在哪里?因为你有智又有德,就麻烦。 你如果真的是无智亦无德,佛法,佛经摆在你面前,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,长讲,短讲,深讲,浅讲,就得大自在,如果你有智有德,那就麻烦大,关键就在此地。 说个实在话,我们学佛,做佛的弟子,是最不听话的弟子,我们自以为是佛的弟子,佛究竟有没有承认我们还不晓得。 佛在这不经上的教训,我们要真的听话,真的去照做。 怎么做? 放下。 这一放下就看破,一看破,更容易放下,看破,放下相扶相成,的大自在,的无量智慧,无量的福德。 无量智慧福德,是从看破,放下里面的来的,何必精精去求福,去修福,所修来的三界有漏的福报,没有意思。 这个礼很深,甚深,甚深,甚深,诸位如果听错了,那我就害了大家,从今以后就不修福。 你自信里面真正的福报不能现前,因为你没有般若智慧,又不肯修福,你的日子就过得很苦。 到那个时候你不能怪我,我没有说错,你听错了。 要从这里面细心去体会。 六,必能如此,然后可以随行六道,现百千亿化身。 虽一切法赤然而生,而一心湛然,本魔所生。 此之位的大自在,的大受用。 能度一切苦恶者,端赖乎此。 此事般若究竟亦。 非学词不能入门,不能就近。 必能如此,然后可以随行六道,现百千亿化身。 必能如此,就是如此经中所教的。 必能这两个字是完全肯定,里面一丝毫疑惑都没有,必定要这样做法。 两边不着,中道也没有,要离得干干净净,法相,非法相都不取。 法相是有,非法相是空,空有两边不住。 而生其心,生什么心? 就是随行六道。 六道可以随顺,使法界更不必说了,像观音菩萨一样,像诸佛如来一样,现百千亿化身。 百千亿也不是数字,代表大圆满,就近圆满。 近虚空,便法界无处不现身,就有这个能力。 这个能力是自信的本能,人人都有自信,人人都有这个本能,可惜我们的本能被妄想执着障碍住,是尊常讲的,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香,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振得,我们的智慧,得香跑哪里去? 妄想执着这个东西害苦了。 般若交给我们什么? 把妄想执着放下,把它空掉。 空妄想执着,离像是离妄想执着的香,是离这个。 虽一切法赤然而生,而一心湛然,本魔所生。 此之位的大自在,的大受用。 实在说,心放下一分旧的一分自在,旧的一分受用,放下两分旧的两分自在,的两分受用,非常现实。 你能够把钱财放下,你在钱财里面的解脱,得自在,得受用。 受用是什么? 你一生在钱财上不会缺乏,的这个受用。 你根本不要去想它,你需要用的话,它自然现钱,不操一点心。 大自在是身心自在,无忧无虑。 舍什么,什么样东西就圆满。 为什么? 因为舍掉之后,信得现钱。 在一切事相当中,却确实实现代人所讲的心想事成。 这是真实的,我们要相信佛,相信信得的受用。 能度一切苦恶者,端赖呼此。 班若心经,上讲,度一切苦恶,凭什么度一切苦恶? 凭班若波罗蜜,凭空有两边不着。 此事班若就尽意。 非学此不能入门,不能就尽。 这个入门是入大臣之门,没有班若波罗蜜不能入大臣之门。 金刚经,是大臣之门,马明菩萨的,其信论,也是大臣之门。 何以知道它是大臣之门? 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楚,若菩萨有我相,人相,众身相,受者相,即非菩萨,可见得离相才是菩萨,那就是门,者相就不能入菩萨门,离相就入了菩萨门。 所以,金刚经,是大门。 好,今天时间到了。 做得很好。 这时候,金刚经,是全面和电子。 回音评宜。 吃饭罗开。 睡醒。 吃饭罗开。 吃饭罗开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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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